你觉醒了一个接单系统 不管女客户提出多么离谱的要求 你都能满足并永久持有 需要一个颜值超高的临时男友 系统把你变得比验走还帅 需要一个技术超好的舞伴 系统把你变得比麦克逊还会跳舞 需要一个身体强壮的搭档组团去导播拍电影 这是什么鬼 系统为什么不能拒难 此时某独栋别墅内 闭明年轻的美貌女子接通电话 便想起狮猴苦笑一般的男子声音 苏南 你再不带男朋友回来见我 老子就马上把你送到非洲去选序 老爸 我带多少个回去了 哪次不是被你吓跑的 分明是你在耽误我的终生幸福 别把这锅甩我头上 电话那头中年男再次咆哮 就你带回来的那些个软脚下 老子怎么放心把唯一的女儿交到他们手上 反正我把话撂在这儿 你要是想当圣人 老子那几十亿加感 你就别想要了 老子全捐出去 苏南一听气坏了 你这个当爸的真心黑 居然诅咒我 我颜值高深才好 怎么可能当圣人 你等着 周末我就给你带个男朋友回去 说完他把电话一甩丢到沙发上 郁闷的直脑头发 哎呀呀 真是烦死了 我才二十五 那么急着找男人干嘛 这分明是要逼死我的节奏 苏南心情非常烦躁 他之前已经招了十几个临时男友 没一个能入老爸眼的 现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又上哪里重新找一个 就在这时手机一阵颤动 苏南打开一看 极品共享男神 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欢迎小姐姐来聊 苏南美眸一下邓元 这信息一看就不太正经 这苏南鬼使神拆输入 带一个男神回家见老爸 要求有盛世美女 还要是个硬汉 能一个挑十个的那种 苏七就半天吧 今天下午三点 江兵大道不见不散 几乎是在信息发送那一刻 手机上就接收到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还真有 苏南皱着好看的眉头 半信半疑的加了那电话号码 第一时间你也接收到来自系统的提示 接单成功 任务为招聘兼职男友 委托人苏南 以下为任务内容 你脸色古怪 这个女客户要求未免也太苛刻 又要帅又能打 你豁出去顶多全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水平 至于和帅更是不沾边 这是你第一次接单正在发愁 系统声再次响起 你的颜值改造中 你的格斗能力正在飙升 几分钟后改造完成 你走到镜子前一看 靠 这是我 这剩是美颜不说女人 我都爱上自己了 还有那古铜色的肌肤 壮瘦肌肉 沉稳的气质 散发着男人的狂野与优雅魅力 短短几分钟 现在的你不仅仅是帅 而是man 你痴痴的瞧了会镜子中的自己 就连忙别开目光 怕再看下去会变成自恋不 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你出门打算提前过去 一路上你已经被无数女生的目光包围 一些大胆的女生 对着你频频放电 其中不乏美女 还有三十六弟学姐等等 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妹妹 江兵大道边 苏南将红色跑车停在马路旁 摇下车窗看着滔滔江水 微微失神 手机忽然响起 苏南随手接通 我到了 对方只说了三个字 苏南却感觉声音好好听 陈文有力低沉性感 简直好听到让耳朵怀孕 你就是我租的那个共享男神了 对 是我 我的车停在江兵大道马路边 是一辆红色跑车 你挂断电话后目光一走 就看到前方不远的一辆红色跑车 你整理了一下衣装走得过去 车内的苏南心绪起伏 仔细打量路过的每一个男人 他的声音那么好听 长得应该也不差吧 老天爷 向苏南微微汗水质疑 苏南下意识抬头看去 然后脑海中莫得一片空脑 心脏加速狂跳 连呼吸都快要停滞 帅 太帅了 帅得让人合不拢腿 声音好听也就算了 还长得这么厉害 这还让不让其他男人 而你此时也看到 眼前出现一道虚拟光品 苏南 二十五岁 林瑞集团是场部总监 不兴是苏正北 镇天安保公司董事长 前华夏兵王 看到这里大吃一惊 苏南的父亲是一名兵王 万一发现自己是假冒男友 会不会一拳把自己秒了 我可以坐进去吗 你微笑问他 坐吧 苏南故作淡定地打开车门 当他看到你挺把身姿势 才刚压下去的内心立即又躁动 情不自禁地称赞到 没想到你身材还挺好 应该有经常锻炼吧 嗯 我比较喜欢运动 你微笑点头 然后又忠心地对他说 你很漂亮 苏南只觉自己心脏加速狂跳 翘脸滚烫发热 连忙扭头避开 心里暗骂自己放花痴 苏南一本正经道 我知道我长得很好 但别想靠花檐桥羽蒙混不过来 见我父亲的要求你知道了 请放心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自信地说道 苏南还是有点担心 不可否认你绝对是他见过最帅的人 但自己的变态老爸 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帅气 就手下留情了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先上路再说吧 苏南开车前往自家别墅 半小时后 苏南带着你走进半山腰一栋大展 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你想完好无损的走 少说话一切由我来安排 苏南再三嘱咐道 这是一名老管家赢上了 小姐回来了 尤叔 这是我男朋友 我爸 老爷在后院了 苏南凑到你身边 悄悄扯了扯你一脚 你不是男什么 相信你应该有点本事吧 要是你今天能帮我过了我爸这一关 到时候我给你一个大大的点 你低头瞥了眼 他抓着你一脚的白嫩小手 心头突然一震一躲 伸出大手将其握在宽后水心里 苏南吃了一惊 下意识就想要挣脱 你微微一笑低声道 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 可千万别让尤叔看出破绽 苏南又惊又慌 明知你是故意借机轻薄自己 他不仅不反感 反而心跳加速 脸颊发烫 心脏几乎就快要爆炸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 你看到他这娇艳欲滴的模样 没想到大小姐居然这么容易害羞 也不好再调戏他 松开他的手艺本正经的解释道 你别误会 咱们是假扮情侣 自然要表现得亲密一点 免得被人怀疑 做你该做的事 剩下的我倒是在找你算账 苏南丢下一句话 红着脸逃逝的躲进卫生间 小伙子不错 走吧 跟管家游叔走进大宅后院 就看到一名虎被熊腰的中年男子 昂然而立 浑身散发出一股强大气势 苏振北 这位便宜乐父 果然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兵王 小子 你就是我女儿的新男朋友 国父 你好 我叫牧尘 苏振北眼中金芒一闪 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不管你是什么被顶来 也不管你俩是怎么认识 我只说一句 想当他的男人 论坛里一条招聘兼职男友的信息 麻木的表情猛的一亮 兼职男友 靠 这么漂亮的极品女神 恐怕追她的人都能排到外太空去了 还用得着招聘临时男友 一看就知道 是糊弄人的把戏 看着发布人那张青春动人 一身跆拳道练功夫的极品素颜照 牧尘有些无语 又有些郁闷 即便这兼职信息是真的 身为一个屌丝单身狗 他也不可能得到这名女神的青睐 检测到符合条件的宿主 极品男神共享系统绑定中 绑定成功 忽然 脑海里出现一道软糯糯好听的萝莉声 牧尘猛了一下 什么情况 系统 作为一个老白读者 牧尘当然知道什么是系统 可以说 小说里获得系统的男主 哪个不是开启超级外挂一般 牛逼哄哄的人生 而现在 系统居然要降临到我头上了 天底下会有这么好的事 系统开启中10 系统开启中30 系统开启中80 丁 男神共享系统开启成功 是否接丹 错愕了下 牧尘瞪大瞳孔 惊讶叫道 接丹 接什么丹 当然是接美女的丹 成为诸位美女的共享男神 真的假的 当然 而且本系统乃是全宇宙独一份 调打任何神豪系统 抽奖系统之流 有这么厉害 不会是瞎吹的吧 牧尘小声嘀咕 废话 本系统可是能够帮助宿主 成为一代男神 成为全球女性们心目中 最理想男人的存在 还能辅佐宿主 通往权势力量 荣华富贵的巅峰 罗里音极为不满地交哼道 这次牧尘总算听明白了 顿时两眼放光 激动问道 那我该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男神 宿主只要完成 女性委托人提出的任务目标即可 比如化身男伴 陪同参加酒会 亦或者假扮男友 应对长辈的逼婚 成为知心小哥哥等等 女性委托人一旦下单 无论其提出任何要求条件 宿主都可将暂时获得相应能力 任务完成后 宿主获得女性委托人的实行好评 并可选择获得一项永久能力 积攒积分 或以现实货币充值 还能十连抽哦 脑海里 系统出现一个人性化的俏皮表情 仿佛在说 少年 快来课金吧 课金使你强大 卧槽 这么忙 牧尘兴奋地一下子 从床上蹦起三尺高 手舞足蹈 要是这系统真有只妖牛鼻 那自己岂不是很快就可以摆脱单身狗 和屌丝的悲惨命运了 嗨嗨 牧尘忽然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扭扭捏捏地问道 没有问题 哪怕是戳穿钢板这种逆天要求 一旦接单 你那方面的能力也会实现 罗历英自信满满地答道 擦 这也行 牧尘有些傻眼 想象了一下自己戳钢板的场景 心里不由一阵恶寒 连忙把这念头甩了出去 这种事 暂时还是算了吧 万一不小心把玩意给弄坏了 就悲剧了 宿主 请问现在是否开启接单模式 苏苏妈妈的罗历英提醒道 等一下 牧尘突然眉头一皱 你刚才一直用女性委托人这个称呼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 派发给我的任务委托人 很可能会是个恐龙 虽然他是可怜单身狗一枚 但他可不想 自己成为男神时候 陪的是一群老大妈 恐龙之类的女人 跳广场舞 宿主目前称号为屌丝青年 无自主选择委托人权力 待进阶到初级男神后 方可自行挑选任务委托人 统一筛选为极品美女 风情各异 这样 牧尘点点头 心里松了口气 如果是这样 那他勉强还能接受 开启接单 几秒后 牧尘强按住激动的心情 深吸一口气 在脑海里回到 与此同时 精灵 兰岳湾小区 某独栋别墅 一名有着披肩长发 纤细深淡的女子 香汗淋漓地 从瑜伽房走出来 看了眼桌上几十条 狂轰烂炸的手机短信 月眉一拧 拨通了电话 电话刚接通 那头便响起 狮猴虎啸一般的 中年男子声音 苏南 你再不带男朋友 回来见我 老子就马上 把你送到非洲 去选序 爸 我带回去多少个了 哪次 不是被你吓跑的 分明是你在 耽误我的终生幸福 别把这锅甩我头上 几乎是在老爸 吼起的一瞬间 苏南好看的脸蛋 顿声烦躁 气呼呼道 电话那头 中年男再次咆哮 就你带回来的 那些个软脚下 全都是耸淡 老子怎么放心 一家产 你就别想要了 老子全捐出去 什么 苏南一听 气坏了 老爸 你可真心黑 居然诅咒我 再说了 我这么高的颜值 这么火辣的身材 怎么可能当圣女 你等着 周末 我就给你带个男朋友回去 说完 他把电话 一甩丢到沙发上 郁闷地直脑头发 啊 真是烦死了 我才二十五 那么急着找男人干嘛 这分明是要逼死我的节奏 想到自己 那个难以搞定的老爸 苏南心情愈加烦躁 他之前已经招了十几个临时男友 可没有一个能入得了老爸的眼 现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又上哪里 重新去找一个苏南 心烦无比 有气无力地摊在沙发上 问 手机一阵颤动 苏南打开一看 极品共享男神 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小姐姐来聊吗 骗子 苏南美眸一下瞪圆 嘴角忍不住连续抽动 可恶 居然敢欺诈到本姑娘头上 他下意思将这条短信 当成了骗子发来的信息 正准备删除时 请输入你对心目中男神的择偶要求 约会内容 时间地点 以及租期长短 看到这 苏南鬼使神拆的一顿 接着输入 带一个男神回家见老爸 要求吗 必须要有盛世美颜 够硬 能打 嘿嘿 我说的够硬 是硬汉标准 能打 一个挑十个的那种 其他的吗 暂时没想到 反正要过关也没那容易 先满足 这三条再说了 租期就半天吧 今天下午三点 将冰大盗 不见不散 几乎是在苏南放下指头的一刻 手机上就接收到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还真有 苏南皱着好看的眉头 半信半疑地 加了那电话号码 第一时间 牧尘接收到来自系统的反馈 接单成功 目前接单任务为 招聘兼职男友 委托人苏南 以下为任务内容 嗯 求做一个男神 陪我见老爸 要求三 盛世美颜 够硬 能打 在简短的信息下面 是客户的一张自拍照 一张惊为天人的美女照片 足以让无数男人神魂颠倒 哇哇 居然是这个极品大美女 牧尘眼前一亮 对这个在论坛里 招聘兼职男友的大美女 可是印象深刻 可是这要求 够硬 哦 好吧 是够硬气 牧尘脸色古怪 这个大美女 要求未免也太苛刻了点 自己豁出去 顶多拳打南山静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至于帅 更是跟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罗里音提示 你的颜值改造中 盛世美颜降临倒计时 你的格斗能力正在飙升 你 正在变硬 气 第二章 摔到没天际 三分钟后 一道光芒在身上一闪而过 牧尘下意识走到镜子前看了一眼 两眼猛的一等 靠 这 是我 刀剑华克般的刚毅轮廓 深邃如心的瞳孔 挺郡的鼻梁 温润的嘴唇 完美五官融合在一起 简直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奇迹 直接从南极摔到了北极 还有那古铜色的肌肤 古古的强硕肌肉 沧桑沉稳的气质 无不散发着浓浓的man味 彰显男人的狂野 与优雅魅力衬衫底下 更是一排紧实的肌肉 矫健的人鱼线 八块腹肌 硬汉 牧尘脑海忽然闪过两个字 不仅仅是帅 而是man 富有格调的man 伟大又性感的man 牧尘痴呆呆瞧着镜子中的自己 神情有些恍惚 这是他曾经梦寐以求 想要成为的完美男人 而现在 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惊喜来得太大太快 他不敢相信 老三 抱歉 忘记给你带饭了 正在这时 寝室的房门突然被推开 摄有张文走了进来 他话刚说完 抬头看了眼牧尘 神情猛的一震 整个人瞬间像被一道闪电给击中 你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们宿舍里 张文结结巴巴问道 牧尘瞟他一眼 微微一笑道 老张 你傻了吧 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老三 看着牧尘身上熟悉的衣服 张文忍不住惊呼 这 这是老三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帅 这么酷了 你确定是老三 没骗我 张文上前捏了捏木尘 强健的公骨鸡和胸鸡 又摸了摸他矫尖的人鱼线 与八块腹鸡 喉咙直咽口水 马德 这脸蛋 这身材 这比例 简直完美到了极致 肌肉强壮的一塌糊涂 却不会让人觉得 是个辣眼的肌肉男 面容俊朗帅气 刚毅铁血 玩爆那些所谓的偶像明星 和娘炮的小鲜肉 尤其是他的气质 深邃 沉稳 睿智 犀利 却又低调内敛 犹如一把即将出窍的利剑 又似宇宙中 有着强大犀利的黑洞 让人情不自禁地身陷着迷 张文感觉自己心脏 有些不争气地 漏跳了一排 我就是我 骗你干嘛啊 对了 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 晚上估计要晚点回来 记得别把门反锁了 牧尘随意搭上一件外套 冲张文丢下一句话 头也不回地离开 一直到牧尘的背影消失 张文才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跟着一巴掌甩在脸上 捂着胸口 绝望地哀嚎 不 我是直男 我女朋友可是有三六弟的 我怎么会 他吞了下口水 风味一样打开电脑 在欣赏了一会文艺片后 这才擦了擦冷汗 长松一口气 还好 取向没变 可是老三 他这分明是要让人变弯的节奏啊 走出寝室 牧尘能感觉到 大家看他的眼光都变了样 什么情况 那个人 是牧尘 他有这么帅吗 一路上 男生宿舍走廊里 一群大老爷们 对着牧尘瞪大了眼睛 满满的都是疑惑和惊叹 以及各种羡慕嫉妒恨 等走到学校门口 牧尘已经被无数女生们的目光包围 每个女生都是脸红红的 就好像刚做了件羞羞的事 一路追着牧尘 就算只是 看着他的背影 都觉得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天啊 好帅 好man 啊 这是哪位学长 小哥哥 求疗骚 一些大胆的女生 对着牧尘频频放电 其中不乏美女 三六弟学姐等等 看着周围女生们的反应 牧尘嘴角微微一勾 露出一个灿烂笑容 这个笑容 顿时让更多的女生晃了几下 差点甜蜜地晕倒在地 慕 牧尘 迎面走来一个的清秀女生 摇脂纤细 白皙肌肤 穿着素白长裙 一张郁节脸蛋 搭配上高耸的山峰 在细腻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气质清丽 被学姐 好久不见 牧尘淡若清风 认出这个女生 是金融学院大四的学姐贝小薇 去年大一入学时 被学姐主持的迎新晚会 惊艳了无数人 少年懵懂的牧尘 就是在那一刻 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 也是出声牛 独不怕虎 牧尘大着胆子 给贝小薇写了一封情书 但很快换来学姐语重心长的拒绝 她还记得贝小薇拒绝她的那一晚 自己蹉跎伤心了好久 真的是你 贝小薇瞪大美眸 狠狠打量了一遍牧尘 眼中满是惊艳和难以置信 愣了好久才回过神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学弟吗 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英俊帅气了 还有他的声音 低沉硬朗 充满了雌性 比以前不知好听了多少倍 这时 牧尘微微一笑 深邃的心眸 有一股子男人的沧桑 就好像沉淀了许久的美酒 一下起开了瓶盖 醉人的芳香 勾魂夺破 被小薇一下看呆了 只觉自己心脏突然不争气地 扑通扑通剧烈狂跳 仿佛随时都要从胸膛里蹦出来 贝学姐 贝学姐 牧尘眨着眼睛连叫了几声 郑辰醉在他迷人笑容 与性感声音中的贝小薇 一下被惊醒 恰好迎上他明亮清澈的眼眸 翘脸没得一红 心虚惊慌道 啊 怎么了 牧尘微笑道 贝学姐 是这样 我还有点事要忙 要不咱们下次聊 可以吗 贝小薇感觉自己脸颊 已经火热滚烫得快要烧起来 不敢再看他的眼睛 忙不迭应道 哦 好 好的 你有事就赶紧先去忙吧 牧尘笑着点点头 正欲告辞离开 贝小薇突然一咬牙 翘脸微红道 牧尘 你明天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明天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会比较忙 牧尘迟疑着摇头道 贝小薇眼神一下暗了下去 难掩脸上的失望之色 轻咬着背齿道 这样啊 那好吧 那就等你有空了 我再请你吃饭 看着他娇羞的面容 和失望的神情 牧尘差点忍不住 就要点头答应 但最终 还是将这股冲动压了下去 若无其事地微笑道 嗯 好 等我有时间了 我请学姐吃大餐 学姐 再见 再见 贝小薇呆呆看着他挺拔的背影 瞬间又失神了 心里忽然莫名 涌起一股深深的懊悔 如果早知道 他原来这么有魅力 那自己 自己这魅力 简直要无敌了呀 看来 我这是成了行走的畅药 人形合而猛 则 或者这系统未免也太凶猛了点 对于贝小薇的邀约 牧尘感到很遗憾 但没办法 谁知道 明天系统会不会给他新的任务 他只能暂时拒绝贝小薇的邀请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第一次接单 一定要获得美女客户的实心好评 这样 我才能获得其中一项永久能力 牧尘心里暗暗发誓 半小时后 苏南冲来的早 围着一条白色浴巾 走出了浴室 娇好的完美面容 无法遮掩的极品身材 让奢华的房间装饰 各种名画艺术品 瞬间都黯然失色 数分钟后 他身穿一身休闲服 开着一辆红色线条 车身粗广的 野马 跑车 风驰电车般离开了别墅 江宾大道边 苏南将红色跑车停在马路旁 摇下车窗 姿态慵懒地看着滔滔江水 微微失神 短短几分钟 不时有自诩为成功男士的家伙 跑上来跟他搭讪 全被他毫不留情地拒绝 男人 真是无聊 苏南闷闷不乐地自言自语 手机 忽然响起 苏南随手接通 我到了 对方只回答了简短三个字 苏南却是眼眸猛的一亮 身体仿佛被强电流给击中一般 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 瞬间流遍全身 好好听的声音 沉稳有力 低沉性感 却又透着一股男人气概 简直好听到 让耳朵怀孕 苏南立刻坐正身子 波光流转的美眸 展示出异议光辉 你就是我租用的那个共享男神是吧 对 是我 哦 那好 我的车停在江滨大道马路边 是一辆红色野马 第三章 传说中的兵王 牧尘挂断电话 目光一扫 一眼就看到了 停在前方数十米处的一辆红色跑车 还是个白富美 牧尘一愣 有些讶异 但还是整理了一下衣着 镇定自若地走了过去 野马车内 苏南洋装平静 实则早已迫不及待地趴在车窗上 仔细打量路过的每一个男人 他的声音那么好听 长得应该也不差吧 无所谓 单重他的声音 即使长得普通一点 只要不是什么歪瓜裂枣 或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白脸 以及那些不学无数的二十组爆发户之类 哪怕是个穷光蛋 我都不介意 老天爷 保佑这个所谓的共享男神 千万不要再让我失望 否则 我真的要跳河自杀了 苏南苏白小手紧攥着衣角 修长睫毛轻轻抖动 心情不知何时 已经紧张到了嗓子眼上 奇怪 那家伙不是说已经到了 怎么还没出现 不会是框我的吧 苏南久久都没在人群中 看到符合自己意想中的男人 心情莫名变得有些烦躁 你好 我是牧尘 你的共享男神 不知何时 一道沉稳挺拔的身影 突然挡在车窗前 向苏南微微汗手致意 苏南吃了一惊 下意识抬头看去 当见到一张剑眉心目 棱角分明的俊逸面容 正笑意盎然地看着他 脑海中默得一片空白 心脏不争气地加速狂跳 连呼吸都快要停滞 帅 太帅了 帅得简直都要 让人合不拢腿了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声音好听也就罢了 连模样都长得这么英俊 这还让不让其他男人活了 男神 果然不愧是男神啊 而牧尘此时也惊讶地看着他 在他头顶 一道虚拟光屏浮现 上面罗列着苏南的相关身份信息 姓名 苏南 年级 25 职业 林锐集团市场部总监 副 苏镇北 镇天安保公司董事长 前滑下兵王 什么 牧尘大吃一惊 苏南的父亲是一名兵王 万一到时候 被他发现自己假冒他女儿男友 不会一刀把自己给秒了吧 我可以坐进去吗 牧尘深吸了口气 从容自若地向苏南问道 坐吧 苏南故作淡定地轻轻汗手 打开车门 当牧尘挺拔身姿鼻挺地 坐在副驾驶位上 他的目光再次被他的完美身材吸引 才刚压下去的内心立即又躁动起来 情不自禁地称赞道 没想到你身材还挺好 应该有经常锻炼吧 嗯 我比较喜欢运动 牧尘微笑点头 突然感觉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飘进鼻尖 不是那种品牌香水的味道 而是静若厨子的体香 十分清雅舒服 令他忍不住多吸了几口 你很漂亮 冷不丁 牧尘说了一句 苏南神情威正 转头看他 视线交汇的刹那 他只觉自己心脏突如小突乱窜般加速狂跳 翘脸滚烫发热 似乎心底的某根弦被狠狠地撩拨了一下 连忙扭头避开 心里暗骂自己 太不争气 身为苏家大小姐 他什么男人没见过 什么花言巧语的赞美没听过 可这男人 只是稍稍看了他一眼 夸了他一句 他居然就被迷得五迷三道 神魂颠倒了 实在太丢人了 苏南啊苏南 你紧张激动个什么劲 什么男人你没看过 这个男生就算帅点 你也没必要像放花痴一样 在心里念叨几句 苏南咳了几声 一本正经道 我知道我自己长得很美 这一点不用你说 但如果你以为 靠着花言巧语 就能蒙混过关 我劝你 最好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 你的赞美 我先勉为其难的收下 但接下来 你一切要听从我的安排 明白吗 我知道 牧尘语气深沉道 陪你见父亲 要求一共三点 我想 我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么自信 苏南心生嘀咕 不可否认 牧尘的颜值 绝对是他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但自己那个变态老爸 可不会因为一个男人长得帅气 就手下留情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先上路再说 苏南脚下一踩油门 跑车顿像野马一样驰骋出去 瞬间加速到百公里 一股强烈的推背感 油然而生 为了考验身边这个男人的胆气 在跑车驶上一段车流稀少的公路时 他猛地将油门一踩到底 瞬间时速飙升到300公里以上 紧跟着 一连串高难度飘移 急杀 眼花缭乱的手速 强大的马达驱使着跑车 化作一道魅影 风驰电车 突然 一个惊险的弯道 野马车灵敏地急驰而过 车身就像要飞起来般 在公路上划过一道夸张的弧度曲线 要是寻常人 恐怕早被这惊心动魄的弯道飙车给吓妙 苏南眼角余光瞥了眼身侧 副驾驶位上 牧尘闭着眼睛 没有任何动静 不会吧 这就吓晕了 苏南心里一阵失望 之前他用这招刷掉了无数男人 甚至还有人直接吐在车上 被他狠狠抱锤了一顿 要是这个男人也这么软淡 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 那就根本不需要带去见老爸了 唉 苏南将速度降下来 正准备让那男人本会下车走人 迎面是一道悠然笑脸 牧尘睁开眼眸 云淡风轻地看着他 称赞道 不错 车技很棒 从容的表情 没有一丝恐惧 苏南美眸里闪过一抹亮光 这个男人 有点意思 还不错 有点胆怯 勉强算是过了我这第一关 苏南嘴角一勾 让起一抹迷远笑意 眉毛好看的就像弯月 吐气如蓝道 接下来 我们先对下信息 我叫苏南 在林瑞集团工作 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不知不觉 跑车始达目的地 停靠在半山腰 这里是金陵城外 龙潭山 天下财富出江南 而金陵为其会 金陵城内权贵众多 而龙潭山 更是以风水著称 非一等一的大户 无资格将宅院修起在此地 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你想完好无损地走出来 待会见到他时 少说话 一切由我来安排便可 苏南再三嘱咐道 随后 他带着牧尘 走进半山腰一栋大宅 他的家算是修建的挺朴素 山水石头之间 似乎蕴含了自然之意 给人一种舒服的气息 但牧尘却一下眯起了双眼 腰椎一拱 虎不龙行 怎么回事 他一愣 跟着醒悟过来 这是系统赋予自己的新能力 在提示着某种危机的到来 大小剑 你怎么来了 一名管家模样的老男人迎上来 惊喜地问道 尤叔 这是我男朋友 特意带他回来见我爸的 我爸呢 苏南道 老爷在后院呢 尤叔目光一转 瞬间一道犀利眸光 投向一旁身姿挺拔的牧尘 哎 这小伙子 尤叔沧桑的眼眸里 闪过一抹惊异 以他跃人无数的见识 还是第一次见到 模样长得如此俊逸帅气 却又不失男人气概的男生 不过 能不能过得了老爷那一关 还得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 这一年 大小杰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男朋友 被老爷轰出去的 没有一百 起码也有八十了 当下 尤叔道 大小杰 你既然已经把人带回来 那老爷自然是要见上一见的 但按照规矩 苏南轻哼一声 袖手一挥 行吧 你把人带过去就是了 不过别忘了告诉老头子 让他最好收连点性子 别乱来 否则小心我直接出家当尼姑去 话是这么说 但苏南心底还是有些担心 凑到牧尘身边 悄悄扯了扯他的衣角 喂 你不是男什么 相信你 应该有点本事吧 要是你今天能帮我 过了我爸这一关 到时候 我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牧尘低头 瞥了眼他抓着 自己衣角的白嫩小手 心头突然一阵一动 猛地伸出大手 将其握在宽厚手心里 光滑如玉 柔弱无骨 宛如世上最精致美丽的 完美艺术品 苏南吃了一惊 下意识就想要挣脱 牧尘微微一笑 垂手贴在他额尖 清秀他发间的淡香 低声道 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 可千万别让那游书 看出任何破绽 你 我 苏南又惊又慌 明知这家伙 很可能是故意借机轻薄自己 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更可恶的是 牧尘对他做出这般暧昧动作 他不仅不反感 反而心跳加速 脸颊发烫 心脏几乎就快要爆炸 一种前所未有的异样感觉 瞬间流变全身 酥酥麻麻地 令他郊躯微微站立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 牧尘也被他娇艳欲滴的模样 给狠狠惊艳了一把 万没想到这大小姐 居然这么容易害羞 嗨嗨 你别误会 咱们毕竟是假扮情侣 自然要表现得亲密一点 免得被人怀疑 牧尘松开他的手 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感受着手上残留的余温 苏南有些怅然若失 莫名地 竟希望他能再多握一回自己的手 让他再感受一番 那宽厚掌心 带给他的安全感 做你该做的是去吧 剩下的 我倒是自会慢慢再找你算账 苏南丢下一句话 匆匆转身离开 陶冶似的 躲进了客厅旁的卫生间里 呼呼 这家伙 怎么魅力这么大 只是抓了下我的手而已 居然就让我紧张激动成这样子 简直就是妖孽转世啊 看着镜子中 自己双颊声晕的脸蛋 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 牧尘那俊腻的面容 和帅气迷人的微笑 不知不觉间有些吃了 那家伙 应该能通过老爸的考验吧 苏南捂着滚烫的脸颊 喃喃自语 心底不知何时 生出了几分期待 尤叔 你好 我叫牧尘 小伙子 性子不错 走吧 尤叔淡然一笑 转身朝大宅后院走去 两人穿过一片亭台楼屑 到达一处空旷的院落后 尤叔停下脚步 微笑看着院子深处 神色格外的恭敬 老爷 这位就是大小姐带回来的男朋友 让他进来 一道平和的声音传来 牧尘静止走了进去 绕过茂盛的园林 豁然开朗 眼前出现一个水泥的广场 四周摆着各种练功用的器具 在广场当中 一名虎背熊腰的中年男子 背负双手 昂然而立 浑身散发出一股强大恐怖的气势 宛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无敌猛将 苏震北 牧尘心中微颤 自己这位便宜岳父 果然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兵王 第四章 我要打十个 小子 你就是我女儿带回来的新男朋友 没等牧尘回过神 那个中年男子突然凝眸一瞪 目光宛如猛虎 射出撕裂天穷的锐利光芒 他的身体 更凭空散发一股凛然气势 铺天盖地地向牧尘压来 好似要将他撵成粉碎 牧尘心头一惊 昂首挺胸 从容不破道 伯父 您好 我叫牧尘 哼 苏震北眼中金芒一闪 大手一挥 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不管你是什么背景来丽 也不管你和楠楠是怎么认识的 感情有多好 我只说一句 你想当他的男人 还不配 嗯 这个开场白 也太直白犀利了点吧 牧尘摸摸后脑勺 忍不住憋出一句话 伯父 您待会不会是 还要拿钱砸我 让我马上滚蛋吧 哎 苏震北一待 这小子怎么知道 管他的 先让我试试再说 苏震北大手一拍 不知何时出现的游书 面无表情地 提着一个手提箱走上来 啪一声 打开手提箱 露出一堆红彤彤的钞票 和男男分手 这六十万就是你的 苏震北掏出一根雪茄点上 涂了一口浓浓烟雾 沉声说道 卧槽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广大穷苦男女 想要谈一场恋爱 结果却被有钱有势的岳母岳父 啪一声拎着这几百万找上门 要你滚蛋的那种狗血戏码 如果是之前 他肯定屁话不说 收下钱 立马甩手走人 但现在 他可是被戏统 变硬 了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区区一点 小钱 就轻易屈服 当下淡淡一笑 牧尘不卑不亢地说道 伯父 您可能误会了 我对男男的感情 绝不是用金钱就能拆散的 这是闲少苏震北 微微冷笑 再次拍手 游书再次登场 这一次 又一整个手提箱的钞票 被哗啦啦倒出来 那一落落百元大钞的刺眼红色 几乎亮瞎牧尘的太合金狗眼 一百万 加上之前的六十万 你奋斗十年 也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 苏震北两眼微眯 目光灼灼地盯着牧尘 谁知牧尘看都不看一眼 那一落落钞票 眼神 风轻云淡 表情 更无一丝变化 有始至终 从容洒脱 伯父 如果您真的心疼关心南南的幸福 还望您自重 牧尘斩钉截铁的沉声说道 苏震北双眼一眯 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牧尘 身为一代 人熊 他见过太多 所谓的年轻俊艳 手中历刃 更不知沾满了多少大人物的鲜血 但他从未看见过 一个年轻人 面对自己 依然能表现得 如此从容淡定 尤其是他那双深邃沉静的眼眸 有着与年龄完全不符的成熟 冷静 老爷 尤叔在一旁轻唤一声 似乎在提醒要不要 把准备好的别墅产权证 豪车钥匙等等之类的东西 统统拿出来 反正 苏家有的事前 就不信这小家伙不动心 苏震北却是摇摇头 踏步上前 大手往牧尘肩膀上重重一拍 爽朗大笑 哈哈 小伙子 有点意思 走 我请你喝茶 牧尘猝不及防 感觉浑身骨头 都差点快要散架 心里却是暗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总算是 暂时先过了这第一关 不过对自己刚才的表现 他很满意 是金钱如粪土 不畏权势折腰 男子汉大丈夫 当如是 一刹那 牧尘感觉自己 整个人的精神境界 突然升华了不少 别墅 花园 鸟语花香 几只颜色变异的金龙里 在水池里悠闲游动 时至亭台里 苏男局促不安 面带幽容 连庸人端上 他最喜欢的玫瑰果茶 也没有心思喝上一口 他说不清 自己此刻究竟是什么心情 如果换作是平时 即便自己带回来的 男朋友 经不起老爸的考验 他也无动于衷 因为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从他成年起 他都不知道 自己那不可一世的老爸 挥舞着支票簿 赶跑了多少接近他的男人 但这一次 他却隐隐希望 那个让他有些心动的男人 能挺起胸膛 硬气而又面带嘲笑的 毫不客气地 拒绝他父亲的金钱攻势 哪怕他 只是自己临时租来 应付老爸的假男友 他是男神 他一定没问题的 想起牧尘那挺拔硬朗的身姿 和帅气迷人的笑容 苏男忍不住喃喃自语 如果连他这么完美的男人 都过不了老爸的考验 那他今后 岂不是要孤独终老 突然 一前一后两道身影 缓缓走了过来 牧尘 苏男回过神 豁然起身 情不自禁地惊喜叫了一声 盛世美颜的翘脸上 绽放出一抹绚丽灿烂的笑容 他果然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他做到了 这一刻 苏男捂着嘴唇 水汪汪的美眸 直勾勾盯着牧尘 恨不得立马在他脸上亲上一口 以示奖励 第一关 算这小子过了 苏震被大马惊刀地坐下 抿了口茶水 冷哼道 但想仅凭这点 就当我苏某人的成龙快絮 还远远不行 苏男可不管这些 坐到牧尘身边 巧声问道 牧尘 我罢他 没对你怎么样吧 他就那臭脾气 罢到惯了 对谁都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你别放心上 牧尘则朝他微微一笑 左手轻轻拉过他的纤细小手 温柔道 没事 伯父没有为难我 嗯 那就好 苏男轻轻汗手 眼角余光偷偷瞥了眼 他英姿薄发的面容 方星突然猛地再次碰碰狂跳 他忽然在想 这个男人 或许可以成为他真正的男人 看着眼前一对年轻男女 在自己面前 公然轻轻握握腻歪的模样 苏正北心里很是不爽 NND 老子还没答应你们俩的事呢 这就在我面前嗅起恩爱了 简直岂有此理 老子好不容易养熟的大白菜 可不想被一只野猪给拱了 爸 我警告你 牧尘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不许你再欺负他 仿佛察觉到 父亲不怀好意的目光 苏男默地扭头瞪着他 恨恨说道 啊 那得看老子 心情高兴不高兴 苏正北冷笑一声 面无表情地看向牧尘 小子 第一关你是过了 但第二关 才刚刚开始 爸 苏男心情一紧 伯父 您请说 牧尘却是依然镇定自若 喝了口茶 不急不徐地说道 第二关很简单 我苏正北吃的是刀口上舔血的饭 你想跟我女儿在一起 可以 但得先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说着 他打了个响指 花园里 突然空气一冷 仿佛一股寒流到来 先是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紧跟着十名黑衣 魁梧大汉 宛如一道方阵 气势冷凛地闯了进来 一字排开 面无表情 十个魁梧大汉 宛如人形兵器 散发骇然气息 这是我在非洲创建的一家 安保公司的保镖人员 也是 你这次的第二道考验 黑血位 苏男无嘴惊呼 这十人 可都是老爸苏正北 亲自调教出来的高手 精心栽培的精英保镖 在海外拥兵界 被誉为黑血位 擅长各种搏击格斗技巧 身手超凡 手上不知沾染了多少鲜血 每一个人的身价 起码都在百万美金以上 一般情况下 老爸绝不会轻易动用他们 但现在 老爸这是什么意思 随便挑一个 打赢了 我就允许你和南南在一起 苏正北嘴角一勾 眼神玩味地看向牧尘 不行 苏男率先气急败坏地出声否决 牧尘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顶多也就体格比一般人强壮一些 但面对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 恐怕连一招都挡不下来 让他跟他们对打 根本就是让他找虐送死 自己好不容易才看上一个比较满意的男人 怎么能就这样被老爸给毁了 坚决不行 放肆 苏正北也谋默地一宁 力声赤道 该怎么做 我自有分寸 何时轮到你来操心 我苏正北的女儿 岂是随便什么人想娶就娶的 要想做苏家的女婿 就必须要有这份能耐和担当 否则趁早有多远就滚多远 苏男大吉 还想再抗议 牧尘轻轻一拍他手背 用眼神阻止了他 目光转向苏正北 神色为难道 伯父 这恐怕不太好吧 要是万一出了意外 放心 他们下手很有分寸 不会要了你的小命 而且 我给你买了保险 断一只手 我苏某人赔你五百万 断两只脚 我赔你一千万 苏正北淡然道 不是 伯父 我说的是 万一他们出了什么意外 我没法跟您交代 牧尘摇头道 什么 苏正北双目猿 睁如同龄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尤叔摇头晃脑 怅然一叹 这孩子 怕不是被吓傻了吧 怎么竟说胡话 石穴位各个面犯冷笑 杀鸡凛然地死死盯着他 宛如看一只将死的可怜虫 苏南则是又气又急 真想让他刚才口出的狂言吞回去 他老爸是什么人 他比谁都清楚 这些黑穴位 拥有多么恐怖的实力 他更是亲眼见识过 现在 牧尘居然敢如此大放厥词 这不是找死吗 果然 苏正北似乎被激怒 大手一挥 冷声道 生死有命 若他们出事 绝不会有人怪罪于你 但你小子 我倒想瞧瞧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竟敢在我面前这么狂 好吧 那我就先试一试 牧尘轻轻一叹 便欲起身 牧尘 不要 苏南急忙抓住他的手 拼命摇头 牧尘咧嘴一笑 凑到他耳畔 轻声道 你还记得你的要求里 写着能打这个条件吗 什么 苏南神情一正 接着才恍然回过神 惊异地看着他 难道你真的很能打 当然 牧尘淡定地点点头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打 话落 他站起身 缓缓走入场中 正好 苏家别墅的花园 本就是以练武场的形式 休憩而成 当庸人收走一切摆饰后 花园里立马空出一片空地 伯父 您确定真要这么做 站在十个杀气凛然的 魁梧大汉跟前 牧尘朝苏镇北叹气道 如果这就是您想看的 那么可以开始了 阿烈 你上 苏镇北冷笑 朝其中一名大汉叫了一声 随即掏出支票簿 刷刷写下一行数字 对牧尘道 一千万 我等着你来拿 言下之意 是要打断牧尘 这狂妄之徒的两条腿 牧尘摇摇头 看着名叫阿烈的男子上场 跟着很小心地摇头 说道 伯父 您弄错了 嗯 苏镇北眉头一挑 我说的开始 是让他们都上吧 什么 全场喧哗 没错 我就是 要打十个 牧尘咧着嘴 一口大白牙 在阳光下散发光亮 脸上笑容无比灿烂 第五章 太能打了 杀气 蔓延 牧尘站在场中 依旧在咧嘴微笑 这让四周人等 各个怒气连天 黑穴位是镇天安保的精英力量 在非洲这片残酷嗜血的世界 十人上刀山 下火海 各个身经百战 造就无敌之名 但此刻 却被一个无名小子给轻视了 杀 突然 那名叫阿烈的大汉 猛的虎扑上前 朝着牧尘冲杀过去 其余大汉 也都是气势一领 双眼冷峻 瞬间冲杀至牧尘周身 而后展开迅猛攻击 或拳头直轰 鞭腿横扫 手刀突刺 动作凌厉 宛如死神 当各方攻击抵制牧尘头顶 他缓缓闭眼 像块木头一样 一动不动 吓傻了吗 苏震北眉头一皱 继而冷笑 狂妄 无知 这小子胆敢一人力挑十名黑血位 谁给他的勇气 就连自己 都未必敢如此行事 牧尘脑海里 各种画面浮现 刀光剑影 你的格斗能力 正在飙升 你掌握国术 精通永春 太极 行义 八极 你掌握以色列格斗术 截拳道 太拳 格雷西柔术 你领悟龙虎权益 无畏之心 百战之魂 短短一瞬 牧尘心眸睁开 神光异矣 战 牧尘猛地起跳 身子凌空跃击 地面军裂 当空一拳 手背上条条青筋 如囚龙笑天 恐怖至极 紧跟着一拳冲天 凌厉地轰向阿烈的腹部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阿烈也是个高手 眼神微微一眯 闪电之间 攻势散开 双拳回撤 想要防御 但牧尘攻击 如雷霆急电 他只觉腹部隐隐一通 四周画面一个旋转 瞬间 整个人便倒飞了出去 重重砸倒在地 牧尘不知何时 便已落在比武场的另一头 缓缓收拳 什么 看着阿烈顷刻间 失去战斗力 昏迷掉在十来米外 其余黑穴位 进阶色变 苏震北更是震惊 死死盯着牧尘 这小子 他冷吸一口气 竟是说不出话来了 但震惊 还在继续 牧尘嘴角扬起一抹悠然 猛地急冲 趁着黑穴位惊讶之余 直接冲入人群 开始展开贴身肉搏 黑穴位的反应也很快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大汉 猛地回转身子 守成阴爪 怒而出击 铁爪一抓 撕裂空气 摩擦出破空声 狠狠抓向牧尘的胸口 对方的速度很快 快到极致 但这时 牧尘猛地一飘 他施展出一门步伐 就好像修行过上千遍 心中一时一动 身体便自然产生反应 迅速躲避开来 羚羊挂脚 所谓羚羊挂脚 飘忽不定 无迹可寻 牧尘轻巧自如地避开 而后拳便为掌 宛如一把开天战刀 狠狠劈下 一刀 便将那人劈晕过去 身子瘫软在地 一名黑血尉绕过左侧 大手一扬 一招行一杀招 炮拳 轰天盖地冲向牧尘 但全境未至 一道黑影立压而下 牧尘原地腾空 如大鹏斩翅 一腿直接轰压在那人头顶 无形气势爆裂 那黑血尉无法承受 整个人如插葱一样 水泥地面军裂 双腿嵌入地里 电光火时间 三名黑血尉 失去战斗力 众人振步 这小子是什么来路 短短几秒间 就放倒了他们团队中 最精锐的同伴 我要挑十个 那看似猖恐的话语 仿佛还在回响 但此刻听来 却让其余黑血尉 脸色苍白 眼神紧张 流露浓浓的敬畏之意 他们做梦 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看似 普通的年轻小子 竟然真的有这个实力 花园一角 苏南已经看呆了 傻傻望着这一幕 脑海里 那个帅气到 让人和不拥腿的男人 身影再一次高大起来 紧跟着苏南浑身颤抖 他发现 自己竟然情不自禁地 夹紧双腿 那突如其来的一抹黏乎乎 更是让他满脸羞红 方形大乱 多久 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苏南痴痴地看着那道身影 场上 战斗已经进入尾声 牧尘仿若战神附体 赤身空拳 杀入黑血尾人群 气如火药拳如弹 腿如钢鞭扫八方 砰 一声巨响 牧尘双拳砸倒 最后一名黑血尾 力度控制到刚好 使得对方瞬间失去战斗力 但身体却又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精准的力度 犀利的手法 刁钻的技巧 他行云流水 诠释出 何为高手风范 当最后一名黑血尾倒下 牧尘微微一笑 走到苏振北跟前 朝他抱拳 伯父 不知道我过关了没有 苏振北 一张冷峻的国字脸 此刻面无表情 一群护卫飞快上场 将昏迷的十名黑血尾扶起 查看一番 发现牧尘下手恰到好处 竟是没有伤到众人 都是大为惊骇 跟着朝苏振北微微点头 带着一群人退下 苏振北的脸色 这才悄然变转 几秒后 他两眼放光 哈哈大笑地走来 拍着牧尘的肩膀 发出胡吼一样的声音 哈哈 小子 有意思 可以 你是这个 说着 他竖起大拇指 看向牧尘的目光 恨不得吞了他似的 苏伯父 这十名兄弟 是你属下最强的十人 牧尘突然发问 嗨嗨 你小子别得意 别看你打翻了我十个手下 但跟我的最强精英比起来 还差了点 对 毕竟你还年轻嘛 经验还有点不足 苏振北脸色有点尴尬 但还是强行 装Bi的说道 我苏振北在非洲闯荡 底下精英一大把 当然 跟我比起来 就更不算什么了 所以 你小子别以为实力蛮横 就能欺负我女儿 我告诉你 这是 下一秒 牧尘眼神一亮 伯父 不知可否指点一番 牧尘跃跃欲试 感觉身体一股压抑不住的战役 系统增强了他的格斗能力 更让他此刻拥有向武之心 苏振北能尊为一方兵王 自然有极强的实力 他忍不住想要挑战一番 嗨嗨 瞬间 苏振北双眼一眯 借着喝茶的空当 偷偷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靠 这臭小子 居然敢向劳子挑战 这是要给劳子的下马威啊 完了完了 劳子 好像打不过他 苏振北心底嘀咕不停 若是十分钟前 苏振北对牧尘不屑一顾 但亲眼见证 他击败十名黑血位 也不禁让苏振北心头震步 要知道 十人可是他的最强手下 就算是他 独占十名黑血位 顶多也就落个双方占平的结果 而牧尘呢 脸不红 气不喘的 就好像随手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厉害 这小子 竟有几分我年轻的风范啊 随后 苏振北神色一旦 挥了挥手 但跟我比武 你还不够格 嘿嘿 先这样 有空我指点你几招 跟着态度一变 目光炙热地走上前 亲切地拍着牧尘的肩膀 哈哈大笑 小子 走 陪我喝酒去 老爸 一旁 苏南看得傻眼至极 这还是他那个老爸吗 什么时候 对人这么客气了 一时间 他感觉不适应得很 但心里 他也明白 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男人带来的 牧尘 他真的做到了 他也太能打了 苏南惊喜无比 偷偷念叨几句 羞红着脸跟了上去 正好是傍晚 苏振北举行家宴 拉着牧尘喝了得不停 期间 十名黑血未醒来 十人走到牧尘跟前 二话不说 一人一口白酒下肚 眼神火热 双拳一爆 齐声道 兄弟厉害 我等夫妻 牧尘从容一笑 连忙回敬 一餐晚宴 兵煮尽欢 苏振北更是拉着牧尘 态度那个好呀 两眼看着牧尘的目光 那是极致的炙热 几杯酒下肚 已经把牧尘 当作自己的女婿看待了 你们 要尽快那个 劳自巴望着抱孙子 已经够久了 迷迷糊糊的 苏南被老爸拉着 连带着牧尘 给推进了自己的闺房里 恍惚间 牧尘感觉苏振北 还往自己口袋里 塞了一件物事 苏振北啪一声 把房门关上 下一秒醉意退去 神情激动 喃喃念叨 这小子这么能打 基因一定好 我苏振北 终于要抱孙子 房间里 牧尘满脸通红 感觉浑身发热滚烫 那个 你们家的酒 竟可真大 气氛有点尴尬 好半天 牧尘憋出这么一句话 啊 苏南呆滞了一会 片刻后 脸颊浮现红韵 羞大大道 你刚才喝的 应该是老头子 从非洲带回来的龙虎酒 什么龙虎酒 你 非要人 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啊 就是那方面的酒啊 苏南眼睛泛着光 抬头看了眼牧尘 四目相对 他轰得一下 身体一颤 整个人紧张极了 瞬间害羞 把头别了过去 啊 牧尘棱住 几秒后 右手从口袋里 掏出遗物 低头一看 某某神游 卧槽 第六章 轻一下给好评哦 你手里拿着什么 苏南眼间 下一秒就看到 某某神游四个字 紧跟着神色一顿 疼得一下闹了满脸飞红 一把抢过去藏起来 嘴巴嘟噜到 我爸退不正经了 你别跟他学话 别啊 这可是伯父的一番好意 牧尘看着他羞红的表情 有心逗他 怎么办 我感觉体内一股力量在翻滚 我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了 说着 直勾勾地盯着苏南 故意前进一步 使得两人距离贴近 而牧尘呼出来的鼻息 都快喷到苏南脸颊上 你 苏南感觉身子有些酥麻 下意识退后三步 捂着小胸口 墙按住一颗扑通扑通 直跳的小心脏 老实说 苏南的眼光很高 但今天的牧尘 实在给了他太多惊喜 心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以至于牧尘故意靠近他时 苏南便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眸 修长的睫毛 轻轻颤抖 哈哈 看着苏南的反应 牧尘嘴角一勾 这小妮子也太不惊斗了 不过我可是好人一个 怎么可能干出 祸害雇主这种事情来 不行 我得离你原点 要不然 我怕自己干出 受性大发的事情来 脾气一笑 牧尘走到房间一脚 原地盘膝坐下 苏南这才反应过来 脸红了半天 最后憋出一句话 牧尘 谢谢你 客气啥 应该的 牧尘笑了笑 朝他说道 不过现在 咱们可怎么办 我爸就是那德行 没事的 你要不忙 就现在 我房间里待一会 过会我送你回去 行 牧尘点点头 这会终于有空 打量苏南的闺房了 一股子小家碧玉的氛围 当然 也带着极鲜明的个性 比如墙上挂着的电吉他 还有一排照片框照片框 都是苏南拍摄的 有关汉服的写真 美极了 你喜欢汉服啊 嗯 太美了 宛如九天仙子 牧尘毫不吝惜地赞美 这让苏南高兴极了 像吃了蜂蜜一样甜美 为了打发时间 也为了消磨空间里 两人独处的那一丝丝小尴尬 苏南突然开口 牧尘 要不 我穿汉服给你看 好呀 牧尘眼前一亮 等着 苏南羞涩地打开衣柜 挑出几件款式 华丽古典的汉服 转身走到房间里的换衣间 趁着美人离开的空档 牧尘起身 在房间里轻轻踱步 看得出 苏南是个爱干净的女孩 床头柜和书桌收拾得一尘不染 而且 爱好也很广泛 各种技能都有射击 牧尘甚至在角落里 找到了一副拳击手套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牧尘心底一笑 呀 这时 换衣间突然传来苏南一声 着急的声音 牧尘吓了一跳 连忙冲到门口 苏南 怎么了 良久 换衣间里传来苏南一声 羞答答的回应 牧尘 你能进来吗 咕噜 牧尘下一时吞了下口水 紧跟着回了一声 好 推门而入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大片白皙的肌肤 苏南正换上一件云锦凤鸟服 不过在转身的时候 裙摆被衣柜脚 不小心探出来的一根钉丝给勾住了 以至于他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你没事吧 牧尘连忙走过去 将苏南扶起 一不小心 一双大手触碰到他柔软白皙的肌肤 刹那电流划过 让两人结实一颤 我没事 苏南脸红地搭着牧尘的臂膀站起来 跟着将长裙一收 相紧到半边胸口的雪白 落在衣衫底下 那一抹风景消散 这才让牧尘念念不舍地收回目光 你看 我这样漂亮吗 苏南带着些许小俏皮 在原地打个转 漂亮 牧尘肯定得到 好不容易按捺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在这一刻 又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嘻嘻 苏南顿时感觉魂都飘了 女为悦己者容 这一刻 他才真正醒悟到 自己居然如此在意牧尘的看法 太美了 用任何言语 都无法形容你的美 牧尘发出惊叹 微微一笑 还有吗 当然 随后 苏南兴高采烈地换了好几套汉服 每一套服饰都各有风情 将他的气质和容貌 展露得淋漓尽致 而牧尘 也像欣赏着一出模特大秀 净薄眼符 时间总是够得很快 但时针指向八点时 系统发出提示 宿主 委托人的任务时间 即将结束 好的 牧尘在心底回了一声 在苏南兴趣盎然地 准备换上下一套汉服时 打断了他 苏南 那个 不好意思 咱们今天这一单 时间到了 啊 苏南瞬间脸色一白 紧跟着浮现懊恼后悔之意 我怎么这么傻啊 他想起来 下午下单的时候 他选择的租期是半天时间 而现在进入夜晚 显然时间已到 早知道牧尘这么好 我就应该二话不说 定个一年半载的 叹了口气 苏南脸色一红 颇为不舍道 那我现在 能够续单吗 牧尘在心底询问系统一番 随后也颇为无奈地摇头 恐怕不行 哎 那好吧 我送你回去 苏南瞬间心情低落 轻咬背齿地走回换衣间 换上先前的衣服后 带着牧尘走出房间 别墅客厅 苏震北看到女儿和牧尘出来 瞬间脸色狂喜 哈哈大笑 你们小两口子 可真能闹腾 可不 小两口在房里 一待就是个把小石 天雷勾地火的 再加上自己的神助攻 这是肯定成了 注意到女儿那一抹飞红鱼韵 苏震北紧跟着朝牧尘 黑黑一笑 竖起大拇指 牧尘女婿啊 能耐啊 有几分我年轻时的风范 爸 苏南一脸的男为情 更多的是 吴雨 他老爸什么脾气 自己带回来的任何男朋友 他都瞧不上眼 可今天 光光是给牧尘喝的龙虎酒 就去了七八坛 还送了个修人的玩意 生怕两人造人晚一步似的 自己有那么廉价吗 人家的老爸 都是生怕大白菜被野猪给拱了 自己倒好 活生生给送上门去了 苏南一时间郁闷极了 可心里 却也起了一丝得意 哼 看你在说 我找的男人不靠谱 这不是有牧尘吗 一个打实 我送牧尘回家 甩下一句话 苏南紧紧地挽着牧尘的胳膊 轻腻地举止 眼神里满满都是甜蜜 伯父 那我走了 牧尘当然没忘记自己的任务 神色一正 朝苏正北告辞道 牧尘啊 有空常来晚啊 苏正北一脸笑嘻嘻 看着两口子 一副恩爱甜蜜样 心底满意极了 要不 让苏南搬出去跟你住 下一秒 苏正北多嘴一问 就跟卖女似的 闹得牧尘和苏南 都是脸色一红 急忙走出了苏家别墅 老爷 有必要吗 等到两人的背影消失 尤叔出现在苏正北身边 一脸的惊奇 老爷是多么的心疼小姐 可今天他的反应 实在跟父亲的形象 差得太远了 当然 苏正北嘴角一勾 目光深邃 当年 所有人都称我为兵王 高手寂寞 但这小子 却可称兵皇 再次坐回野马跑车 随着车门关闭 狭小的空间里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两人的关系 似乎更进一步了 哎呀 挥了挥手 准烫发热的脸颊 和耳朵的热度散去 苏南这才悠悠一声 牧尘 你可以不走吗 或者 明天开始 我能再次下单吗 时间的话 就预定一个月 好不 啊 牧尘一听傻眼 醒悟过来 自己这是被包养了 提示宿主 三十天时间内 无法被同一位委托人 连续雇佣 好吧 牧尘苦笑一声 认真地回应苏南的目光 摇头道 不行哎 公司有规定 我给你钱 好不 你也看到了 我家很有钱 你做这个 应该也是为了钱吧 苏南鼓起勇气 向牧尘投去一道 西纪的目光 我是说 我养你 这 牧尘被他认真的模样 给逗乐了 扑斥一笑 苏南 你别难为我了 其实我做这个 真不是为了钱 而是另有原因 实话告诉你 你可以把这看作 是一种历练吧 啊 那岂不是说 明天或者未来某个时刻 也会有像我这样的客户 雇佣你这位极品男神咯 苏南心底一酸 咬着嘴唇 吃醋极了 看着那张美丽的脸蛋 一下变成苦瓜脸 牧尘一时心软 犹豫了下 开口道 其实 今天 是我的第一蛋 天 苏南睁大了美眸 表情无法抑制的惊喜 我 我是他的第一次 天啊 我居然是牧尘的第一次 苏南兴奋极了 只觉得所有委屈都没了 下一刻忍不住在车厢里 手足舞蹈起来 开心的像个小女孩似的 乌黑的眼眸里 水汪汪一片 对了 待会有个信息回访 别忘了给我个实行好评哦 想到任务完成后的奖励 牧尘第一时间提醒道 实行好评 对你很重要 苏南眼珠子一转 灵动地盯着牧尘 嗯 牧尘重重点头 看着那张英俊硬气 帅得让人合不拢腿的脸 再想到牧尘的表现 苏南越看越喜欢 越想越满意 忽然之间 勇气一股 豁出去似的 朝牧尘闭上了羞涩的眼眸 那好 亲我 你亲我一下 我就给你实行好评 第七章 牧尘是干那一行的 这 牧尘有点为难 当然 不是 下不了嘴 苏南这么漂亮的女孩 主动提出来这个要求 她欢喜还来不及呢 她怕的就是苏南 粘上了她 万一这清楚感情来 她真把自己 当成她的男友呢 这不影响她日后接单吗 自己可是要有职业精神呢 当即 牧尘一本正经的道 不行 啊 苏南瞬间觉得自己听错了 看着牧尘那坚决的眼神 不得不承认 她认真起来的样子 真的帅极了 可是 她说什么她拒绝了 自己一个女孩子大着胆子 提出这么羞涩的要求 可她 她竟然拒绝了 天哪 这可是我的初吻 一时间 苏南两眼水汪汪的 委屈的嘟噜道 牧尘 为什么 你嫌弃我吗 当然不是 只是我们公司有规定 不能和客户发生感情纠葛 牧尘叹了口气 心底也纠结得很 坏人 苏南一阵委屈 双手握着方向盘 白皙得玉手无力得很 心里懊恼地喊道 这算什么 聊了人就跑吗 太不负责了 牧尘 你就是个大坏蛋 一边说着 一边用小脚踢着车厢 一边强忍泪水 心底不断埋怨牧尘的不解风情 其实 我也很痛心 很挣扎 真的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要是在另外一个环境 时间 我绝对会动心 会 牧尘知道 拒绝一个女生的求吻 会让对方多么地尴尬 于是只能用各种言语 安抚苏南 苏南轻咬背齿 偷偷瞄了一眼牧尘 见她 也甚为无奈的表情 一时 苏南又迷失在她的盛世美颜 好 好吧 不忍牧尘难为 苏南第一时间将心态转变 低下头 发出难过而又苦涩的声音 要不 你换个要求 瞧见苏南这既委屈又难过的表现 牧尘也跟着心软 与其一浅 温柔地开口 除了一些暧昧的言语举止 其他都可以哦 真的 听见牧尘这么一说 苏南眼前一亮 沮丧的心情 这才稍微好了起来 那你再陪我去一个地方 放心 最多耽误你半个小时 苏南流露祈求之意 牧尘二话不说地点头 好 很快 苏南驾驶跑车 抵达河滨公园 而后拉着牧尘的手 欢呼雀跃地 往一片枫叶林跑去 正值夜晚 河滨公园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光 将枫叶林映照得美丽无边 爽朗的秋风缓缓扶过 一片片红风悄然落地 令无数情侣都身陷其中 太美了 苏南高兴地像那小女孩 脸颊红彤彤的 不知不觉 四周一对对情侣互相抱住对方 陷入这极致浪漫的氛围 牧尘也感觉到 苏南紧紧挽着自己 将针手轻轻靠在自己的肩膀 沉浸在美好的一幕 牧尘 嗯 牧尘轻轻一声 表示自己在听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曾经无数次期待 能和我最喜欢的男生 漫步在这红风铃里 一时间 两人一微的动作 完全定格住了 苏南幸福极了 两久 那种心动的感觉 都未曾退去 反而越来越猛烈了 幸福 是靠自己追求回来的 苏南脑海猛地浮现这么一句话 他突然露出一道坚决的表情 念念不舍地抽回小手 朝牧尘努了努嘴 牧尘 你住了 我送你回去 眼睛里一抹狡黠 显然想借送牧尘回去的机会 探听到他的住所 不用了 你送我到前面那个车站就好 牧尘当然知道女神的意图 当即微微一笑 礼貌地婉拒了苏南的好意 那好 我陪你再走一段路 苏南当即跟了一小步 双手自然地搭挽着牧尘的胳膊 半边针手贴近他的肩膀 小香蛇轻轻一吐 半个小时还没过呢 牧尘哭笑不得 这女人是真的粘住自己了 男神共享系统也太厉害了 这才半天不到 就把苏南这样一个冰山女神 给改造得对自己死心塌地了 不过身边有一个美女相伴 牧尘也很享受这种氛围 两人就像情侣一般 缓缓跺步朝公交车站走去 哎 牧尘 瞬间像做贼心虚般 脸色通红地挤出一个笑容 啊 贝学姐 这要巧啊 面前 贝小薇一身长裙 但欠脸却有些苍白 看着牧尘身边 挽着一个容貌风情 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大美女 她说今天有事 原来 就是和另外一个女人约会啊 一时间 贝小薇咬紧嘴唇 感觉心底一痛 牧尘 这是谁 苏南察觉到一抹诡异的气氛 漠然睁大眉眸 死死地抱住牧尘的胳膊 朝她甜美一笑 我 我同学 牧尘偷偷擦了擦冷汗 有心解释点什么 但瞬间察觉到 两刀利剑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身旁两个极品美女 仿佛陷入一场无形的精神战争中 彼此瞪着眼 互相发出敌意地打量对方 牧尘 她又是谁 贝小薇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发问 她脸色苍白极了 也很生气 明知道这个提问很无理 但就是 忍不住想问 毕竟下午牧尘才刚刚拒绝了她的邀约 可转眼就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这也太伤她的心了 她 她叫苏南 是 是我的一个客户 贝小薇毕竟是牧尘曾经暗恋的女神 面对着她 牧尘还是有些许紧张 也不想欺骗她 当即苦笑说道 什么客户 贝小薇一愣 呵呵 还能是什么客户 当然是那方面了 一道尖锐中 带着嘲笑的声音响起 贝小薇身边走过来一个沉稳男子 大约二十五出头 一身文质彬彬的西装 手腕上带着低调 却不失奢华的宝级名表 小薇 想不到你的同学里 还有干这一行呢 李国胜目光极度地看着牧尘 就算他是男人 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个男生 长得也太帅气了 而且不只是帅 那一身衣服 掩盖不住的紧视肌肉 仿佛能贴见那矫健的肌肉和人鱼线 简直太慢了 这不可能 被小薇震惊地盯着牧尘 牧尘 我对你的服务很满意哦 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可偏偏这时 苏南俏皮地朝牧尘 投去一道风情无限的眸光 紧跟着一个飞吻 拍在牧尘的脸上 扭动着恶魔的身姿 娇媚地打开野马跑车坐了进去 轰隆 马达一轰 带着野性而又性感的跑车 呼啸地驶了出去 牧尘直接顿在了原地 跟着浮现哭笑不得表情 苏南 感情我看错了 还以为你是个温柔可爱的小女人 其实不是 你的骨子里 就是一个小魔女 居然丢下这么一句话来 这不是故意让人误会吗 察觉到贝小薇那不可置信 却又充满疑问的目光 牧尘知道麻烦了 干脆飞身跳上一辆公交车 朝他丢下一句话 贝学姐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牧尘 你 贝小薇一急 刚想追上去 就被李国胜拦下 小薇 待会不是说好的去看电影吗 看着追求了好一阵子的贝小薇 露出吃醋一般的表情 李国胜眼中闪过一道怒火 却又很好地掩饰起来 朝他温柔一笑 看完电影 我预定了凯旋空中餐厅最好的位置 360 无死角一览精灵的夜景 你会喜欢的 不去 我先走了 贝小薇的心情跌落谷底 哪还有心思和李国胜约会 反正他也是被家里人逼的 随即冷冷一声 搭乘下一班公交车返回学校 可恶 河滨大道 李国胜一脸阴霾 几秒后 他又露出冷笑 右手一挥 一辆银白色冰力飞驰 缓缓驶到身前停下 贝小薇 我看你 还能矜持高贵了多久 李国胜坐进豪华的轿车里 拨通手机 声音冷烈道 针对贝氏集团的股份 展开第一轮狙击 与此同时 贝小薇轻咬嘴唇 双眼无神地 坐在公交车里 像双打了个茄子一样无力 胶躯轻颤 神色充满了疑惑 难道 他真的去当了那个 鸭子 叮铃铃 手机铃声响起 接通 表姐 发出一声欢呼 小薇 是我 对 三天后的机票 我飞到精灵 电话那头 一片白色床单 白色墙壁的房间里 叶飘音轻轻放下电话 看了眼满是针眼的左手 甩了甩头发 露出淡淡的微笑 耳边 一声苦涩的话语 仿佛还在回荡 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目前来看 大概还能活半个月 我建议 在最后的时间 你和家人在一起 或者出去走走 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 第八章 大师级药善技能 牧尘刚刚返回寝室 就听到脑海之中 传来系统的 罗莉音提示 叮咚 恭喜宿主 成功完成 第一笔订单任务 获得来自委托人的 实行好评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500点积分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一次选择权 可获得一次 来自委托人 提出能力及才艺技能的机会 太棒了 牧尘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璀璨笑容 毕竟是第一单 虽然他自认为完成得不错 但此刻系统的认可 还是让他由衷的兴奋 对了 这个积分是做什么用 牧尘在脑中询问系统道 鉴于宿主成功开启 迈向男神之路 系统开启商城 积分可用于兑换各类道具 牧尘心底一动 眼前浮现一个虚拟界面 展览出各类道具物品 神之手 使用后 宿主可获得神之手速 在一切需要动用到手速的事件上 宿主的手速将会超越凡人境界 达到极致速度 盗梦笔记 此笔记一经使用 可任意添加施展对象 获得盗取对方梦境的权利 亦可滋生幻想 令目标陷入噩梦之欲 精英级厨艺速成指南 宿主使用后 便可获得精英级别厨艺技能 附送神级美食家味蕾 神之嗅觉 琳琅满目的产品 看得牧尘眼花缭乱 神色开始战红 厉害 牛逼 这么多道具和技能 自己要是能够全部拥有 岂不是能够变成这个世界上 最完美的男人 不 应该说是最强的男人 不过很快 一系列道具物品后面 需要兑换的庞大积分值 彻底摧毁了牧尘的美梦 靠 这个神之手 居然要八万点积分才能兑换 牧尘扎舌不已 本来看到这项技能时 他还兴奋不已 幻想着自己拥有神之手 光靠一只手 就足以让无数女人沉沦 但现在看来 这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 八万点积分 接单一次才得五百点 也就是说 起码要接一百六十次单才能兑换 商城里的所有道具列表 都看了得一清二楚 他注意到 商城里提供各种道具才艺 技能特效 但唯独一样没有显示 系统 好像变帅这个功能 商城里并没有 牧尘皱眉提问 对的 那好 那我选择将颜值转化永久存在 牧尘笑了笑 既然其他能力和道具 都能在商城里兑换 那么这一次来自苏南的三项要求里 自己选择颜值突变永久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叮咚 正在进行永久转变 恭喜宿主 成功将盛世美颜 转化为永久颜值 随着罗里音系统的提示 很快 一道光芒从牧尘脸色一扫而逝 几秒后 牧尘站在镜子前 发现自己的脸蛋 依然帅气无比 快要突破天际的妖孽颜值 配合上一种 无法言语形容的气质 使得他整个人彻底升华 果然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 颜值极是正义 牧尘很满意地欣赏自己的变化 看来以后 自己刷脸吃饭 是不成问题了 至于其他消失的两项能力 牧尘也有信心 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回来 对了 系统 那我现在的500点积分 可以兑换什么 看着系统随后提供的列表 大多是一些 较为普通的道具合技能后 牧尘摇了摇头 并不准备将真系的积分 浪费在这些项目上 系统 你之前不是说可以抽奖吗 对的 宿主的500点积分 可以抽奖五次哦 那就来一波吧 说不定我是绝世欧皇 一发入魂呢 牧尘笑了笑 在心底念叨一句 开启抽奖功能 眼前浮现一个 类似抽奖大轮盘的道具 指针移动 抽奖开启 谢谢会顾 牧尘的脸色僵硬在原地 片刻后 眼皮一动 差点跳起来骂人 再次谢谢会顾 牧尘深吸一口气 不行 注意形象 气质 我可是要成为 极品男神的男人 怎么可以不顾形象的 指天大骂呢 跟着 又是两次谢谢会顾后 牧尘脸色铁青 嘴角抽动几下 最后恶狠狠发出一句咆哮 系统 还有最后一次 叮咚 恭喜宿主 成功抽取到 大师级药膳技能 大师级药膳技能 本技能为弘扬中医食疗文化 预医于食 即将药物作为食物 又讲食物负以药用 要借实力 食注药威 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 本药膳食疗技能 包含以下清单 提供虫草山身机 身容熊掌 当归生姜羊肉汤 山药茯苹包子 最后的清单列表 足足上千种药膳款式 看得牧尘一阵震惊狂喜 牛 这也太牛了 这岂不是说 我以后出去 也能自封半个神医了 对了 宿舍里不是有电饭包吗 按照这上面的清单 好像这一款 养生药膳粥 需要的材料最简单 马上就能烹饪 不正好试验下吗 当即 牧尘选择 使用 这个功能 脑海里 大师级药膳技能 化作一道光芒 牧尘随即闭上眼眸 瞬间脑海里 多出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那几秒的时间 他露出如痴如醉的表情 四在感悟 等到睁眼后 牧尘浮现惊喜之意 难难自语 华夏饮食文化 果然博大精深 区区药膳 竟能区百病 资养生 当即 牧尘迫不及待地 跑到学校超市 买来养生药膳粥 需要的一系列食物材料 一人米 党参 甜漆 玉米 普通大米 也幸好他所在的精灵大学 位于市中心 校区外经营了一家大型超市 让他成功买到了一系列原材料 跟着回到寝室 将一系列材料丢进电饭包里 他的动作很自然 也很随意 但可别小瞧了 因为就在这个过程 牧尘脑海里百转千回 身为药膳大师的天赋 瞬间展露 每一样原材料的比对 都通过极为严格的筛选和准备 就比如党参 严选7克 甜漆 只选三年年份的 而一人米 牧尘只是扫了一眼 就筛出360粒来 不多不少 正好360粒 普通大米 则是999粒 360和999 对应道家 361次周天循环 和99归1的说法 看似平凡 实则蕴含大道 至于其他的药材 更是精心融入在一起 不一会 狭小的寝室里 电饭包飘出一缕缕热气 淡淡的香味开始蔓延 好香 天啊 为什么我感觉肚子饿了 我可是刚刚才吞了 两个汉堡的男人 靠 是哪个牲口在做饭 这他们的 也太好闻了吧 半个小时后 整个男生寝室楼 发出一阵哀嚎 不少男生纷纷探出房门 发出震惊的议论 更夸张的是 远在百米开外的女生寝室 也有不少女生好奇地 走到阳台 微微闭眼 闻着那空气里 飘来的一缕缕奇异粥香 发出惊奇的声音 哪个寝室在做饭 天啊 这粥的味道 跟生化武器似的 这是要秒杀全效啊 而在牧尘的寝室里 这小子此刻 正惊喜地打开电饭包 咬上一条 热气腾腾的 药膳养生粥 好像 这是我做的 就是不知道功效怎么样 牧尘两眼放光 缓缓咬了一勺子 放入口中 闭眼 嗯 好吃 太好吃了 哈哈 这才是人生啊 牧尘细心品味着 整个人都陶醉了 感觉身体一阵舒心愉悦 浑身细胞都打开了一般 身上各种酸痛 仿佛都消失了 下一秒 下半身诡异的 支起小帐篷 这小子脸色一羞 古怪的谜喃 靠 居然还有这功能 第九章 新的订单 靠 香味就是从这里飘 哎 这不是我们寝室吗 突然 房门打开 几个寻着香味 闯进来的男生 哇哇大叫 其中一个穿着篮球服的青年 瞪大了眼睛 夸张地发出一声尖叫 手上抓着的篮球 掉了都没发觉 他第一时间 就看到 牧尘正端着一个小碗 勺子刚放进嘴里 一脸享受美味的表情 浩子 你回来了啦 牧尘也冷了下 刚说完话 刘浩远一个剑步冲上去 抓起一个碗 二话不说 咬上满满一勺 几秒后 他狼吞虎咽地解决 玩一玩养生药膳粥 牧尘 这是你做的 好半天 刘浩远舔了舔嘴角 意犹未尽地盯着牧尘 对啊 牧尘还有点不明 所以完全不知道 自己刚刚包出来的 这一锅药膳粥 在整个寝室楼 引发了多大的轰动 可以啊 刘浩远眼前一亮 这小子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包的粥 居然这么美味 以后可爽了 让老三天天做就是了 靠 给我留点啊 后面一看 几个同学都争先恐后地 拿碗咬粥 没一会 整个电饭包就见底了 他当即 发出一声哀嚎 跟着用忧怨的目光盯着牧尘 老三 要不 你再去做点 刘浩远鼓动道 凭什么 牧尘可不傻 自己又不是厨子 再说了 别看这一小锅 养生粥没什么花样 但里面 用到的药材可不便宜了 刚刚就这一锅 少说就去了几百大洋 这些家伙想吃白食 没门 想吃 自己去做 挥挥手 牧尘走到自己的床铺上躺下 吸收药膳粥带来的药效 瞧吧你嘚死的 不就是一锅粥吗 刘浩远话没说完 突然察觉到什么 尴尬地和几个同样吞了一碗养生粥的同学对视了一眼 彼此 都看到对方哭当下 一团鼓鼓的 你 对 对方重重点头 发出欣喜的狂叫 厉害了我的哥 这简直比视权大补完还补完 我找我女朋友去了 嘿 兄弟 下次再包这周 记得叫我 我给钱 说完麻溜的拍拍屁股走人 天 老三 这周还有 刘浩远惊呆了 扭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别磨叽了 躺着就是了 牧尘懒洋洋地笑道 他能感觉体内暖洋洋的 看来这养生药善粥的功效 还真是不一般啊 不对 我怎么发现 你小子 好像变帅了 刘浩远窜了过来 盯着牧尘瞧了老半天 最后惊叹道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小子竟然这么帅 不对 你小子是不是去整容了 整什么容 我不过是还原天性罢了 现在的我 才是真正的我 牧尘嘿嘿一笑 随便找几个借口 算是把自己的变化 给圆了过去 切 瞧把你得意的 刘浩远不服的嘟噜一声 毕竟他以前在寝室 可是最臭美的一个 自认302寝室第一帅 也是第一个找到女朋友的 嘿嘿 就算你帅又怎么样 还不如我有女朋友 瞧着牧尘那宛如天人的帅气脸蛋 刘浩远不服的牢骚一句 跟着黑黑道 得了 老三 多谢你这周了 俺去找俺媳妇去 上次被他骂了句秒哥 这次看我不找回场子来 嘿嘿 至于你 自个解决吧 要不要把我那一提的 爱情文艺动作片 借给你看看 他几眉弄眼的 明显在调侃 牧尘是单身狗一只 我 牧尘翻了翻白眼 正准备挤对几句 楼下传来社馆大妈 一声大嗓门的吼道 302的牧尘 有人找你 谁啊 刘浩宇比牧尘还积极 第一个窜到阳台 往下看了一眼 瞬间面色古怪 跟着震惊的哇哇大叫 哇哇 是贝小薇 咱们学校的四大校花啊 男生寝室大楼门口 一袭长裙的贝小薇 正轻咬着嘴唇 站在绿花带边 脸上还带着几缕小香汗 显然是一路追着牧尘过来的 贝小薇 牧尘目光一凝 片刻后淡定地站起来 往楼下走去 老三 啥情况 贝小薇亲自来找你 我记得 好像自从你跟他表白后 你们俩不一直挺尴尬的吗 躲着能不见就不见 身后 刘浩远一脸目瞪口呆地大叫 我要是说我下午拒绝了贝小薇的邀约 反而跑去和另外一个女生约会 结果被他撞见了 现在他估计着生我的气呢 你信不 牧尘头也不回得到 信你个大头鬼 刘浩远摇摇头 眼神不信任地胡一个不停 最后看着牧尘那静止离去的背影 突然一愣 好像 老三真的不一样了 他现在太帅了 连劳资都差点动心了 难道贝孝花 真的要吃回头草了 请示楼下 牧尘刚走到贝小薇跟前 他轻咬背齿 示意牧尘跟自己走到偏僻的角落 楼上 过道里 林荫道上 一群男生看着贝小薇和牧尘见面 个个露出羡慕极度恨的脸色来 贝学姐 你怎么来了 牧尘硬着头皮打招呼道 怎么 你怕我吃了你啊 贝小薇盯着牧尘那张不一样的脸蛋 略微失神了会 片刻后往他身前一靠 冷哼了声 刚才的事 你还没给我个解释呢 贝学姐 你误会了 其实 其实我刚才是在打工 对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陪玩陪吃的那种 牧尘也不知该怎么解释 突然灵机一动 脱口出道 啊 贝小薇一愣 心底嘀咕 还有这种事情 不过 看牧尘那清澈见底的眸光 不知怎样的 他便信了 随即脸色一羞 低头轻轻道 我还以为你真去做那一行呢 那贝学姐 要是我真干那一行了 你会怎么办 鬼使神差的 牧尘随口笑嘻嘻地问了一句 那你开个价吧 下一秒 贝小薇大大方方地回答 彻底惊呆了牧尘 让这小子 脸色一阵尴尬 最后投降认输道 贝学姐 你就别打去我了 我就随口一说 哼 我也是逗你的 贝小薇抿嘴笑了笑 行了 找你也没别的事 过两天是我生日 我请了一群同学来庆贺 你来不来 这个 牧尘皱眉了下 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系统会不会随机 跳出个任务来 不过后面一看 贝小薇那微微幽怨的眼神 心底一软 只好说道 要 没事的话 那 那我一定去 好 说定了 听到牧尘答应 贝小薇刹那一笑 甜美极了 那我 先走了 贝小薇娇躯一扭 提了提裙子 和牧尘说了声拜拜 离开的时候 挺翘的鼻梁微微一动 惊喜疑惑的喃喃一声 奇怪了 这谁家在包周啊 好香啊 希希 肚子有点饿了 要是这回能喝上一口 那简直幸福极了 贝小薇露出憧憬之意 眸中一彩连连 牧尘没想到 一锅已经吃完了的养生药膳粥 到这回还能发挥威力 顿时心底自豪无比 黑黑一笑道 我包的 你 贝小薇扭头 不可置信地打量他几眼 跟着扑斥一笑 行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走了 说完 踩着轻盈的脚步 款款离去 真是我包的 乔剑被小薇临走前 那一抹不放在心上的表情 牧尘无语地一叹 叮咚 你有新的订单 请查阅 正在这时 系统萝莉应发出一声提示 让牧尘瞬间反应过来 这么快 新任务来了 他惊喜而又期待地眨了眨眼睛 帅气地脸蛋乐呵着 心底意识一动 脑海出现一行虚拟字幕 是否接受赔完任务 很奇怪 没有任何来自委托人的照片 也没有多余的信息 只有寥寥几个字 牧尘沉思了下 他目前最需要的是接单 在成功完成任务后 获得客户的实行好评 从而获取积分 和获得其中一项 来自客户所提出的能力 或者技能突变永存的机会 至于接单人 就算是恐龙 我也认了 接单 牧尘咬咬牙 希望这个新的客户 能够提出一些靠谱的条件来 接单成功 系统发出好听的罗利音 继续道 依照委托人的要求 开启改变宿主的天赋和能力 正在改变宿主的性格 塑造为暖男 正在改变宿主的音乐才华 拥有神之听觉 开启大师级声乐能力 大师级乐器技巧 大师级作曲能力等 正在改变宿主的人生学时 拥有各系博学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第十章 学霸及能力 半小时前 宁海市 红桥机场后机厅 夜飘音上身 穿着一件淡雅色小马瓜衫 下半身是一件黑色高腰阔裤 神色略微疲惫地坐在后机厅的角落里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如此疯狂地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好 请问你是飘飘吗 这时 旁边走来两个兴奋的女生 手上拿着签名笔记本 试探地朝夜飘音询问道 他们口中的飘飘 是近年来在直播平台特伙的一位人气直播 常年霸占金鱼直播平台一姐的宝座 更主要的是 这位人称 小天后的美女主播 以平易近人 心善可爱著称 她的才华 就连大学教授也赞叹不已 她的美丽 被誉为绝世明珠 她的歌喉 曾经验无数巨星 她的舞步 能感染所有人 甚至乎就算是她的一言一行 也被粉丝热衷追捧 据说 飘飘的粉丝 达到了千万级别 可令人奇怪的是 近半年 飘飘开直播的时间越来越少 越来越短 到最近 几乎以隐退的方式一样 从直播平台消失了 这让无数粉丝为之痛心 遗憾 听到飘飘两个字 叶飘英先是微微一呆 跟着很平静地摇摇头 对不起 你们认错人了 啊 其中一名女生 顿时露出失望的表情 看了叶飘英好一会 跟着拉了拉同伴走开 耳边 仿佛飘过来一句话 小一 我都说认错人了 飘飘多么漂亮的一个女神啊 怎么会是她呢 你瞧她一脸的苍白 跟个病老鬼似的 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跟咱们的偶像扯上关系呢 好吧 不过两人还真长得有点像 对方失望地离去 殊不知 他们的言语 听在叶飘英耳边 是多么的刺耳 如果 一切能恢复到半年前 那该多好 证然了许久 叶飘英缓缓打开随身昆包 从里面掏出一堆药瓶 娴熟地拧开瓶盖 将一堆看起来吓人的药丸 轻轻放入口中 小抿了一口矿泉水 叶飘英那苍白的脸色 才稍微浮现起一抹红韵 不知道小薇会不会被我吓到 我明明跟她说三天后的飞机 现在却提前飞到精灵 从现在起 我要为自己而活着 仿佛想通了一般 叶飘英露出些许俏皮的笑意 瞥了眼四周 发现四周虽然仍然有一些人 时不时地看着自己几眼 但和以前出行那种 围得水泄不通的场面不同 让她体会到了久违了的宁静 也许 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态度 叶飘英嘴角微微一撅 突然有点失神 她看到正前方 一对情侣正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几秒后 男生蹲下身子 温柔地帮女友系好松开的鞋带 随后两人腻歪地抱在一起 不顾旁人的大洒起狗粮来 哼 一时间 叶飘英感觉心里酸酸的 好像 我从来没谈过恋爱 从来没和男生如此亲密过 没和任何一个男人单独出行过 甚至 我连初吻 都还在 想到自己命不久矣 却连异性的温暖都没有体会过 叶飘英前所未有的失落 只觉得 往昔获得的种种荣誉 在此刻竟是如此的不值一分 我也好想 试一试呢 她先是苦笑一声 眼眶仿佛有一缕湿润 呼了一口气 最后任命地咬着嘴唇 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谁还会跟自己在一起 就在她心情低落的时候 叮咚 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小姐姐 极品男神共享 了解一下 什么情况 叶飘英愣了下 拿起手机点开短信 秋水一般的双瞳 先是一阵疑惑 紧跟着浮现一抹惊喜 呀 居然还有这种新鲜玩意 如果是以前 叶飘英肯定会怀疑 但此刻对她来说 世界上任何尝试都是可以的 毕竟对于一个生命 即将终结的女孩来说 又有什么会比死亡 更让人害怕 好 那我要一个极品男神 卵男行的 看起来阳光十足的那种 体贴 温柔 博学 不知不觉 叶飘英按照短信的提醒 输入了一系列要求 还有租期时间等等 最后犹豫了下 叶飘英才轻轻点下了发送 至于随着订单信息里 出现的租金费用 单日高达十万租金的金额提醒时 叶飘英反而无所谓了 轻轻一见点击支付 选择租期三天 也就是三十万 对于她来说 这点小钱并不算什么 你好 你已下单 共享男神将会在 今日你预约的时间地点 准时出现 随后 短信发过来一个电话号码 呀 还真的有 叶飘英惊呆了 紧跟着 原本波澜不惊的心绪 竟在此刻 升起了几分小激动 极品男神 到底会是什么人 什么样的 正好 机场发出登机提示 叶飘英匆匆忙提起 白色小行李箱 往登机口赶去 一边想着 竟是让她死记沉沉的情绪 有了几分生机 远在精灵的牧尘 此刻 正惊喜地感受着 自己的变化 她走到镜子前 认真凝视着自己 气质发生了一点变化 如果说之前的牧尘 是硬朗形的 那么此刻的她 就像换上了一张面具 整个人的脸蛋 变得更加阳光 那双眸炙热如烈阳 厚实的嘴唇 仿佛大山一般可靠 还有那健康的肌肤颜色 无不诉说着 这就是一个很健康 很活力的大男孩 不错 这个类型 还是蛮适合我的 牧尘笑了笑 仰起衣服 发现自己的肌肉 和人鱼线等等 居然没有消失 看来 随着颜值永久 便帅着一点 自己的身材也保持下来了 腹肌完美 宫二投机 如最优美的线条 令人沉迷 加上剑矢的小腿 运动开朗 和阳光帅气的综合 让他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股难鸣的魅力 如今的他 更像是暖男和硬汗的结合体 至于系统改造的其他能力 牧尘闭上眼眸 脑海一股信息流划过 古往今来 国内海外 各种名家经典 各遇风土人情 甚至是各种科学理论 包括生物基因 量子工程 都清晰地浮现 他拿出自己手机 几乎是电光火石 脑海就分析出手上一堆原材料 手机主板是附铜箔层压板材料 包含各种原器件 手机屏幕是玻璃材质 硅酸纳为主要原料 外壳是美女合金 头一滴 牧尘拿起老大桌上一份试卷 这是一份来自门萨俱乐部的 入会考核试卷 是寝室老大张文 几天前从网上找来的 牧尘还记得 当时老大是准备拿来装闭的 说是谁要能答对80 以上的题目 那智商绝对在150以上 按照张文自己说的 他能答对20 就算是这样 也比全球90的人要强 当时 牧尘还饶有兴趣地尝试了下 结果不用说 看着试卷上各种奇怪的题目 牧尘傻眼了 可悲的他 连一题都答不上来 可以说 门萨俱乐部 是全球高智商人才集中地 但此刻 拿起试卷 牧尘只是看了一眼 拿起笔来 刷刷地写起答案来 连思考都不用 没一会 就将所有答案填写完成 他甚至都不用比对网上的答案 就知道自己完全正确 那是脑海里无法计量的各种学识 所带来的超强计算力和智慧 可以媲美教科书一般的准确答案 甚至 牧尘此刻都知道 如何研制出一颗核导弹来 当然 只是理论上的 但就算这样 也镇住了牧尘这个学诈 卧槽 这也太牛了吧 以前的我只是一个学诈 可现在 成了学霸 应该说是媲美爱因斯坦 霍金之流的大人物 而这 只是因为来自委托人提出的一项 博学 要求所带来的能力 叮咚 请宿主准备 于今晚十点整 前往机场接机 与下单委托人见面 正式开启为期三天的陪玩任务 牧尘一听急了 看了眼时间 现在正好是晚上八点十五分 不是吧 这么快 系统这是不让人休息的节奏啊 哪个男神 由我当得这么累啊 牧尘没想到 刚接完单 任务就来得这么快 咕咕抱怨了声 他连忙按照委托人的要求 换上一身干净舒爽的休闲服 让自己整个人 充斥着阳光男孩的味道 随后急匆匆地跑出学校 打了辆低视 往机场赶去 叮咚 半路上 牧尘收到一条短信 只是看了一眼 他不由露出古怪的神色来 第十一章 出接触的一晚 短信是客户发来的 写着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月 你会做什么 很奇怪的问题 牧尘并不知道 自己的回答将会影响自己 在客户心目中的印象 甚至影响夜飘音会不会见他 没错 就在坐上飞机的一刻 夜飘音突然又后悔了 万一 那所谓的共享男神 是坏人呢 夜飘音生出一丝担心 她本来就是一个聪慧的女孩 但她还是有一丝期待 于是就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拿出手机 按照短信发来的电话号码 发过去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关机 细长的指头捋了下刘海 缓缓闭上眼眸 晚点就知道 该不该见他了 夜飘音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 而又复杂的笑容 而这边 牧尘接到这个奇怪的问题后 顿时一笑 看来 这是个文艺型的女生啊 她第一印象 对方要求暖男 博学 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 很容易说明 对方对男性魅力的定位 而要求这两点的女性 多以文青类女生为主 瞬间在脑海里 牧尘浮现一个清秀女生的模样 有着淡淡的笑容 一头长发 穿着淡雅的裙子 有点意思 牧尘笑了笑 想了想 很随心地回过去一道话 师傅 车开快点 别迟到咯 然后 他扭头朝司机大哥吩咐道 两个小时后 牧尘按照系统给出的指示 出现在精灵马鞍国机机场的 街机大厅 还有十分钟 不知道这一次接单的对象 会是怎么样一个女生 牧尘戴着一副口罩 眼眸清澈地遥望前方 内心有几分小期待 同时还有几分无奈 要不是他聪明 临时戴上这么一副口罩 恐怕这个时候的他 早就被无数迷妹 给淹没在一片人海了 没错 就在一小时前 牧尘抵达机场 在等待的过程 旅客们惊讶地发现 机场里居然出现了 这么一位颜值逆天的帅哥 也太帅了 一些人甚至将他 当作了大明星 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就跑来要签名 刚开始 牧尘还微笑着稍作解释 结果他刚露出 阳光灿烂的笑容 一口大白牙 瞬间晃晕了面前 两个小女生 对方幸福地快要晕过去了 在后面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越来越多的旅客赶过来 对他各种打量 目光里满满的都是喜悦 这毕竟是个看脸的世界啊 颜值逆天的大脑男帅哥 谁不喜欢 好暖啊 男神啊 帅呆了 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来接机的 不知道是哪个女人 这么幸运的 长腿欧巴 加个微信簿 一些大胆的女孩子 纷纷朝他乱放电眼 甚至夸张地向他求爱表白 最后 牧尘接连收到了路过的 十几位落地休息 经过的空城小姐姐的小条子后 不得已跑到便利店 买了一副口罩戴上 这才熄灭了一众粉丝的狂热之心 各位旅客 从宁海前往金陵的 东航MU2088航班 即将在十分钟后抵达 请各位 十分钟后 一架客机安全停在了机场大道 随着乘务组拉开机舱大门 夜飘鹰解下眼罩 略微苍白的脸色 浮现一抹痛楚 他咬咬牙 取出随身携带的阵痛丸 服用一颗后 柔弱的小手紧紧抓着衣角 任凭病痛的折磨 最终在一阵咬牙坚持后 痛感消散 他才恢复了清澈的眼神 需要帮忙吗 尽管病痛中的夜飘鹰 脸色略微苍白 但他高挑的身材 和出众的气质 还是吸引了客机上 不少男性乘客的注意 没一会时间 就足足有七八位 男士礼貌走到他跟前 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谢谢 不用了 夜飘鹰淡淡一声拒绝 随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抬机后 一条短信跳了出来 人生就是不断地放下 最让人遗憾的是 不是死亡 而是来不及好好告别 活着 本身就是一场奇迹 但我们最终将走向死亡 那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所以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我会列一个遗愿清单 去做我疯狂想过 却从未做过的事情 轻轻呢喃着这两句话 夜飘鹰那清澈的眼眸 逐渐浮现一抹惊喜 遗愿清单 它 就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居然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这一刻 夜飘鹰有些激动 开心地快要跳起来 跟着浮现一抹久违了的俏皮神色 好吧 看在你回答勉强过关的份上 那就见一面吧 夜飘鹰淡淡一笑 放下电话 提起行李箱 往出口走去 那一刻 他又恢复了往昔直播一解的从容 高傲美丽的脸孔 折射出意义生辉的光芒 至于那个男人长相如何 管他呢 只要不是恶心地令人反胃就行 十点整 牧尘很愁愁地站在人群里 观望着四周经过的每一个旅客 怎么还没出现呢 他小声嘀咕着 这时的他 虽然戴着口罩 但他本人依然像一轮明日 吸引了周围人等的目光 或者这么说吧 那一层厚厚的黑色口罩 都无法遮掩 他身上 那好似三月春风带来的暖洋洋气息 依旧有不少女生 都在偷偷地打量他 眼眸里一彩连连 叮铃铃 就在这时 牧尘接到了一个电话 共享男神 电话那头 一道带着淡淡无浓软语的女生腔调 响起 牧尘略微失神了下 陷入那好听的小姐姐声音当中 然后很快 他看到面前走过来一个 拖着银白色小行李箱的女生 是他 牧尘放下电话 第一眼看过去 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呃 一个很柔弱的女生 脸蛋很精致 五官可谓角色清诚 一头乌黑长发 碱水双瞳 微微翘着的可爱小嘴唇 再加上窈窕的身段 简直就是一个完美女神啊 牧尘在心底惊喜地评价 随后强忍兴奋地走上前 你好 我是你的极品男神 牧尘 牧尘微微一躬 以最完美的开场白 自我介绍道 是你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叶飘鹰眼神一亮 跟着疑惑地盯着牧尘 你为什么戴着口罩 这个问题 很让人浮想脸片 叶飘鹰第一眼见到牧尘 就惊讶于他身上散发的气质 那感觉太好了 但此刻 他却戴着口罩 难道是见不得人这么一想 叶飘鹰就不由带着 审视的目光看着牧尘 抱歉 牧尘笑了笑 怂怂肩 太帅 怕引起轰动 只是一句话 瞬间逗落了叶飘鹰 让他哭吃一声笑了出来 那我也得奄奄或不是 要知道 你可是很贵的 叶飘鹰笑了笑 呼地说道 好吧 见此 牧尘只好摘下口罩 那一瞬 仿佛炙热的太阳 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 叶飘鹰骤然呆立在原地 失神了好久 好帅 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帅气阳光的男生 当看到牧尘咧嘴一笑 阳光大方地走过来 帮他提起行李 叶飘鹰那略显病态的脸蛋 悄然起了一抹红韵 跟着不可置信地盯着牧尘 那个 您 满意吗 过了几秒 牧尘略微尴尬地发问 怎么感觉 自己好像从事特殊职业一样 嗯 还行吗 愣了几秒 叶飘鹰恢复了神色 经验归经验 他在直播这一行 也见过不少帅气男生 不否认 牧尘的确在一瞬间经验到了他 但对于他来说 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很快 他就恢复了常态 快步走到了前面 那我们 现在去哪里 牧尘连忙提着行李 跟上去追问道 带我去这个地方 叶飘鹰扭头丢过来一把钥匙 和一张纸条 刚说完话 突然间神色一白 身子晃了几下 眼看着就要狠狠摔倒在地上 小心 牧尘眼急手快 刹那丢下行李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将他抱在怀里 触手 温香满怀 牧尘却瞬间看到了 倒在自己怀里的叶飘鹰 流出出一抹 苍白无力的病态美 余光一瞥 他瞧见了叶飘鹰口袋里 咣当一声掉落的一个药瓶 一手抱着叶飘鹰 牧尘弯腰捡起瓶子 沙利度岸 只是一眼 牧尘脑海里闪过一道信息 然后扭头 震惊地看着叶飘鹰 啪 牧尘皱了皱眉 我没事 你快放开我 叶飘鹰缓缓恢复过来 跟着轻轻地扭动身子 从牧尘怀里挣扎而出 第十二章 一缕药香 沙利度岸 在上世纪最先在德国上市 用作孕妇 认身呕吐治疗 但几年后 证实沙利度岸 对出生婴儿 拥有很强的致激性 后来在经过一系列研究后 沙利度岸更多地 被用作抗癌药物 这个女生 是个癌症患者 脑海里飞快闪过的一道信息 让牧尘的脸色 为之一致 看着她那张绝世青城的脸蛋上 呈现出的一缕病态 牧尘隐隐生起一抹心疼 如花似玉一般的年纪 居然 你 没事吧 犹豫了下 牧尘试探地问道 我没事 叶飘鹰摇摇头 很冷静地从牧尘手里拿走药瓶 没事一样放进昆包里 跟着回头一谋 还不走 嗯 牧尘反应过来 当即带着叶飘鹰走出精灵 在路边拦下一样低势 驶向目的地 见她依靠在车窗 双眸平静地注视着四周 飞驰而过的街景 牧尘好奇问道 第一次来精灵 叶飘鹰听到后 扭头看了她一眼 摇了摇头 主动说道 我是精灵人 只是很小就离开了 这是十三年后 我第一次回到精灵 难怪 牧尘看了眼她给的地址 景龙小区 就在九城区的位置 一路上 气氛有些尴尬 毕竟刚刚见面的两个年轻男女 对彼此都不熟悉 牧尘是在思索对方的病情 而叶飘鹰 则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病痛 没了心情 也幸亏身边坐着一个牧尘 从他身上传递的 一股暖洋洋的气息 让他不至于那么反感 后面 他甚至发现 当自己注视着牧尘时 自己的注意力 居然有了不小的转变 感觉身上传来的病痛 也不那么强烈了 牧尘被他 盯得很不好意思 只是为了实行好评 只好微笑回应着他 很快 第一次使到了目的地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小区 在一番寻找后 来到一间公寓门前 牧尘得到叶飘鹰的示意 拿出钥匙打开房间 望着家里的环境 竟是出其不意的干净 家具都很自然的摆放 阳台上 还摆着各种鲜花 和多肉植物应景 似乎经常有人来打理一样 看了眼叶飘鹰 后者淡淡道 我表妹就在精灵 她每个礼拜都会来看看 说完 叶飘鹰走进房间 看着那似曾相识的环境 仿佛在回忆一般 久久无言 最后 她不知 从哪里找出来一副老相框 坐在沙发上 轻轻抚着相框 眼眸里 似有一层晶莹的雾气在打转 那个 也挺晚了 要不 你先休息一下 见她没有说话 反而一副触景生情的样子 牧尘干脆开口提出告辞 准备等明天早上再来看她 等一下 叶飘鹰突然开口一声 低头轻视掉眼泪 最后起身时 脸上已经恢复了常态 你不是应该和我待在一起吗 啊 牧尘一愣 我之前下单时 选择的是三天租金 也就是说 这三天时间里 你作为我的私友男神 都应该和我待在一起 难道不是吗 叶飘鹰直勾勾盯着牧尘 悠悠道 否则 可对不起一天十万的租金啊 尼玛 牧尘一听吓到了 十万 系统 啥情况 什么一天十万的租金 我怎么没有见到 好半天 才传来一声罗利音淡淡的道 租金由系统支配 宿主并无获得租金的权利 靠 牧尘一听 郁闷极了 十万 这系统也太黑了 居然一分钱都不分给自己 不过考虑到系统赋予自己的能力变化 牧尘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好郁闷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嗨嗨 如果叶女士你坚持的话 我当然可以留下来 为了实行好评 牧尘豁出去了 反正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再这么吃亏的也不会是他 你这几天 睡着脸 叶飘音挥了挥手 带着牧尘走到一间客房 打开房门 卫生一尘不染 床上还配备了印记的床单等 行 牧尘很干脆地点头 然后拿出手机 给社友说了一声 反正他们学校查得不严 叶不归寝这种事 也不算什么 记住 在这三天里 你必须随叫随到 丢下这句话 叶飘音提着行李 走到另外一个房间 刚把房门眼上 他脸上一疼 突然瘫软在 席梦斯大床上 嗯 叶飘音发出痛苦的呢喃 表情还有一丝恐惧 他隐隐感觉 自己的病情加重了 医生说他还有半个月时间 也许并没有 所以 他很害怕 害怕自己突然哪一天 就这样走了 孤零零地死在一个房间里 四周没有其他人 然后 在几天 几个月后 自己才被旁人发现 不 我不要这样 叶飘音咬咬牙 看了眼牧尘待着的房间 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提出 让牧尘留宿过夜的原因 毕竟他就算再胆大 也不会如此行事 现在不过是释出无奈罢了 而这边 牧尘看了眼房间环境 稍微整理了下 看了眼时间 正好是11点 想了想 牧尘再次走出房间 经过系统改变的暖男基因 让他下意识地 做出一些反应 先到卫生间 检查了下沐浴淋水系统 确定可以正常使用 跟着 检查房间每一项安全措施 煤气阀门 大门保险 还有用电情况等等 然后 他烧了一壶开水 走到夜飘鹰房门前 轻轻敲响 夜女士 在吗 出乎意料得快 夜飘鹰很快打开房门 看了他一眼 下次 叫我飘鹰 好的 飘鹰 牧尘微微一笑 将水杯递了过去 先喝杯水吧 加了点葡萄糖 补充体力的 夜飘鹰正好感觉到口渴 结果水杯抿了一口 然后不经意地笑了出来 你果然很细心 谢谢 牧尘很淡定地接受了他的夸奖 然后跟着道 对了 我检查了下 淋浴器可以正常使用 你旅程奔波 我猜你一定很想先洗个热水澡 夜飘鹰不由有些惊喜 直勾勾盯着他 再次一笑 看来我这一天十万的租金 花得应该物有所值 呵呵 牧尘不由傻笑着 看着夜飘鹰那苍白的脸色 随后心疼道 你先去洗澡 我出去一趟 你出去干嘛 起料 夜飘鹰马上很紧张地失声问道 见他过激的反应 牧尘连忙解释 你洗得早 我去楼下小区超市买点菜 你晚上应该还没吃饭 对吧 夜飘鹰这才明白过来 跟着脸色一暗 实际上 他岂止是晚上没吃饭 而是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了 但是 他也没有胃口 不用啊 夜飘鹰淡淡一声 示意牧尘别张罗了 那可不行 人是铁饭是钢 更何况你作为病人 更应该补充营养 牧尘想都不想地脱口出道 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漠然 夜飘鹰的姿势顿在了原地 跟着惊讶地转过身来 沙利多案不是什么 很罕见的抗癌药 而你要求 牧尘指了指自己的大脑 沉声道 恰好 我就很博学 听见这个解释 夜飘鹰沉默了 我去洗澡了 不想多说什么 夜飘鹰转身拿上一些 换洗的衣物 走进卫生间 牧尘微微一笑 等到他关门后 拿起药是走了出去 癌症患者 看样子还挺严重的 那应该补充点什么营养好吗 作为获得了 大师及药膳技能的牧尘来说 脑海里针对癌症的 一些药膳疗方也并不少 而此刻 牧尘得到的大师及药膳技能 更是汇聚了 华夏几千年的药膳文化 毫不夸张地说 昔日神农长百草 得百药 那么此刻的牧尘 光靠一碗粥 一碗汤 都能治病救人 不过癌症可不是那么好治的 先慢慢来吧 思索了一番 牧尘眼前一亮 有了 这个药膳配方 应该有点用处 笑了笑 牧尘脚步卖得更快了 很快便买好 一堆食材回来 不一会 整个公寓里 一股淡淡的香味扩散出来 哎 半小时后 叶飘银洗完澡 换上一套休闲服 拿着浴巾擦拭着头发走出来 精致的鼻子轻轻一嗅 瞬间露出了一抹惊讶表情 好香的汤味 不对 还有一点草药的香味 他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口水 感觉肚子瞬间饿了 第十三章 抗癌美食 你洗完澡了 快来 正好可以吃饭了 牧尘端着一口汤碗 从厨房走出来 看见叶飘银正然在原地 笑了笑说道 你真的去做饭了 叶飘银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牧尘 显然有些出乎意料 当然 会做饭不是暖男必备的条件之一吗 牧尘咧嘴说道 阳光气息照耀着叶飘银 让他感觉心里暖暖的 但是 我不想吃 叶飘银精致的鼻子轻轻一动 轻飘飘说出这么一句话 事实上 他吃完药后 满肚子都是苦水 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享受美食 你先别急 过来看看 牧尘微微一笑 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可不单单只是会做饭而已 哦 闻言 叶飘银带着好奇 卖不到餐桌前 就见桌上已经摆着两菜一汤 准确来说 应该是一荤一素一汤 荤菜是一叠海带炖猪肉 烧得金黄的猪肉 散发着令人大开味蕾的香味 深色海带饱满地吸收了猪肉的肥腻 颜色看上去很可口 再加上牧尘加入一些药材调味 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素菜则是凉拌卷心菜 搭配药材调制的凉拌菜汁 散发着惊人的美食诱惑 至于牧尘最后端上来的 则是一碗牡蛎蛋花汤 平淡无奇的一碗汤 但却是饭桌上最香的 让叶飘银忍不住往前一步 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了一口香气 中药的味道 想到之前闻到的一缕药香 叶飘银猛地抬头看向牧尘 惊讶道 你在菜肴里加了中药 嘿嘿 才对了 牧尘自信一笑 很云淡风轻地道 所以 这是一桌药膳 海带炖猪肉 海带中的海藻多糖 有很强的抗肿瘤作用 还含有丰富的优质有机点 猪肉就不用说了 癌症患者一般内需 因虚而致癌 因癌而致虚 所以癌症患者 更要保持足够的营养补充 牧尘指着桌上每一道菜 侃侃而谈 再说这一盘青菜 卷心菜中有一种硫磺成分 可以刺激细胞内的灵界酶 可以对抗肿瘤 再加上我秘质的药方调配橙汁 不单美味 更极具要效 最后则是这一碗牡蛎蛋花汤 嘿嘿 那功效可更不得了 牧尘故意卖了个关子 听得原本就一彩连连的夜飘音 忍不住好奇 脱口问出问道 难道 这一碗汤也有什么抗癌奇效 嘿嘿 那倒不是 牧尘微微一笑 解释道 牡蛎又成为海里的牛奶 富含大量蛋白质和人体所缺的心 而且牡蛎的作用 防止皮肤干燥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分解黑色素 乃是难得的美容盛品 说着 牧尘面容带笑地 看向夜飘音 说道 你这样一个漂亮的女生 就算是生病了 也要保持美美的 我看你脸色很不好 所以特地给你做了这一碗牡蛎蛋花汤 你可得多喝点 我的天 一席话 听得夜飘音美眸一亮 小手掩着嘴巴 惊奇地叫道 牧 牧尘 你也太厉害了 说完 他眼眸波光流转地盯着牧尘 突然发现 牧尘带给自己的惊喜更大了 人不仅帅 也符合他所要求的暖男这一项 更主要的是 他这一通药膳知识 卖弄下来 简直抓住了夜飘音的心 让他惊艳无比 而且 他不光说得好听 好像这饭菜的味道 也不错 空气里飘逸的香味 让夜飘音忍不住蠢蠢欲动 牧尘直接把他按在座位上 笑音音地端上一碗饭 示意他可以开动了 那我 试试 夜飘音看了他一眼 拿起筷子 先是加了一口凉拌卷心菜 刚刚小品了一口 瞬间双眼瞪圆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牧尘笑了笑 夜飘音来不及说话了 小手一加 加了口米饭 插那眼前又是一样 这饭 他忍不住惊喜地看向牧尘 师生道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米饭 其实就是普通的大米做的 不过 我用的蒸法 在里面铺上一层草药 都是抗癌的 所以 米饭就带上一层淡淡的药香 只要把握好时间 却又不会太浓烈 影响米饭的口感 牧尘轻飘飘地解释道 这下子 夜飘音再次惊呆了 牧尘 你太棒了 好半天 夜飘音发出一声惊呼 然后捧起碗筷 毫不在意形象的大口咀嚼起来 多久了 一边吃着 夜飘音眼眸里 忍不住被一层淡淡的水雾笼罩 自从生病后 他患上了轻度厌食症 已经有很久没有这么舒服地吃上一口饭菜了 而现在 牧尘做的饭菜 实在太好吃了 就连这猪肉 也烧得这么美味 肥而不腻 要知道 他以前为了保持身材 可是一口肥肉都不碰的 更别说生病后 一下没了食欲 但现在 他加了一块又一块 你慢点啊 别急 没人跟你抢 看见他跟饿死鬼一样夹菜 牧尘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啊 夜飘音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简直太不淑女了 不过 淑女又怎样 和此刻美味的菜肴相比 而自己的身体相比 淑女算什么 当下 夜飘音边咀嚼边说道 牧尘 你也别光看了 坐下来吃一点 好 牧尘也没墨迹 坐下来 尝了一口自己做的饭菜 靠 果然好吃 自己这要善厨艺 简直绝了 牧尘同样瞪大了眼睛 舌头上的味蕾被美味填满 这一刻幸福极了 不一会 一桌饭菜 被两人解决了的精光 牧尘本就是个一米八的青年 饭量大 多吃几碗饭不算什么 而夜飘音 则是酒病不育 牧尘带来的药膳 一下打开了他的食欲 让他好好饱餐了一顿 至于刚才说什么 没胃口 切 要知道 牧尘做的饭菜这么可口 他应该叫他多做点菜式 我 我来帮你 看见牧尘主动收拾起桌子 夜飘音这时脸一红 一边帮着收拾碗筷 一边都快把头埋在地上了 哎呀呀 我刚才 简直太没有形象了 没事 牧尘笑了笑 但也没拗过他 最后两人一起 将碗筷拿到厨房洗碗吃前 牧尘负责刷碗 夜飘音则负责清洗 一时间 小小的厨房里 充斥着一股淡淡的幸福味 夜飘音的脸红彤彤的 看着牧尘那帅气认真的脸蛋 感觉这一刻幸福极了 这不就是 我想要的生活吗 有个高大帅气的男友 一起做饭 一起洗碗 想到那美好的一幕 夜飘音忍不住心脏砰砰直跳 洗碗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牧尘的大手 瞬间压一声 又迅速缩了回去 这个小妮子 牧尘笑了笑 清洁完卫生 看着牧尘很温柔地递来一杯果汁 夜飘音歪着头 打量他很久 喂 牧尘 你怎么这么好 好 你是说满意 牧尘眼前一亮 当然满意 早知道你这样的极品男神这么贴心 我就该早点认识你的 夜飘音吐了吐香舌 倒是有点调皮地说道 那这一旦结束后 记得给我实行好评 牧尘黑黑一笑 自然没忘了提醒一句 跟着便系法式地 掏出一张A4纸来 看看 牧尘将手上的东西 递给夜飘音 这是什么 夜飘音好奇地接过去 看了一眼 瞬间嘴巴一撅 感觉人好像要哭了 眼睛里红红的 身体更是轻轻一颤 这是你接下去几天的饮食清单 既然你雇佣了我这个极品男神 那我自然要在这一段时间里 好好照顾你 所以你之后的一日三餐 都由我来负责 我会把你养得胖胖的 美美的 牧尘拍着胸脯自信说道 至于他的病 哎 牧尘也不敢保证 只能用脑海里的药膳知识 争取帮他多做一些抗癌美食 第十四章 少年 来课金吧 夜飘音两眼红红的 被牧尘的细心给感动到了 第一天 早餐 低支牛奶 麦夫面包 搭配鸡蛋 午餐 炒鸡丝木耳海带 煎蒸白蛮 萃起乌龙白玉汤 晚餐 鸡汁芦笋 野菜水饺 银耳莲子 冰糖羹 第二天 第三天 因为夜飘音下单时 选择的租期是三天 所以牧尘只弄了三天的菜单 而且他还很细心地注明了 每一道药膳 对于抗癌的具体功效 怎么样 有什么忌口的吗 牧尘温柔问道 夜飘音摇摇头 表示没有 实际上他太满意了 那就好 牧尘微微一笑 朝他点头 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忙点别的 嗯 夜飘音乖巧地点头 拿起手机插上耳机 走到阳台 静静观赏者夜晚的风景 正好是初秋 略微冷意 他刚打了一声喷嚏 牧尘便温柔地出现在他身边 为送他披上一件大衣 太贴心了 夜飘音那双好看的桃花眼 一下亮起 悠悠看着牧尘 轻轻一声 谢谢 小事 牧尘阳光一笑 转身走回客厅 后者微微撅嘴 浮现一抹复杂的深意 而后抬头看着天空 寂静夜晚下 圆月高悬 夜飘音这才想起来 快要中秋了 去年这个时候 他还有几百万的粉丝 在直播间跟他一起庆祝 但今天 他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 还有牧尘 夜飘音正微笑着 突然余光一瞥 瞧见牧尘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手里拿了一堆什么物识 啊 刹那 夜飘音神色紧张 小跑过去 尖叫道 牧 牧尘 你在干嘛 牧尘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 见夜飘音的目光 注视着自己手上的东西 顿时醒悟 跟着扑斥一笑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介意 夜飘音满脸的窘迫 飞快从牧尘手上 抢走自己几件衣服 跟着咬着背齿的 这是女孩子的贴身内衣 你个大男人碰什么 这不是看你刚换下来吗 我闲着没事 就顺手洗一洗了 牧尘下意识地嘀咕一句 如果是之前 他哪有这种心思 那么帮女孩子洗洗贴身衣物 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用麻烦你 我自己洗就可以了 夜飘音闹了得满脸通红 看到牧尘的目光 还盯着自己那件 刚换下来的黑色蕾丝内衣 连忙抓起衣物 往自己的房间跑去 你慢点 牧尘笑了笑 这小妮子还真有意思 不过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牧尘歪着头沉思起来 其实刚看到夜飘音的第一印象 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并美人 对方的轮廓似曾相识 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呢 想了一阵没想起来 牧尘摇摇头 跑到厨房 给夜飘音整一杯果汁 果汁是用苹果 草莓和奇异果榨成的 苹果有一种成分 叫多酚 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值 至于草莓和奇异果 也各有功效 现在经过牧尘大师 及药膳技巧的调配 三种果汁融为一体 不仅好喝 而且富有其效 过了一会 牧尘将果汁送到夜飘音的房间 飘音 睡觉前 记得把这杯果汁喝了 夜飘音开门 穿着一身粉色睡衣 靠在门边 直勾勾盯着牧尘 谢谢 我会的 他认真的点头 那好 晚 牧尘微微一笑 挥手道安 转身走回客房 夜深了 夜飘音轻飘飘走到门口 将大门反锁 跟着将耳朵贴在门上 像做贼一样 他这么暖 应该不会是坏人吧 第一次让男人留宿 还是个刚刚认识不久的大男孩 这让夜飘音心里有点紧张 尽管牧尘给他的印象很好 但说不定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夜飘音咬咬牙 乌黑美丽的大眼睛一转 又暗自嘀咕 哼哼 他要是敢乱来 那我 我就从了 跟着扑吃一声 夜飘音被自己的花痴给逗乐了 不过说真的 他那么帅 性格那么暖 而且也很博学 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理想男神类型 哎 要是能和他谈一场恋爱 应该会很幸福 夜飘音痴痴地走到镜子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往昔 夜飘音对自己的美貌 一向极为自信 旁人夸赞他 五官精致 如花似玉 碱水双瞳 不逊色于模特的魔鬼身材 他还读书 练舞 练歌 养出了优雅深度的气质 但此刻 脸色却透露着病态的苍白 微弱无神的眼眸 毫无生机活力的姿态 让夜飘音忍不住鼻子一酸 跟着瘫软在地上 轻轻咬着牙 以泪洗面 没有人知道 他此刻心中的辛苦和委屈 他生病了 癌症晚期 却因为一些原因 连家里人都不知道 外人面前 他依旧光鲜亮丽 而在深夜 他痛苦不堪 他恨 他恨病魔 为什么要摧毁他 我宁愿马上死了 夜飘音咬着嘴唇 如行尸走肉一般 躺回床上 关上房灯 啪一下 灯光亮起 夜飘音双手支撑着坐起 看了眼床前柜上 放着的一杯果汁 嗯 好喝 下一秒 夜飘音试探地拿起果汁 咬着吸管吸了一口 眼眸微微一亮 深夜 牧尘被一阵微弱的 哭泣声给惊醒了 尽管声音的主人 强行按捺着声音 隔一阵子 才发出一阵痛苦的冷息声 但牧尘还是察觉到了 他坐起来 怜惜地看了眼 夜飘音的卧室方向 太可怜了 牧尘叹了一声 脑海里的博学知识 让他知道 隔壁的女孩得了癌症 而且还是很严重的晚期那一种 靠着镇痛药 夜飘音每晚都不一定能睡得安稳 也不知道他生病的这一段时间 那瘦小的身躯 是怎么支撑下来的 牧尘垂帘道 系统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 几秒后 牧尘突然在心底问了一声 有 中医的推攻活血之术 可极大缓解病患的疼痛 开启支线任务 帮委托人 夜飘音 缓解病痛折磨 下一刻 系统发出萝莉音道 鉴于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开启课金功能 本次课金 享有充值双倍的福利 牧尘脑海里再次一变 各种眼花缭乱的道具浮现 伴随着一道魔性表情 仿佛是系统在朝牧尘喊着 少年 来课金吧 课金使你强大哦 牧尘一阵无语 好半天嘟噜道 那兑换推攻活血之术 需要多少积分 200积分 1万现实货币 对应兑换100点积分 宿主首次课金 只需充值1万 就可获得永久版权的大师 及中医推拿术哦 第15章 牧尘 你把我都弄湿了 1万兑换100点积分 听到系统的话 牧尘的脸都黑了 好半天 他恶狠狠道 系统 你是不是寄予我的存款 恩久了 要知道 他除了生活费外 满打满算 这一年来 辛苦打工存下来的钱 正好是1万块 本系统无所不能 好 你够狠 牧尘无奈一声 问道 那完成支线任务 会奖励啥 各类奖励不等 看心情吧 这下牧尘更抓狂了 憋了很久 听到耳边传来 断断续续的痛苦声 他哀声叹气 无奈道 好吧 那我充值100点积分 以自动完成充值 宿主当前享受 充值双倍福利 获得200点积分 看到短信提示 自己的银行账户 转走了1万块 这扣钱的速度可够快的 牧尘想反悔都来不及了 下一刻只好苦笑道 兑换大师级推拿技能 叮咚 兑换成功 脑海里一股意识涌现 牧尘闭上眼 静静感悟一番 这里说的推功活血 并不是单纯的指推拿子宫 宫在古代 也代表人体的俏学 事实上 之前的牧尘 对于推拿 还算略知一二 这得益于系统改造了 他的博学知识 让他对中医的推拿术 有了一定深度的认知 当然 牧尘懂推拿 只是属于博学 还不算精通 也就是说 他可以详细说出 关于人体各个推拿俏学的作用 在理论上 也懂得各种推拿技巧 但真要他实施 却不一定能成功 因为这需要经验 手法和体力等方面的支持 而现在 兑换了大师级推拿技艺 牧尘才算是真正掌握了 这门技巧 如果再加上兑换 八万点积分的 神之手 那么这世上 就没有他用一双手 不能解决的女人 哦不 是解决的事了 希望能物有所值吧 多露了声 牧尘起身走了出去 啪 打开客厅的灯光 卧室里的声音 一下停止了轻声啜泣 跟着响起一声警惕 外面是谁 是我 牧尘叹了一声 轻轻敲了下 叶飘音穿上睡衣 裹着床单 打开一侧房门 用疑惑的目光 看着牧尘 有事吗 他看了眼时间 都凌晨两点了 至于自己 偷偷哭泣的声音 是不是打扰到牧尘了 他倒是没有想到 毕竟他已经很小声了 你的病 是一线癌 晚期了 叶飘音很平静地说道 牧尘一下皱起眉头 居然是一线癌 这可是号称 癌中之王的病症 恶性程度很高 属于消化到恶性肿瘤 不好诊治啊 很痛苦吗 啊 叶飘音一下明白了 跟着咬着嘴唇不说话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牧尘继续说道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我知道 癌症患者要忍受病痛折磨 有时候单靠症痛完 也无法抑制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更恐怖的是 来自死亡的威胁 会一点点蚕食生者的生机 有数据表明 八十的癌症患者 并不是死在癌症之下 而是在得知自己即将死亡后 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悲观心理加重病情 最终要实无灵 牧尘说得极为夸张 让叶飘音心颤抖了一下 可他不想自己的内心 就这样曝光在眼前这个男生面前 于是咬咬牙 戏声道 你是在卖弄你的学识吗 我不害怕死亡 顿了下 叶飘音直勾勾盯着牧尘说道 有句话他没说 他怕的是一个人 孤零零地死去 我知道你不怕死亡 但你怕痛 牧尘眨了眨眼睛 我 叶飘音一下没话说了 跟着揉了揉红彤彤的眼睛 明白过来 自己偷偷哭泣的声音 被他听见了 要是信我的话 我可以减轻你的病痛 牧尘又说了句话 明亮有神的大眼睛 让叶飘音惊讶地 小小张圆了嘴巴 你说什么 我是说 通过中医的特殊推拿手法 通过对一些学位的刺激 可以有效减缓你的病痛 顾本培缘 调和阴阳 或许能让你舒服地睡个好觉 牧尘微笑道 啊 你还会推拿 叶飘音是真的惊奇了 他真的如自己要求的 也太博虚了吧 牧尘点点头 自信地目光感染了叶飘音 更主要的是 他真的是被病痛给折磨得不行了 而牧尘的话 在此刻 不亚于一盏明灯 照亮了他的世界 你真的可以 帮我 叶飘音咬紧牙关 轻声细语 嗯 那 那好 你进来 叶飘音打开房门 牧尘走了进去 暖色调的灯光在这深夜 显得暧昧极了 需要我做什么 不用 你趴在床上就行 牧尘认真道 那个 要脱衣布 好半天 叶飘音站着没动 跟着羞答答地说出一句话来 要不是给你做全身spo 脱什么衣 趴着就行 牧尘哭笑不得 示意叶飘音趴在床上 正好他换上的睡衣 也不是太后 牧尘走到床边 把头一低 从他这个角度 可以清楚看到 叶飘音那白皙的香颈 皮肤光滑得很 还能闻到淡淡的体香 贴身睡衣 虽然不是那种性感型的 但也彻底地将叶飘音的身材 渲染的诱惑极了 A41 离形臀 再加上一双露在外面的修长白腿 这场面美艳极了 牧尘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下一刻双眸清零 恢复了常态 我开始了 淡淡一声 牧尘双手朝下 开始在叶飘音的背上摇曳游走 啊 只是第一下 叶飘音郊躯便不禁一颤 刹那感觉一股暖流 从脚底涌现到了大脑 那感觉舒服极了 紧跟着 牧尘用意推 拿 提 捏 柔等手法 针对叶飘音的各个学位 展开一系列的刺激 力度或大 或小 不一会 双手到了腰部男人的头 女人的腰 俗话说 男人的头不能乱碰 而女人的腰同样如此 叶飘音长这么大 不是没做过推拿 但那都是找的女技师 但此刻 作为第一个触碰到自己的腰线的男人 牧尘给予了充分的温柔 他的动作很轻柔 以至于让叶飘音感受到 一股力度在自己体内迸发的同时 还有一抹男女之间肢体触碰 带来的羞涩和紧张 让他全身一下崩直 羞死人了 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样 叶飘音差点把头埋在了床上 但很快 随着牧尘动作的加快 叶飘音彻底忘记了这一刻的囧态 全身心投入 享受着那异样推拿带来的快感 好厉害 十分钟后 叶飘音美眸圆征 彻底相信了牧尘 好舒服 他感觉 自己体内 那无不时刻 在吞噬自己的癌细胞 在这一刻 都被打开了一样 散发出全新的生机活力 牧尘 嗯 牧尘一边帮他推拿 一边微笑回应 你太棒了 此时此刻 在如此暧昧的环境 在一张充满少女心的 席梦斯大床上 一个放开了自我的女人 朝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 让牧尘的内心 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哼哼 这下子 牧尘更有干劲了 双手在叶飘音的背上 腰上 双腿游走 激发他的筋络 减轻病痛 很快 他的手转移到 叶飘音的小腿 跟着缓缓拿起 那一双精美的狱卒 在足三里学 轻轻按压下去 这是足三里学 也是抗癌的穴位之一 你可以学学 以后身体 在发痛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按压 缓解痛楚了 牧尘适当地讲解道 过了好久 当叶飘音 沉浸在病痛减缓的 身心愉悦中 牧尘停下动作 呃 有个地方 怎么了 叶飘音眼都没睁地问道 最后 有个穴位 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但需要你稍微脱下衣服 把背部和腰部 露出来才行 牧尘稍微尴尬地说道 这 叶飘音一下把心提起 他想干嘛 但很快 他回头看了一眼牧尘 对上他那清澈的眼睛 叶飘音一下觉得 自己太小人了 怎么能这样看待牧尘呢 他已经为自己做了不守 而且他 这样一个大暖男 也不会有那种龌龊的心思 想到这 叶飘音羞涩地点点头 示意牧尘稍微闭眼 缓缓将睡衣脱下 跟着双手死死抱着胸脯贴在了床上 露哦露出一大片白色的肌肤来 好 好了 叶飘音羞涩地开口 牧尘睁开眼眸 第一眼就看到了美丽的一幕 晶莹洁白的肌肤 玉背上的线条 充满了一道道诱惑 水蛇腰可爱道 令人想要狠狠吻上一口咕噜 牧尘狠狠吞了下口水 下一刻深吸一口气 右手探出 食指和中指并拢 点在了腰部的命门穴上 啊 突如其来的一阵胀痛 让叶飘音忍不住失声尖叫起来 不要紧张 这是最后一个穴位 刚开始会胀痛 但很快就会缓解 调和阴阳 驱除病气 对你的身体大有弊异 牧尘一边出声 指尖发力 点在命门穴上 不一会 叶飘音郊区颤抖 香汉瞬间打湿了额头 这个过程 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 叶飘音先是胀痛 跟着感觉身体快要飘了 一阵很奇异的感觉 涌现全身 强忍着香汗淋漓 叶飘音努力着 不让人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 不然在牧尘面前 也太羞人了 终于 牧尘收力 指尖从叶飘音的腰部一开 跟着长长呼出一口气 像是刚干完活一样 气喘吁吁 好了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浑身舒心多了 身子也不痛了 跟着 他微微一笑 看向了刹那陷入安静的叶飘音 哎 怎么没声息了 不会是被自己弄晕了吧 飘音 你醒醒 别吓我 牧尘突然神色一紧 他毕竟是第一次给人推拿 再加上叶飘音的身子病弱 让他不由吓了一跳 正当他准备蹲下去探个究竟 叶飘音突然缓缓睁眼 跟着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 呼 他发出愉悦 而又难以言明的一声呢喃 此刻的他 全身出汗 像是排出了病气 全身就像是蒸了个桑拿似的 湿漉漉一片 一阵沉默后 叶飘音抬起头 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快要哭了似的大叫起来 牧尘 你看你把我弄的 我都湿了 第十六章 无所不能的他 我把你都弄湿了 牧尘一瞪眼 嘟噜道 不就出点汗吗 哪里有弄湿你 看 我这刚换的睡衣 还有脖子上 额头上 还不是你弄的 叶飘音白了他一眼 等到话说完 气氛一片诡异 这时候 两人才醒悟过来 这话有奇异 好吧 是我弄湿你 那请问叶大小剑 需要小声如何弥补啊 牧尘笑眯眯地调侃一句 你 坏死了 叶飘音被他调戏得 满脸通红 狠狠瞪了他一眼 嘟噜道 还不出去 好好好 牧尘哈哈大笑着 转身离开了房间 等他一走 叶飘音捂着滚烫的脸颊 心里一片波澜 这家伙 还真是的 虽然嘴巴骂着牧尘的不是 但叶飘音心里面 却是惊喜无比 还真是不痛了 他扭动下身子 感觉全身细胞打开了一样 癌症带来的各种疼痛在这一刻 好似都消失了 浑身舒爽极了 有多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叶飘音惊喜地捂着嘴 看着牧尘离去的方向 眼泛波光 随后 他拿起衣物 跑到卫生间 匆匆梳洗了下身子 牧尘坐在客厅 笑盈盈地等他出来 牧尘 明天你还得给我弄 叶飘音洗完澡出来 满意地朝牧尘点点头 跟着飞野四地跑回房间 弄啥 牧尘故意在后头追着问道 你 叶飘音脸红得跟个大苹果似的 半天憋出一句话 就是推拿啊 那你给实行好评不 亦或者 需要特殊服务部 要知道 你这一天十万的租金里 可是包含了那方面的费用 牧尘笑着问道 给 给实行好评 牧尘 你去死 实在架不住牧尘的调戏 叶飘音带着清脆的笑声 将牧尘轰出房间 房门关上 叶飘音感觉心里舒服极了 很开心 虽然牧尘刚才话语推不正经的 但他看得出 他只是在逗他开心 从生理上和精神上 减缓他的病痛 诶 不过说真的 这小子的推拿 还真是厉害 多露了声 架不住困意 叶飘音倒头栽在了床上 这一夜 叶飘音睡得相及了 整整半年 他没有试过这么安逸的睡眠了 当第二天清晨 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 叶飘音缓缓睁开眼眸 他有些失神 跟着眼眸似有一层水雾 捂着嘴巴 眼神充满不可置信和惊喜 要知道 从他生病起 没有一天的早上 他不是被疼痛给折磨醒的 但今天 他却是久违的体会 作为平凡人自然醒来的那种感觉 牧尘 谢谢你 好看的嘴唇微微一如 叶飘音笑了笑 呢喃自语 起床 换好衣服 刚刚打开房门 就问到空气里一股香味 起床了 刚想叫你 牧尘向着贴心的男朋友 回眸一笑 跟着温柔道 早饭做好了 乖 去刷牙洗脸 看着阳光下 穿着白色衬衫的牧尘 帅气无比 那一缕笑容 充满着最真挚的气息 让叶飘音一时间迷失了 好半天 他靠在门边 弱弱道 牧尘 我浑身没力气 你抱我去卫生间 好吗 啥 牧尘愣了下 刚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 后面认真的看着叶飘音 见他小脸透露着一抹俏皮 还有些慌张 不由心底一笑 真要我抱 嗯 叶飘音低下头 发出蚊子般的声音 牧尘静止走了过来 弯下腰 有力的臂膀稍一用力 便将叶飘音 整个人抱了起来 这小妮子 身材本就窈窍 再加上生病期间 饭也没吃好 一米六八的身材 还不够七八十斤重 牧尘直接一个公主抱 将她抱起 眼神闪过一抹怜息 朝着卫生间走去 而叶飘音 则双手抱着牧尘的脖子 偷偷看了他一眼 这一刻的牧尘 帅极了还有 这感觉 好幸福 他像只小懒猫一样 眯起双眼 到了卫生间后 才恋恋不舍地 从牧尘身上下来 我出去了 牧尘笑了笑 等一下 突然 叶飘音叫住了牧尘 双眸认真地看着牧尘 牧尘 我决定了 嗯 这三天 只要是在家里 不管我去哪里 你都必须抱着我 啊 牧尘刚一露出迟疑的表情 就换来叶飘音的交哼 怎么 我可是雇主 你这个男神 难道不应该 听从雇主的吩咐吗 好吧 你是病人你最大 我答应了 牧尘察觉到他的小女人心思 无可奈何地点头答应 嘻嘻 叶飘音这才露出胜利了的表情 满心欢喜 半个小时后 叶飘音放下碗筷 眼眸再次波光流转 直勾勾盯着牧尘 餐桌上 他将食物消灭了个一干二净 这简直就是奇迹 自从生病后 他的食欲就一直不好 白天早饭 顶多一杯牛奶 但今天 他足足吃了三四片麦夫面包 还有鸡蛋等 可能是因为他的脸好看吧 有助于胃口大开 看着牧尘那逆天的颜值 叶飘音满意的一笑 决定给自己加餐 牧尘 我还要一杯牛奶 吃完饭 牧尘开始打扫卫生 叶飘音则闲着没事做 准备打开电视看看新闻 结果发现 电视坏了 牧尘 电视坏了 叶飘音扫兴得嘟噜一声 刚准备拿起手机 就见牧尘走到电视机前 先是瞄了几眼 跟着不知道从哪个嘎啦字 找出一个工具箱来 叶飘音看得惊奇 随口一问 牧尘 你干嘛呢 修电视啊 在叶飘音惊奇的目光下 牧尘腼腆一笑 拿起工具 三两下拆开电视机外壳 扫了几眼 牧尘很淡定地道 问题不大 然后 他低下头 拿起电笔 螺丝刀等工具 就是一阵埋头苦修 几分钟后 牧尘站起来 拍拍手 好了 好了 这就好了 叶飘音瞪大眉眸 看着牧尘打开电视 啪一声清晰的画面跳了出来 确实是修好了 天哪 牧尘 你也太神奇了 叶飘音彻底动容 下一刻饱含深意地盯着牧尘 牧尘被他 瞧得不好意思了 摸了摸脑门 傻愣愣道 飘音 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坏了的没 没一会 愣是被牧尘整好了漏水的马桶 坏电饭包 甚至连带着走廊的照明灯 也一并修好了 牧尘 我发现 你就是个行走的图书馆 叶飘音一踩连连道 哼哼 要不 岂能对得起你那一天十万的租金 牧尘呵呵傻笑 没办法 谁叫咱博学呢 对了 你今天想去哪里转转 牧尘知道叶飘音这次回精灵 散心为主 于是随口一问 去哪呀 叶飘音一愣 跟着看向牧尘 要不 你介绍介绍 其实吧 精灵我也不是很熟 平常都是在学校 什么 牧尘 你还在读书 也是 你也不大 应该是大学生吧 这下 叶飘音来了兴趣 美眸一转 要不 去你们学校转转 行啊 牧尘点头答应 随后 叶飘音稍微打扮了下 带着一脸明媚的笑容 走出了家门 对吗 这才符合你盛世美颜的气质 牧尘直勾勾盯着 叶飘音好久 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赞美的话来 嘻嘻 谢谢你 牧尘 叶飘音甜甜一声 叶飘音心里更加感激了 他知道 要不是牧尘昨晚帮自己做了推拿 让他睡了个好觉 再加上心情美丽 他今天不可能恢复往昔的美丽状态 等到两人走出小区 刚走到公交站台 迎面迎来一个老外 哦啊 快嘿地 divertida 那老外几里咕噜地说了一通 旁边路过的行人 都是苦笑着怂怂间 表示爱莫能助 叶飘音眉头青簇 刚准备走上前 就见牧尘率先一步 微微一笑 用很娴熟的语法回了过去 两人说得很快 不时的 老外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 还朝牧尘竖起了大拇指 一旁 叶飘音再次看呆 跟着美眸一宁 安静地看着牧尘 他居然会西班牙语 不仅于此 他会修电器 会推拿 会做药膳 懂得关心人 他简直 无所不能 第十七章 要不 上吧 精灵大学 牧尘带着叶飘音 刚从公交站下车 立刻就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关注 好帅啊 天啊 这俩人是模特吧 男的太帅了 京城武 古天乐 吴燕祖等人的结合体 而女的也是仙气飘飘 太美了 一群路人眼前一亮 偷偷打量着两人 叶飘音之前因为病痛的原因 出行也懒得打理 但昨晚他美美地睡了一觉 仿佛找回了状态 再加上为了衬得上牧尘的颜值 他今天还精心打扮了一番 自然美艳不可方物 至于牧尘 对女生来说 那就是行走的畅药 不过他还有点不习惯众人的围观 反倒是叶飘音 微微一笑 更显得大方得体 哎 他不是飘飘吗 突然 人群里有人发出惊讶的声音 几秒后 一群人瞬间激动了 各个兴奋地喊着 飘飘 天哪 真的是他 飘飘 你真人太美了 能不能给个签名 飘飘 我是你的粉丝 为什么你最近都没直播了 听说你和人气小天王在谈恋爱 是真的吗 一群人围拥过来 七嘴八舌地询问 看向叶飘音的目光 更是充满了惊喜和疯狂 什么情况 牧尘一论 他们口中说的飘飘 好熟悉啊 牧尘沉思了下 突然反应过来 我就说呢 这女人好像有点熟悉 原来是她 她拿出手机 点开搜索 很快 有关人气当红直播 飘飘 的各种新闻 便跳了出来 人气主播 飘飘 一夜粉丝狂涨百万 金鱼嘉年华 飘飘以恐怖成绩 成为本年度最当红人气巨星主播 她就是一首诗 她 就是飘飘 拿着新闻上的照片 和叶飘音一对比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不 非要说 应该是真人比镜头更漂亮 你怎么不早说 牧尘无奈一笑 瞄了眼叶飘音 你也没问啊 叶飘音好看的嘴唇轻轻一掘 略带调皮地回了一声 很快 人气主播飘飘在 金陵大学校园出现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校园 无数学生宅男沸腾了 个个尖叫着 往他们这个方向跑来 人太多了 都是你的粉丝 搞不好 我也要出名了 看到有人拿起手机在拍照 牧尘连忙掏出口罩袋上 顺势给叶飘音发了一个 跟着朝他头去一道眼神 拉起他的小手就跑 啊 被牧尘这么一拉 跟着在几把好人的疯狂尖叫声中 两人展开疯狂逃跑 看到前面有辆共享单车 牧尘用最快的速度扫码 跟着骑上自行车 一只手抱着叶飘音 将他扶上后座 最后借着对学校地形的熟悉 牧尘骑着自行车 载着叶飘音 很快从一群学生的视线里 消失不见 诶 人呢 好可惜 居然和女神失之交臂 靠 都怪那个男的 要不是他拉着他跑 飘飘肯定会和咱们多待一会的 就是 我的女神啊 好不容易现实中见上一面 居然就这样走了 一时间 一群男生心情低落 群情愤慨 把矛头指向飘飘身边那个神秘男子 切 但马上 一群女生不服气了 哼 都怪你们 要不是你们 这群男生跟色狼似的 把飘飘吓跑 我们就能多看男神几眼 男神 你是说 飘飘身边的男的 哼 也不怎么样 对方酸溜溜的道 哼 你就嫉妒吧 就你这猪鼻子 也能和男神相提并论 那女生 回头就是一笔一的眼神过去 一群男生面面相亏 跟着醒悟过来 好像飘飘女神 刚才身边那男的 长得也推颜值逆天了 而且 不光光是颜值 那身材和气质 也是一等一的出众 难道 是飘飘女神的男朋友 瞬间 众男生哀嚎心痛的不停 女生们更心痛 好不容易看的男神 那也没 简直跟天上星星似的 那微微一笑 暖如春风 还有那深邃的气质 让人的灵魂情不自禁沉沦 结果还没欣赏得够呢 就这样跑了 还是拉着个美女 跑了为什么 老天爷太残忍了 一个长相堪比 凤姐 的女生悠悠一叹 故作哀怜道 好想变成那辆自行车 被男神骑啊 一群人听到后 差点吐了 当然 牧尘是没在 不然他 恐怕得做一百天的噩梦 诶 等一下 我记得刚才那个男的 进校时刷得好像是咱们学校的门禁卡 这么说 男神是咱们学校的学生 刹那 一群女生惊喜地尖叫起来 这边 牧尘拉着叶飘音避开人群 躲到了学校礼堂里 角落里 叶飘音感觉肾上腺素飙升 脸红彤彤地 任由牧尘抓着自己的小手 肌肤触碰 被拿温暖有力的大手握着 他感觉身子都快疏了 太奇怪了 要知道 他也是见过世面的女生 但在牧尘面前 他感觉自己的一切阅历都是无用的 心脏扑通扑通 随时都能跳出来似的 好了 人应该没跟上来 牧尘观察了一阵 扭头瞄了眼叶飘音 板着脸悠悠道 没想到 你还隐藏得挺深的 居然是个主播 好呀 你的粉丝要是知道 我跟你孤男寡女共处一夜 只怕死了我都会 幽默风趣的话语 加上他的逗逼表情 瞬间逗了了叶飘音 我 我没想瞒你 只是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叶飘音咯咯笑道 好了 我没怪你 就是你名气太大了 我们学校一群小屁孩 都是没见过世面的 你一来 他们不嗷嗷大叫 才怪 牧尘嘟啰了声 拉着叶飘音的小手 探了探头 那个 现在安全了吗 叶飘音有点担心地问道 害怕再次引起轰动 应该没事了 牧尘松了口气 诶 是学校礼堂 跟着 牧尘眼前一亮 视线往前面投去 看到礼堂演出台上 一群人好像在排练着什么 他们在干嘛 叶飘音也探出头来 好奇地打量四周 好像是我们学校剧团的学生 正在排练音乐剧吧 牧尘观察了会说道 这里应该没人关注咱们 可以出来了 随后牧尘笑嘻嘻一声 指了指舞台上的学生 笑道 我们学校的剧团挺出名的 正好 咱们可以免费欣赏下 嗯 叶飘音眼眸微微一喜 音乐剧啊 他最喜欢的 相比起牧尘带他游览校园 他更喜欢在这充满音乐氛围的礼堂里待着 只是两人刚准备找个位置坐下 一个看起来武士出头的女老师走了过来 扫了两人一眼 刹那露出惊喜 呀 想不到剧团里 还有你们这两个好苗子 对了 你们两个是刚入团的吗 算了 你们两个上台吧 这么好的形象气质不利用 实在太可惜了 女老师嘀咕着 静止走来 随手就往叶飘音手上塞过去一套演出服装 嘖嘖 你这个小女娃 气质真好 当女主完全够了 可惜人选早就定好了 要不 你就演个女主姐姐的角色 至于你 女老师扭头打量了牧尘许久 似在思考 最后纠结道 你这颜值气质 都是男主的首选 可这次男主定位是个叛逆男孩 脾气十足 不适合你 对了 有个角色 你可以 说着 他示意手下拿来一套西装 激动道 你的气质颜值 很适合剧里面扮演钢琴师的一个角色 钢琴师 牧尘愣了下 很快无语笑道 老师 您怕是认错人了 我们 什么认错人 女老师醋眉 开口道 我干这行干了三十年 一眼就瞧出 这小丫头 吃的就是这碗饭的 还有你 帅帅的 观众绝对会喜欢的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别墨迹了 快上场吧 说着 女老师还认真地朝牧尘吩咐道 小伙子 你大会扮演钢琴师 也不用你 真的会弹钢琴 只要做做样子就行 后台会配合播放背景音乐的 说完 女老师笑眯眯看着两人 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安排 刘岛 那边音响出了点问题 一个胖乎乎的小女生跑过来 名叫刘岛的中年女星 再次看了眼两人 这才一摆手 急匆匆地赶了出去 一边嘟噜道 真是的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牧尘看着对方听都不听解释地离开 顿时一脸无语 飘鹰 怎么办 那个老师好像以为 咱们是剧团的社员 要咱们参加排练呢 牧尘回头过来 抓了抓头发 苦笑连连 那个 咱们趁对方没注意 现在就跑吧 跑什么跑 叶飘鹰拉了拉牧尘的衣角 眼中带着一抹跃跃欲试 撅着嘴 像个坏女孩似的头笑 牧尘 要不 咱们就上吧 第十八章 排练风波 这怎么行 咱们又不是专业的演员 要是被发现了 那还得了 牧尘翻了翻白眼 一脸无语 牧尘 你就陪我玩玩吗 叶飘鹰眼珠一转 灵动的眼眸带着一丝自信 还有 谁说咱不是专业的 你 牧尘惊讶了下 那是 我也是参加过好几次话剧表演的哦 至于你 叶飘鹰扑斥一声 说道 反正那位老师需要的只是你的颜值 又不需要你有什么眼界 你就当做着比划两下就行了 好不好吗 牧尘 好不好吗 他拉着牧尘的胳膊 轻轻晃动 露出祈求的目光 那微微撅嘴的可怜样 更是令牧尘的心都快融化了 在牧尘看来 这就是百分百的撒娇了 不过他发起点来 这威力 绝了 算了 难得他有这份雅性 就陪他闹闹吧 好吧 不过先说好了 就这次啊 牧尘咧嘴一笑 暖洋洋的气质 让叶飘鹰的身子都快酥了 叶 牧尘 你太好了 他一蹦三尺高 就差抱着牧尘一阵狂青了 礼堂后台 演员化妆间 叶飘鹰换上一件酒红色旗袍 款款走出了化妆间 哇 好美 刘岛是哪里找来这个女生的 气质真好 哎 不对啊 听说这角色原本是灵血的 不过他好像迟到了 难道是流岛一气之下 就把人给换了 一群剧组的成员偷偷议论着 当然 更多的是对叶飘鹰的经验夸赞 享受着众人的赞美 叶飘鹰大大方方的微笑回应 你好 我叫方平 在这部音乐剧 青春不留恋 里 扮演男主角 一个风度翩翩 俊雅帅气的男生走上前 朝叶飘鹰微笑着伸出右手 他还露出自认为最迷人的笑容 用打量的目光 审视着叶飘鹰 极品美女 一定要认识他 方平心底贪婪地闪过一个念头 鼻头轻轻如动 深深瞬息着 来自叶飘鹰身上散发的淡淡体香 你好 起料 叶飘鹰只是朝他淡淡点头 跟着走到一旁 目光憧憬地看着化妆间出口 方平皱了皱眉 这个女生 好像对他不太感冒 这让他的自信心大受打击 要知道 作为精灵大学生会副主席 家世险要 再加上他的颜值和才华 方平在学校里可谓风云人物 不知道多少学妹痴迷着他 可眼前这个女生 看自己的目光 居然那么平淡 这让方平心底很不舒服 事实上 叶飘鹰根本没注意到方平 场上有几位化妆定型的演员 包括方平 都打扮得很帅气 各有各的特点 这些人集中在一起 那就是小鲜肉横行 不光颜值够高 包括气质 也都是一等一的水平 但这些人 没有人能够吸引到叶飘鹰 或者说 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此刻叶飘鹰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不知道牧尘换上燕尾服 会摔到什么地步 忽然间 叶飘鹰咬了咬嘴唇 感觉身子有些酥酥的 跟着奇怪的浮现一抹红韵 真是坏色了 这个牧尘 是给我下毒了吗 居然只是想一想他 我就感觉心脏快要跳出来似的 我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 这个大男孩了吧 这也太夸张了 才一天多的时间啊 不行 叶飘鹰 你要坚持住 叶飘鹰在心底朝自己打气道 要不然 他真怕自己爱上了牧尘 那样 在接下去有限的生命里 他会活得更累 不行 我不能再想他了 可是 没一会 叶飘鹰的眼眸 就是进往化妆间看去 神色中有几分着急 这个牧尘 怎么还不出来呢 也就是这时 化妆间大门嘎吱一声打开 一道黑色身影 缓缓走了出来 哇 刹那 就是一道尖叫声响起 发出尖叫的 是一个负责道具安排的女生 此刻 她一脸呆滞地 看着走出来的牧尘 瞬间脸色滚烫发热 最后用灼热的目光 死死盯着牧尘 好帅 那眼神 几乎要吞了牧尘似的 天 这个帅哥是谁啊 哇哇哇 我感觉 我恋爱了 姐妹们 你们不许跟我抢 刹那 场上十几个软妹子 全都脸色通红地盯着牧尘 事实上 不仅是他们 包括男生在内 场上所有人都感觉 眼前一晃 世界仿佛没了颜色 不 应该说 牧尘就是那唯一的颜色 太耀眼 太璀璨了 则则 果然是个天生的帅哥 这颜值气质 我很满意 那个被众人称呼为 刘岛 的中年女性老师 再次出现在场上 直勾勾盯着牧尘 满意地指点头 好了 现在 排练开始 随着刘岛一声令下 青春不留恋 这部音乐剧 开始了新一轮的彩排 这是一部有关青春时期 少年懵懂初恋的故事 剧中人物形象鲜明 包括剧情节奏 台词设计 人物服装等等 都是极为优秀 让夜飘音一下沉静 迸发出最饱满的演出状态 那个谁 对 就是你 你扮演女主的姐姐 气质优雅 对妹妹很关爱 所有人都不看好 她们这一对 在最后女主临死前 举办的婚礼上 你作为姐姐 给予女主很大的支持 让她了结了 人生最后一段心愿 听着剧中的故事剧情 和自己的经历 是多么的相似 这让夜飘音格外有状态 点点头 夜飘音走上舞台 不错 就是这个感觉 刘老师看着夜飘音 那细腻的演出 更加惊喜 几分钟后 随着剧情的进展 牧尘扮演的钢琴师 也即将出场 作为女主的好友 她将以一首梦幻般的钢琴曲 送上自己的祝福 当然 作为一部面向 诸多青少年的音乐剧 主打颜值 钢琴师这个角色 只要够帅就行 至于会不会弹琴 那倒是没什么影响 反正有早就准备好的钢琴曲 作为音乐背景 好 钢琴师 准备入 正当刘老师一声高喊 宣布进入下一场排练时 突然 场边跑过了一名助理 在刘老师耳边低语了几句 停 几秒后 刘老师倾促起眉头 宣布终止排练 他扫了眼全场 目光特别投向牧尘和叶飘音 跟着强忍着不悦 走向两人 你们不是学校话剧社的成员 刘老师声音严肃地询问 好吧 被识破了 第一时间 叶飘音吐了吐舌头 低下针手 牧尘也是心底苦笑 从钢琴椅上站了起来 走到刘老师跟前 朝他鞠躬致歉 刘老师 对不起 我们的确不是话剧社的成员 你们 刘老师一下气到了 可牧尘下一秒的话 又让他哭笑不得 露出无奈的笑意 可刘老师 刚才我就说 您认错人了 是您说 我们是天生吃这碗饭的 还让我们别墨记 赶快登台排练的呀 牧尘小心翼翼地嘀咕道 朝刘老师眨了眨眼睛 扑吃 旁边 叶飘音一个忍不住 被牧尘那活灵活现的表情 给逗乐了 不得不说 此时的牧尘 简直是老少通吃 刘老师被他这么一眨眼 都感觉心跳加速了 这个小家伙 还真是 刘老师无奈地一笑 叹道 说吧 你们是谁 随后 牧尘自报身份 是学校的大二学生 至于叶飘音 被他找了个借口 说是来看他的表姐 两人在礼堂逛荡着 正好被刘老师给抓了个撞钉 哎哟 那现在还真是难办了 随后 刘老师摇摇头 苦笑道 扮演你们这两个角色的郑主来了 一个长相有几分甜美的女生走了进来 用虎视眈眈的目光盯着叶飘音 原本 他身上那件旗袍 应该是他穿的才对 林雪露出不悦的表情 但在刘老师面前 他还是强装素质的微笑 小姐姐 你演得可真好 不过这是我们学校社团的音乐剧 你能不能把衣服还给我呢 这 对不起 叶飘音露出遗憾的表情 但他也没多说什么 脸红的到了生茧 转身就要走到化妆间换下衣服 唉 牧尘在一旁看得怜惜不已 他看得出 叶飘音很喜欢这部音乐剧 虽然只是刚接触 但他完全融入了女主姐姐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 现在让他换下衣服 他一定很舍不得 等一下 突然 刘老师眉头一皱 扭头看向那个叫做林雪的女孩子 我不是说了 早上九点 在礼堂排练吗 可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你为什么迟到 我 林雪一下哑口无言 脸色难看地皂红起来 难道让他跟刘老师说 他昨晚去酒吧嗨皮了 所以今天早上起晚了 行了 刘老师哪还看不出这些小女生的心思 白白手跟着叫住叶飘音 朝他微微一笑 小丫头 我看你挺喜欢这个角色的 演得也挺到位 要是后面有空 你肯配合我们的首秀演出的话 我就把这个角色给你 怎么样 真的 叶飘音一下激动了 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了惊喜 刘老师 谢谢你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扮演这个角色 我也能够配合学校的演出 随叫随到 叶飘音不停地朝刘老师鞠躬 看得出她的心里真的很开心 不 林雪则是一下双眸失神 流露后悔至极的神色 最后把目光看向扮演剧中男主 也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方平 方平皱了皱眉 林雪是学生会的组织干事 人长得漂亮 在学生里也有很大的人气 更主要的是 林雪和她认识多年 之前还纳闷 怎么换脚了 原来是这回事 还有一点 林雪的男朋友 可是那一位啊 要是不帮着林雪说几句好话 估计她下一届的学生会副主席 也不好当了 这我没道 刘老师 距离可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啊 换成一个旁人 这是不是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刘老师看了方平一眼 刹那流露出女强人的姿态 至于你这个小家伙 他跟着 把目光看向了牧尘 神情好似在思索 一阵犹豫不决的 刘老师 这个角色是我的 也正是这时候 一个梳着墨西干发型的男生挤了进来 第一时间 他眯起双眼 用挑衅的目光盯着牧尘 第十九章 牧尘会弹琴 牧尘被这个梳着墨西干发型的男生 挑衅般盯着 不用想也知道 他就是之前扮演自己这个角色的人 赵紫阳 你去哪了 方平心中一乐 知道热闹来了 于是故意大声道 刚才刘老师找不到你 所以先让人给踢上了你的角色 哼哼 赵紫阳不悦地嘟噜道 刚才我见音响有点坏了 就去找人秀 可是没找到人 这不 刚回来 就发现自己被涮下来了 说着 他认真瞧着刘老师 再道 刘老师 刘老师也是头大无比 这么说 好像还真不是这个学生的错 自己平白无故把人给换了 的确是说不过去 可方平这边又已经演上了 虽然他不是话剧社的成员 但这个角色 也不用什么演技 现在在看牧尘的颜值 那是一百个喜欢 正好和这部青春音乐剧对上 刘老师心里纠结不已 却不知道 其他女生也跟着一阵纠结 学生会副主席 这回正四下描人呢 看那意思 显然是让着帮赵紫阳说话 可牧尘实在太帅了 要是他不演这个角色 不就少了和他接触的时间吗 这位同学 对不起 这个本来就是 你的角色 要不 你上吧 牧尘倒是没多想 只觉得自己 平白抢了人家的角色 的确说不过去 歉意地朝赵紫阳一声 跟着就要换下衣服 什么叫我上吧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这本来就是 我的角色啊 赵紫阳不服气地 瞪了牧尘几眼 冷笑起来 我看某人是为了故意耍帅 给大伙添乱的吧 又或者 为了出名 所以恬不知耻 耍了心机 把这个角色弄到手 赵紫阳一席话 说得牧尘哑口无言 什么时候 自己就成了这么个心机boy了 自己还真是误打误撞 被刘老师看上的 同学 你真的误会了 我只是图个好玩 没有什么目点 牧尘再次道歉道 对不起 如果影响了你的心情 我再次 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 我要你的道歉 有什么用 赵紫阳虎目一瞪 隐言怪气地看着他 还没什么目点 赵紫阳一脸呵呵 一副你以为我傻了表情 朝牧尘不屑道 你不就是看刘老师名气大 所以想在这一部音乐剧里露个脸 万一火了 你不就赚大了 不是吗 一通话 牧尘听得皱起了眉头 跟着扭头看向刘老师 一副疑问表情 这个刘老师名气很大 哎 这时 叶飘音突然尖叫一声 浑身激动一颤 捂着嘴 惊喜道 您是刘云老师 刘老师听见叶飘音 喊出自己的名字 微微一笑 朝他点点头 丫头 你认识我 当然 叶飘音惊喜无比 旁边牧尘拉了他的衣角 好奇地在他耳边询问 谁啊 这是 刘云 刘导 叶飘音一脸郑重 介绍道 国家一级导演 参与过好几次春晚的导演工作 之前奥运晚会 他负责的正式音乐这一块 可谓是咱们国内艺术界的一棵长青树 这要牛扒 牧尘也逐渐凝重起来 难怪其他学生 一副认真无比的样子 能在这样一个大人物导演的音乐聚上露脸 别说演个配角了 就算是个小角色 也大把人抢 难怪这个赵紫阳 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感情是自己坏了他的大忌啊 现在知道刘导名气大了 更想着怎么赖着了对吧 赵紫阳冷笑连连 目光敌视目尘 喂 我说同学 别以为你长得帅 就能拿下这个角色 这个世界 不是光连长得好看就行 呵呵 有的人啊 面善心黑 赵紫阳特地加了一句 居然获得了其他男生的认可 毕竟 不是只有女人会嫉妒的 男人嫉妒起来 同样会失去理智 喂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牧尘 牧尘还没觉得不高兴 反倒是叶飘英 立即咬着嘴唇站了出来 自觉地维护他 牧尘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 刚才是我拉着他上场的 你要怪 就怪我好了 叶飘英冷声道 看着赵紫阳的目光充满了不悦 我看小木也不是这种人 刘老师在一旁也特地说了声 他阅历身后 能看清牧尘那一缕清澈的眸光 心正无邪 这个小伙子 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下 赵紫阳心底更加敌视牧尘了 居然连刘老师 都好像站在他这一边了 他能把叶飘英的角色给吕正了 真要重音牧尘 自己岂不是没戏了 而且 这么个大美女 居然帮牧尘说话 别说的 在学校里 光靠酷酷的颜值 赵紫阳还真便宜睡了一些极品美女 可叶飘英这种的 他真没见过 那个水蛇妖 那个漂亮惊艳 小姐姐 也许你万一 就看错人了呢 又或者 赵紫阳怪气一笑 他想靠这些歪门邪道 讨好你呢 不会 他不需要靠这些小伎俩讨好我 叶飘英神色认真道 赵紫阳心里顿时就一阵酸溜溜的 这个女人 居然这么维护牧尘 凭什么 就凭他帅吗 老子也不差呀 特别是看到学生会 副主席方平 那一副和自己同样酸溜溜的表情 赵紫阳灵机一动 大叫道 你们大伙都说说 牧尘能不能演这个角色 要是以后规则都这样了 那岂不是说 光靠颜值就能登场演戏了 那还需要什么实力 这么一说 众人都有点神色肃然 精灵大学地处江南 江南什么最多 帅男美女最多 一个叶飘英也就算了 可牧尘就是个花瓶 刘老师真要是起了这个头 说换人就换人 那后面 他们这些靠实力得以登场的学生怎么办 好像 紫阳说的也有点道理 扮演钢琴师 虽然帅就可以了 不过 好像凡事也要讲个先来后到 一时间 一群女生们 满脸纠结地说出这番话来 一边在心底嘀咕 男神 只能先委屈你了 牧尘呵呵一笑 倒是真无所谓 淡然道 同学 你想要这个角色 那就拿去呗 他还真无所谓 等一下 刘老师还是有点纠结 叫住了牧尘 牧尘 你听刘老师的 他让你演 你就上 不行 大不了 我也不演了 看见牧尘演不了 叶飘英当然很失望 他特喜欢 看穿着燕尾服 一身帅气的牧尘登场 于是劝道 刘老师 您还不知道吧 赵紫阳是林国成老师的弟子 就在这时 方平悠悠地笑道 什么 这下 刘老师惊讶地看了一眼赵紫阳 震惊道 你是林老的弟子 赵紫阳微微一笑 这回好像才露出真正身份一样 微笑道 刘老师 我的确是林老的弟子 对了 老师知道 我要扮演您这一部音乐剧的角色 还特地托我问您 问您喜不喜欢那首曲子呢 喜欢 太喜欢了 顿时 刘老师高兴的眉飞色舞 道 青春欧哥 很接地气 也跟我心目中的主题曲 非常接近 林老能单独给我 这部音乐剧作曲 还是这么一首精彩的曲子 我实在太感激了 刹那 夜飘音的脸色凝重起来 牧尘也跟着皱眉 脑海一条信息闪过 林国成 国内老一代作曲界的领军人物 创造过无数经典曲目 据说林老现在已经收删 之前一段时间 国内某个经纪人公司 出了三百万一首曲子的价格 也没能说服林老出手 可现在 他居然给刘老师的音乐剧 单独创造了一首曲子 这个手笔 可就太重了 还有 方平先是看了一眼牧尘 心里冷笑 帅 帅有什么用 跟着笑眯眯地看向刘老师 紫阳是林老的高徒 他精通钢琴 已经是专业实级 有钢琴神童之美誉 从小到大 不知拿过多少国际大奖 也就是这时 一名工作人员 再次着急地跑来 尴尬地回报道 刘老师 不好了 咱们后台的音响 就是负责播放钢琴曲的那一台 好像 坏了 坏了 刘老师顿时眉头一皱 这就影响大了 刘老师 要是音响坏了 咱们排练就不好弄了 毕竟听着林老为刘老师 您单独创造的曲子 大伙排练上 不是更有感觉吗 可如果是一个 不会弹钢琴的家伙坐在那 那氛围就不对了 要知道 咱们可是音乐剧啊 这没了曲子的伴奏 那排练的场景 也就没了味道 您说是不是 方平还在那继续说道 好像在说着事实 但心里可就乐开花了 说真的 他还真嫉妒牧尘 不仅是他 现场男生 哪个不嫉妒牧尘 好像是这个道理 刘老师点点头 跟着看向牧尘 见他双手也不像弹钢琴的样子 顿时心底一叹 有了决定 那好 钢琴师这个角色 就由赵同学 话没说完 就见这时 一声悠扬的曲调 从旁边传了过来 第二十章 梦中的婚礼 谁在弹琴 众人第一时间看过去 只见一道身影 悠然坐在琴椅上 五指在琴键上跳动 流畅悦耳的琴声 向月光 向流水 向瀑布 俯过心田 令人陶醉 正是牧尘 牧尘会弹琴 叶飘音脑子先是一懵 带着点惊喜 跟着醒悟过来 自己下单时 可是提过类似的要求 要求男神具有音乐才华 懂得乐器 太棒了 这一刻 作为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叶飘音浑身颤抖着 呆呆地看着那道暖暖的身影 他发现 牧尘太会制造惊喜了 总会在不经意间 讨好你的心扉 让你沉沦 一曲 月光 演奏结束 牧尘走了过来 微微朝众人一笑 那灿弱星辰的眸光 仿佛再说 不就是钢琴吗 谁不会啊 小伙子 你还会弹琴啊 弹得真不错 流云也充满了惊喜 满脸含笑 朝牧尘点头示意 哼 赵紫阳的目光充满了酸意 带着冷傲的不屑 死死盯着牧尘 牧尘同学 你也会弹琴啊 不知道你学了多少年 方平的脸色有点难看 勉强一笑问道 没多久 牧尘摆摆手 似乎很淡然 弹得是挺好的 不过和赵紫阳相比 似乎还有点差距 毕竟他师承灵老 专业水平一流 你们说是不是 方平呵呵一笑 显然意犹所指 他的话并不没有引起 同学们的认同 特别是一群女生们 此刻看着牧尘的眸光 完全是花痴了 一个个都没想到 这么帅气的男生 居然还弹得一首好情 简直多才多艺 不过 灵雪倒是站出来 附和着方平的话 对啊 不否认牧同学弹得不错 但和赵同学相比 明显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上 毕竟赵同学拿了那么多奖 而牧尘同学呢 似乎不怎么出名呢 此刻 灵雪满心的嫉妒和酸意 他的角色被叶飘音抢走 自然对牧尘 也不带一丝好感 刘导 您不是很喜欢 灵老那首青春欧歌吗 有灵老的弟子来弹奏 他肯定能把我曲子的风格 更加完美地 展现出曲子的魅力 使得音乐 剧情契合度更高 完美展现出 你心目中的音乐剧形象 顿了下 灵雪微微一笑 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刘云看了他一眼 表情有些认可 显然灵雪的话 说中了他的心思 也对 毕竟是灵老的弟子 他再次看了眼赵紫阳 也挺帅的 关键他 还是灵老的弟子 灵老的面子 还是得给的 随后 刘云看向牧尘 歉一道 牧尘同学 实在抱歉了 言下之意 自然是要把这个角色 交还给赵紫阳了 哼 赵紫阳轻轻冷笑了声 像之高傲的孔雀般 看了眼牧尘 隐隐间一抹嘲笑 仿佛在说 你小子也就是帅的而已 可其他的呢 凭什么跟我斗 刘老师 要不您再考虑下 牧尘没急 倒是夜飘音急了 露出哀求的目光 看向刘云 同时 他还有些生气 他们凭什么 这样说牧尘 在他看来 那个赵紫阳 就算是领老的弟子 拿奖无数 可那又怎样 牧尘刚才展露了一首 钢琴水平一点也不差 谁说就比赵紫阳弱了 他们明显就是嫉妒牧尘 不知不觉 夜飘音已经站在了 维护牧尘形象利益的角度 开始争论 刘老师 你看牧尘都已经把衣服换上了 要不 你让他演完 两个人做下对比 好吗 夜飘音再次恳求道 小丫头 我也很想把这个角色给他 但是 从音乐剧的需求来说 紫阳的确是最适合的人选 刘云叹了一声 也颇为无奈 那 要是牧尘演不了 那我也不演了 见无法说服刘斗 夜飘音咬咬牙 干脆地说道 呵呵 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咖吗 刘斗的剧 大把人抢着来试戏 是咱们学校社团和刘斗友合作 才唠叨这个机会 一旁 林雪找到机会 眼神颇有几分兴奋激动的一亮 跟着嘲讽道 你要退出 那就退出 跟着 两眼发亮地看向刘斗 认真地鞠躬 刘斗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下 刘斗为难了 丫头 如果你真的坚持这样 那我也只能遗憾地 把人选都给换下去了 好一会 刘斗探声说道 刘斗 不管怎样 谢谢您 听到这个回答 夜飘音带着隐隐的失落 咬着嘴唇 朝刘斗鞠了一躬 牧尘 我们走 说完 夜飘音走到牧尘身边 轻轻拉住他的手 低语道 你 你不要谢谢 在我看来 那个赵紫阳 并不如你优秀 飘音 此时此刻 牧尘内心一阵感动 看着为自己 距离力争的夜飘音 化身成自己的小迷妹 维护自己 牧尘心中甚为感激 满腔柔肠 化为深深的联系 飘音 真的很喜欢这部音乐剧呢 他怎么能为了我 就放弃这个角色呢 他喃喃自语 叮咚 也就是此刻 系统罗莉音 发出一道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为委托人减缓病痛折磨 此刻 发放任务奖励 恭喜宿主 获得 诗词小说乐曲 回荡版 什么玩意 牧尘愣了下 脑海一动 异形信息浮现眼前 诗词小说乐曲 回荡版 使用本道具 可选择当前世界未面 任何文学乐曲作品 进行回荡 回荡后 作品创作归属权 完全属于宿主 成为宿主的出作品 这个道具 牧尘一下惊呆了 片刻后 心里激动的哈哈大笑 牛叉 这个道具 太牛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选择李白的 枪敬酒 梦浩然的 春晓 亦或者苏东坡的 水调歌头 那么进行回荡后 这个世界 就再无这些诗词作品的存在 而我 则以创作人的身份 将这些伟大的经典发布出来 成为我个人的专属作品 还有 不仅是诗词 还有小说 音乐 等等 音乐 突然 牧尘脑中醍醐灌顶般 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或许 这能改变刘老师的决定 思考了会 牧尘嘴角一勾 走到刘云老师跟前 朝他深深屹立 刘老师 今天打扰你了 其实 今天能够参与到 老师这部音乐剧来 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事 虽然最后未能如愿 但我个人 也喜欢这部音乐剧 所以 老师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想弹一首钢琴曲 送给您 表达我对这部 青春不留恋 的喜爱之情 呃 你是说 你要弹一首钢琴曲 刘云的表情略微古怪 牧尘 你想干嘛 别耽误我们排练了 你可以走了 一旁 方平皱眉 出声干扰道 牧尘却没理他 干脆走到钢琴边 往上一座 五指搭在琴剑上 刹那 一首直击人心灵的曲子 回荡在众人耳边 梦中的婚礼 这一刻 牧尘化身一名绅士 优雅在琴剑上 演绎出这首经典之作 呃 这首曲子 刘云愣了下 不仅是他 此时 所有人听到这首梦幻般优美的曲子 都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是此小说 乐曲回荡版 实用 刹那 整个世界 有关 梦中的婚礼 这一首经典曲目全部消失 它就像从未出现过一般 然后在此刻 由牧尘的双手 轻轻地演绎出来 理查德 克莱德曼 这一首全球最经典的爱情之曲 威力是何等巨大 它彻底激发了现场 所有人对爱的憧憬 对心目中那最美的婚礼的向往 也彻底撩动了 所有人心目中的那根弦 几秒后 嗯 叶飘音激动地捂着嘴巴 耳边倾听着那美妙的曲调 泪水情不自禁地模糊了双眼 这曲子 流云浑身击颤 忍不住闭上眼眸 陷入那令人沉醉的音乐中 好好听 一众学生 各个神色一鸣 吃了一般 盯着牧尘 他的五指在键盘上飞舞 音调快慢结合 清新而给人快感 当细细聆听时 那悠扬悦耳的琴声缓缓流动 空灵美妙 柔和抒情 如天籁之音 做出心目中 对爱情最美好的期待 流云老师 眼眸渐渐朦胧 夜飘音激动地站立 所有人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仿佛都看到了 那梦中的景象 青春 年少懵懂 少年对爱情的向往 从初恋 相恋 相知 相爱 到最终 走向婚姻的礼堂 婚纱 是如此的美丽 而你 更美 你在微笑 我挽着你的手 走向浪漫的圣堂 梦中的婚礼 梦里的天堂 不知何时 牧尘离开了钢琴 回到了夜飘音身边 那悦耳的曲调 消散在耳边 却仿佛有余音绕梁 啊 众人回过神来 一个个发出激动的尖叫声 用最为炙热的目光盯着牧尘 牧尘同学 刘云老师第一个飞扑过来 年过五旬 已经失去年轻人 生机活力的身子 在此刻是如此的灵巧 瞬间冲到了牧尘跟前 用最为火热的眼神 看向牧尘 牧 牧尘同学 你演奏的这首曲子 是哪位大师的杰作 天啊 太美了 太好听了 和我心目中的意境一模一样 这才是我心中想要表达的感情 它绝对是一首经典伟大的作品 究竟是何人创造了这样一首美轮美奂的经典 简直太让人陶醉了 然后 刘云老师激动的语无伦次了 我一定要得到它 不 我不该玷污它 应该说 请允许我获得这位大师的认可和同意 我想将你演奏的这首曲子 作为我这部音乐剧的主题曲和背景曲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我一定要让这首钢琴曲 回荡在我的舞台的上空 而下一秒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 牧尘微微一笑 悠悠道 刘云老师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要送你一首曲子 对 就是这一首 梦中的婚礼 第21章 想吃了你 梦中的婚礼 当牧尘说出这一首钢琴曲的名字时 所有人都陶醉了 特别是女生 感性如夜飘音 更是激动万分 不断念叨着这几个字 脑海里 那悠扬的曲调 久久缠绵 让他如痴如醉 可恶 看到众多女生 眼泛波光地盯着牧尘 方平和赵紫阳 全都脸色难看极了 这不可能 他怎么会弹出 这样一首美妙的钢琴曲 赵紫阳气急败坏地咆哮 他不是外行 刚才牧尘展露一首 不管是曲子的意境 还是他弹琴的手法 都达到了上流水准 特别是意境 更是达到了大师级别 他学情十五年 专研国内外经典曲目 但要说达到牧尘的水准 还差远了 不妙了 恐怕赵紫阳 拿不到角色 一旁 方平眉头深锁 看向牧尘的目光 隐隐闪过一抹敌意 才华如他 在精灵大学 乃是天之骄子 而如今 他感觉到了一抹 来自牧尘的威胁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 以前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一出手 竟掀起如此巨大的轰动 不只是他 刘云老师 也陷入极大的震惊当中 他不是普通人 是精灵大学特聘的教授 精通音乐 导演过诸多经典之作 可谓才华横溢 又岂会看不出 牧尘的惊艳无双 而当牧尘说 要把曲子送给他时 刘云身子一震 语气无法抑制地吃惊 你说 这一首曲子要送给我 他听出了牧尘的言下之意 似乎 他有权作主 将这一首经典伟大的作品送出 要知道 如此经典的作品 都代表着极大的名利 有的人一生 可能靠一首歌 一首曲子 就能吃一辈子 火爆全球 而梦中的婚礼 绝对属于最顶级的钢琴曲 难道 表情一阵 流于脑海展开回忆 对比国内外各大经典名家 似乎并没有人 创作过这样一首经典的曲子 不 这不可能 梦中的婚礼 这首钢琴曲极为出彩 具小调旋律 分为四段节奏 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感觉 有时温暖如风 有时柔如彩虹 所以这样一首曲子 没有大师级的创作能力 和丰富的阅历 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 但下一刻 看着牧尘 那深邃自信的眸光 刘云老师忍不住惊呼一声 难道 这首曲子 是你做的 是的 刘导 牧尘微微一笑 梦中的婚礼 的确是我创作的 什么 瞬间 全场再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这首曲子 竟然是牧尘的原作品 叶飘音握紧秀拳 激动的浑身站立 太厉害了 牧尘太厉害了 这就是他选择的男神 才华无双 其他人更是动容 一些女生 激动的尖叫连连 好帅 男神啊 不仅颜值到位 就连才华 都是这样的惊天动地 难怪我以前 从来没听见过 这么梦幻的曲子 原来是男神创作的原作品 真是太美妙了 你们不知道 刚才男神弹琴的时候 我听得都快来那个了 那感觉 舒服极了 四周 众人的赞美 此起彼伏 而这边 牧尘对系统的强大 再一次感叹金服 当他使用了 诗词小说 乐曲回荡版道具后 不仅梦中的婚礼 这一首曲子 在这股世界的存在痕迹 全都消除 而且在第一时间 乐曲版权 在全球各个国家 自动注册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上网一搜 那么牧尘 绝对是梦中的婚礼 这一首钢琴曲的原作者 天 刘云老师同样震撼无比 下一秒 他激动地失声道 牧尘 你真的愿意将这首曲子 送给我 作为音乐剧的主题曲 对的 希望刘云老师您能喜欢 喜欢 太喜欢了 刘老师兴奋地喃喃 迫不及待地道 我决定了 青春不留恋的首秀演出 包括以后每一场演出 主题曲和背景曲 都替换为梦中的婚礼 这首曲子配合上我的音乐剧 绝对能大放光彩 惊艳无数人 牧尘 谢谢 谢谢你 说着 这位在国内导演界 有着极大地位的教授 眼睛泛出晶莹的泪光 认真的向牧尘 深深弯腰 致以感激 刘老师 别这样折杀学生啊 牧尘连忙扶起老师 微微一笑 同样鞠躬 大方道 老师的认可 对学生来说 也是极大的鼓励 牧尘 叶飘音看得欣喜无比 一种与有荣烟的感觉 在他心底浮现 随后看着牧尘的目光 更加甜蜜了 仿佛 他就是他的男人一样 不远处 方平神色大变 急忙道 刘老师 要是替换了新的主题曲 那林老之前为咱们这部剧 创作的青春欧哥这一首音乐 那怎么办 没想到 刘云毫不纠结地脱口出 换 必须换 赵紫阳如遭雷击 瞬间脸色阴沉下来 刘老师醒悟过来 自己刚才的话 似乎有点得罪人 于是顿了下 解释道 林老的作品 不否认是一部极好的曲子 和青春不留恋的风格 也很相符 但梦中的婚礼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才更加契合青春不留恋 林老的作品 刘云老师用的是极好 而牧尘的作品 则是伟大 评价位之极高 却也是事实 那 钢琴师这个角色 舞台上 有人嘀咕了一句 当然是牧尘来演 他的作品 由他亲自来演绎 再合适不过 刘云老师斩钉截铁道 紫阳 那就没办法了 方平故意走到赵紫阳身边 哀声叹气道 谁让牧尘拿出这样一首曲子 征服了刘云老师 他的情迹也不比你差 又是曲子的原作者 所以 你只能出局了 可恶 赵紫阳气得浑身颤抖 要不是顾忌着刘云的影响力 他这回都能拍桌子骂人 赵同学 实在抱歉了 林老那边 我也会给出一个解释的 刘云叹息一声 他也知道这样做 是在打林老的面子 毕竟前面林老给了自己一首曲子 结果自己 却换成了牧尘的钢琴曲 这样做 完全就是在说 林老的曲子不如牧尘 但是没办法 谁让牧尘的曲子 已经彻底征服了他的心呢 见刘导心思已决 自己再也没有拿得出的还击手段 赵紫阳脸色阴霾地瞪了牧尘一眼 下一刻 气急败坏地扭头离开了礼堂 哼 林雪同样满脸不悦 心情复杂地看了眼牧尘 带着深深的布干 也离开了现场 好了 彩排继续 刘云老师拍拍手 宣布 青春不留恋 的彩排 继续进行下去 彩排结束后 所有人震撼的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几秒后 全场爆发惊喜的声音 互相抱在一起 整个礼堂彻底轰动了 彩排大获成功 刘老师兴奋地挥舞拳头 他有预感 这一次 他的新作品将会大放一彩 可以说 梦中的婚礼 赋予了这一部音乐剧 崭新的灵魂 当然 叶飘音的演出 也极为优秀 哎 牧尘呢 当他想找到牧尘表示再一次感谢时 却发现他和叶飘音已经不见 刘老师 这是牧尘刚才交过来的曲谱 还有他亲手签名的版权借用合同 一名学生走过来 将手上的纸张交给刘云 这小伙子啊 刘云不由感慨一声 心里对牧尘的好感 再次上升了几分 对 下次给牧尘量身定做 打造一部剧 找他来演 另一边 牧尘和叶飘音 一脸微笑地走出精灵大学 两人都戴着口罩 但就算如此 出众的身材气质 还是吸引了不少路人 偷偷围观 你演得真好 你弹得真好 等到两人突然同一时间 扭头看向对方 不约而同地说话时 瞬间 气氛凝固了 跟着就是扑齿几声大笑 牧尘和叶飘音都笑了 叶飘音更是笑疯了 对了 上午折腾了一通 饿了吧 看了眼时间 居然快十二点了 牧尘停下脚步 微笑看着叶飘音 一边说着 看到叶飘音鼻尖 微微沁出一丝汗珠 他下意识探身过去 温柔地 用手帮他擦了擦 这个动作暧昧极了 叶飘音当场脸就红了 但却没有拒绝牧尘的好意 眸光微亮 双手交叉放在身后 像只乖巧的小猫咪 轻轻一声点头 嗯 那中午 想吃点啥 我给你加仓 牧尘眨了眨眼道 真的 想吃啥都可以 叶飘音的眼眸更亮了 下一刻 他轻轻地往前迈了一步 目光直视着牧尘的脸眸 轻咬着嘴唇 语不惊人 死不休地来了一句 那 我想吃了你 牧尘惊呆了 冷了下 叶飘音突斥一声笑了出来 欢快地跑到前头去 你要真敢 我大不要舍身就义 嘟噜一句 牧尘笑嘻嘻地追了上来 牧尘 嗯 我要你拉着我的手 好 学校另一脚 赵紫阳回去后 越想越不愤 于是找到话剧 社后情组的同学 打了通电话 猛子 上午在礼堂 那个叫牧尘的家伙 弹的那首曲子 你们有拷贝没 拷贝倒是没有 但是视频 有录制下来 应该有他弹琴的那一段 不过不是特别的清晰 跟原创大片肯定有区别 对方回了声 还一副遗憾口吻的激动道 你别说 这家伙真是厉害啊 我这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 都觉得这首曲子特赞 弹得也真好 听一百遍都不带腻的 这要是在专业级的录音室里 那音效不是更棒 对方无意间对牧尘的赞美 听得赵紫阳更加生气 哼 你把视频发一份给我 赵紫阳咬牙 几乎是咆哮着说道 挂断电话 没意会 赵紫阳收到了同学发来的邮件 里面附着一段视频 点开视频 听着那悠扬悦尔的曲调 再次回荡在耳边 赵紫阳神色充满了怒火 跟着拳头紧握发出冷笑 说不出的森然 刘云刘岛的星座 虽然是安排大学生演出 但同样获得了业界不少关注 剧中 除了男女主 女二之外 就属女主的好友 钢琴师这个角色最为出彩 本来这个角色是属于他的 在那个盛大的舞台 他将会一曲成名 可现在 一切都被牧尘这个小子给毁了 这曲子 真有那么好听吗 一群没见识的家伙 这家伙纯粹是个玩笑 还当真他是天才啊 他还说 曲子是他创作的 一个嫩得不行的家伙会作曲 我才不信呢 多露了声 赵紫阳登陆国内最大的音乐版权库 进行查询 但很快 他流露一抹韵怒 喷一声拳头砸在电脑桌上 梦中的婚礼 曲创作人 牧尘 注册时间 显示在一个月前 还真的是他 赵紫阳冷哼了声 双眼眯起 闪烁着寒光 不行 不能让他这么如意 脑海灵机一动 赵紫阳仿佛想到了什么 流露一抹得意 要是老师知道 他精心为流岛编排的青春欧歌 居然被一个学生给替换下来 肯定会很生气 毕竟在赵紫阳的认知里 他的老师 林国成教授 可是国内咖位最牛 名声最大的创作人 可现在 居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给打脸了 就算老师在淡然 可为了他在作曲界的地位 肯定也会追究 慕尘 你别得意 我倒要看看 接下去你怎么收场 赵紫阳黑黑笑着 给老师的助理拨了通电话 简单说明了下情况 跟着把这一段视频也发了过去 助理一听说这是 气得吹鼻子瞪眼的 马上说要跟林老汇报 行 王哥 那这事就麻烦你了 挂断电话 赵紫阳得意一笑 跟着眼珠一转 赵紫阳注册了个小号登录微博 将牧尘弹奏钢琴的视频 和老师作曲的青春欧歌曲谱 一同放到了网上 标题嘛 他在内容里不断地带节奏 抨击牧尘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 又岂能和老一辈的音乐家相提并论 飞快写完一大段内容 赵紫阳满意笑着点击发表 哈哈 牧尘 我看你还怎么得意下去 林老几百万的粉丝 每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第二十二章 牧尘 你便坏了 回到家 牧尘开始张罗饭菜 为了确保叶飘音的病情和胃口 他选择的都是药膳 对整个抗癌病情 有十分显著的作用 当然 叶飘音本人不知道 牧尘给他准备的药膳 竟有如此功能 他只是觉得好吃 更何况 他对自己的病已经无所谓了 能在死之前认识牧尘 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 牧尘 我简直想把你绑在我身边 每天给我做好吃的 吃完饭 叶飘音毫无形象地 在牧尘面前嘟咐了几声 他脸色带着幸福的笑容 感觉开心极了 有多久没这么开心的效果了 还有 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饭菜那么美味 还能和中药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男神的笑话调剂 和暖暖的贴心关怀 也就牧尘能办到了 要不 你当我男朋友吧 叶飘音咬着嘴唇 戚戚爱爱地说道 他现在想着 能在死之前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似乎也不错 你该午休了 牧尘微微一笑 很轻飘飘地回了一句 这换了叶飘音一个白眼 他重重咬牙 我说 我要你当我的男朋友 说着 他迈前一步 一副要贴身抱住牧尘的样子 却没注意到两人的距离 一个崴脚 差点摔倒在地 小心 牧尘一个转身 双手顺势一抱 叶飘音整个人 顿时扎进他的怀里 正好旁边是沙发 牧尘顺势倒了下去 偏偏的 叶飘音倒下的姿势 脸蛋正好对着牧尘的两腿之间 几秒后 叶飘音一脸羞红地爬了上来 一张精致的脸蛋 直勾勾盯着牧尘 牧尘甚至能感觉到 他呼出的火热鼻息 男朋友 我现在不就是在当你的专属男神吗 牧尘装傻冲愣道 那不一样 叶飘音嘀咕了声 跟着有些意乱情迷地盯着牧尘 脸颊浮现红韵 浑身酥软了一样 身体几乎和牧尘贴在了一起 还记得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吗 心愿清单 嗯 叶飘音点点头 身子不老实地 在牧尘身上扭动 跟着轻悠悠道 知道我最想做的第一个心愿是什么吗 是什么 牧尘刚问了一声 他感觉到一抹火热贴在了自己的唇上 紧跟着就是一抹香滑 这让他浑身一阵 怀中的娇躯 像只柔软的小猫咪 使劲地蹭着 带给他一种极致难鸣的愉悦感 是这个 叶飘音轻轻揽着他 水汪汪的大眼睛 桃花般的腮红 看上去美极了 牧尘是暖男 但不代表他什么都不懂 叶飘音的主动 也令他火热无比 于是他展开了最炽烈的回忆 一时间 温馨的客厅里 以你暧昧 两人抱在一起 发出一只儿童不移的声音 情到深处 牧尘一只暖意十足的大手 攀登上那无限美好的顶峰 使得叶飘音身子猛然一绷紧 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 彻底地瘫软在牧尘的怀里 牧尘自意品评 享受无比 牧尘 你变坏了 一番温存 叶飘音勾搭着牧尘的脖梗 欠脸通红地在他耳边低语 我要退货 我明明要的是大暖男一个 可现在 你 你太坏了 不是某人做怪 我会变坏 牧尘坏坏一笑 清澈的眼神透露着怜爱 却又让叶飘音一下诗神 最终陷入那美妙的隐你气氛当中 几秒后 正当牧尘准备进一步攻城夺地时 我去洗碗 叶飘音突然甩开牧尘那不老实的大手 跟着俏皮一声 给了牧尘一个羞涩的眼神 光着脚丫跑进厨房 这小妮子 牧尘嘴角一勾 无奈地笑了笑 起身跟了进去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两人很快洗好碗 牧尘朝叶飘音眨了眨眼睛 你该午休了吧 我睡不着 叶飘音摇摇头 那 找点事来做 牧尘话刚说完 叶飘音灵机一动 迫不及待地将牧尘拉进了一间书房 书房很整洁 略微老式的家具 特别是书柜 都几乎赶上牧尘的年纪了 藏书也很多 但让牧尘眼前一亮的是 书房靠着窗户的位置 摆着一架黑色钢琴 星海老款的 这得十几年了吧 牧尘笑着说道 走上前 轻轻按下一个琴键 他神情做倾听状 微微闭眼 几秒后 连续按下几个琴键 跟着睁开眼 笑道 估计好多年 没用过了 不过没多大事 我给你调调 这是我母亲当年用的 叶飘音感慨一声 跟着惊喜地看着牧尘化身调音师 没一会 就将琴弦调整到了一个完美的状态 牧尘 你太棒了 叶飘音语无伦次的惊叹 我特想知道 这世上还有没有 什么是你不会的 还好啦 只是一点简单的小知识罢了 牧尘很谦虚地说着 心里也不得不承认 系统带给自己的博学能力 实在是爆的一样 当然 也跟他此刻拥有神之听觉有关 调整几根琴弦 自然守到青来 随后 牧尘坐下去 一首悠扬的 梦中的婚礼 演奏开幕 房间里 就像是布满了醉甘甜的蜂蜜 令人陶醉 尽管已经听过了一遍梦中的婚礼 但此刻 对叶飘音来说 这首钢琴曲 依然美妙地令人灵魂站立 就和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感觉一样 他感觉整个人沉浸在那美妙音乐的海洋里 无法自拔 最终 当牧尘以一个温柔的动作 轻轻按下键盘 一曲终了 叶飘音露出痴痴的表情 牧尘 太好听了 我教你吧 牧尘微微一笑 好 叶飘音点点头 兴奋地坐在牧尘手边 叶飘音几乎已经记住了曲子的旋律 我来试试 叶飘音迫不及待地按下琴键 很快 一首同样悠扬悦耳的曲子 回荡在整个房间里 一曲终了 叶飘音没尽兴 弹了一遍又一遍 用她的话说 这是一首伟大的经典作品 弹得真好 不愧是大才女一个 见叶飘音放下双手 优雅地看向自己 牧尘毫不吝惜地 发出一阵阵赞美 嘻嘻 还不是你教得好 叶飘音欢心鼓舞地道 牧尘正准备说话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起 我接个电话 拿出手机看了眼 牧尘笑了笑 当着叶飘音的面 接通电话 喂 老三 救命啊 电话那头 先是传出一声鬼哭狼嚎 随后请示老大张文 急匆匆地说道 老三 这次你可得帮我 要不然 我要被宋德山那个臭小子 给嘲笑死了 宋德山 就是跟你竞争奖学金的那家伙 牧尘眉头一皱 想起一个人来 对啊 你手头上有电脑吧 打开金鱼直播 快点 在老大一阵焦急的声音中 牧尘总算搞清楚了事情状况 原来 这家伙前几天和宋德山打了个赌 赌局势 双方在金鱼直播平台开直播 谁率先达到一万个粉丝 那就是谁赢 至于赌注 则是输的人 放弃今年的奖学金 本来 老大张文 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这几天开直播后 靠着卖唱卖笑 勉强拥有了一千多个粉丝 而宋德山 则是他的一半粉丝数量 眼看着赌局就要赢了 没想到今天 宋德山那斯 不知道哪里请来一个美女主播 搞了个什么连卖直播的活动 关键人家还是个大美女 据RU身段罗利英 一时间 吸引了不少 看球者没一会 宋德山的粉丝数量 就刷刷地往上涨 到了五千多个了 张文这小子 也是没办法 眼看拼不过了 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宋德山能请来大美女 那他也能请个大帅哥 来给自己撑场面啊 大帅哥哪找 牧尘就是啊 老三 你可真得帮老哥我 只要你帮我这个忙 我给你洗一个月 哦不 是一个学期的袜子 电话那头 老大苦苦哀求 听得牧尘无语得很 实在拗不过 他随性点点头 行吧 你把房间号发过来 反正你别抱多大希望 我就是过去随便露个脸而已 挂断电话 在叶飘英那好奇的目光下 牧尘腼腆地笑了笑 那个 看直播吗 第23章 当代颜值扛靶子 嗯 叶飘英眼前一亮 重重点头 他实在太好奇了 在屏幕前 牧尘究竟会有一个 怎样的表现 家里没有电脑 不过不碍事 牧尘拿出手机 很快就登上了 金鱼TV直播平台 哎 怎么没有画面呢 他注册了个账号 倒过了阵 一边发出嘀咕声 笨死了 要先打开摄像头全线了 叶飘英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把夺过手机 笑嘻嘻地说着 不一会 就把所有程序弄好了 哈 我都忘了 你本来就是金鱼TV的直播 牧尘恍然大悟 跟着在心底 黑黑一笑 要是摄友们 知道自己此刻 在直播天后的家里 还跟他嘴对嘴了 恐怕一群人 能极度地 把他给点着了 嘿 我摄友开直播 让我去给他撑得场 笑了笑 牧尘解释了下 跟着闪闪发亮的眼神 盯着叶飘英 言下之意 是说 要不你上 叶飘英抿着嘴摇摇头 说实话 他有点欠状态 行吧 那我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牧尘苦笑一声 给老大发了条短信 告诉他说 一切准备好了 另一头 张文正在学校操场边 直播校美女拉拉队的 日常训练 不过直播了好一阵 观众都看腻了 大美腿是大美腿 但关键是 内容太单一了 吸引不了人啊 几个跟张文玩得好的同学 在一旁献策 甚至亲自上阵 但直播间的人气 还是在迅速下降 不一会 就跑掉了百来好人 不好了 突然 张文的女朋友叫了一声 惊慌道 宋德山大司 人气又涨了一千 现在观看人数达到了两万三 粉丝也涨到六千多了 顿时 四周哀嚎一片 张文一个朋友绝望道 张文 要不 你就放弃吧 不行 张文咬咬牙 几乎是咆哮一样说道 我就不服宋德山内司 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距离我跟他打赌的时间还有一天 我还有希望 你是说 你那个摄友 对方犹豫了下 苦笑道 你真把希望压在他身上了 张文的摄友们 他不是没见过 一个个不算长的寒衬 但距离帅哥也差距不小 人家宋德山找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巨RU萌妹 身材那个火辣 形象那个漂亮 对 张文重重点头 眼眸流露最后一抹希望 唉 见他如此坚持 众人尴尬地对视一眼 心里暗道 这家伙也是不到黄河星不死了 算了 就当陪他闹一闹了 很快 张文的直播间 人气又下降了不小 反观宋德山那斯 人气涨得飞快 那家伙甚至还抽空发了条微信过来 一脸的嘲讽 张文 你不行了 乖乖认输吧 认输你妹 咱们走着瞧 张文气得浑身发抖 怒骂着挂断电话 老三怎么还不上线呀 然后 他就一脸焦急 不停地在原地踱步 冷汗都冒出来了 定 你有一条连麦邀请 是否连麦 就在这时 张文神色一喜 瞬间激动地挥舞了下拳头 然后 他正了正色 将镜头回转 微笑着朝观众们说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帅文 平常呢 在我们学校 我就是最帅的那个 但最近 我感觉我的地位遭到了危险 他就是我的摄友小陈陈了 当然 反正我是不觉得他帅过我的 但我这人呢 讲究民主公正 究竟我俩谁更帅呢 还请诸位大佬们品评一番了 一番开场白后 他几没弄脸的点开连麦邀请 刹那 一个男生出现在了直播间里 呀 老三可以啊 张文心里欣喜一声 就见画面里的老三 戴着口罩 看样子 好像在谁家里一样 穿着一身很休闲的衣服 衣服很随意 就连脸都没露出来 但这一刻 所有待在张文直播间里的观众 全部有种惊艳的感觉 就仿佛处在盛世喧哗的钢铁城市里 一抹清泉潺潺流过 又仿佛酷暑阳下 一缕凉爽的秋风吹拂人心 好帅 口罩后面 究竟是一张怎样的盛世美颜 瞬间 直播间里的观众沸腾了 特别是许多女生 直接乐疯了 与此同时 牧尘戴着口罩 朝摄像头挥了挥手 大方地微笑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的摄友 大家可以叫我小沉沉 哇 天哪 牧尘刚一开口 和睦如春风的暖男语调 瞬间又吸引了一大波迷媚 光看那张不露脸的颜值气质和声音 瞬间房间里各种打赏刷气 帅哥 露脸啊 我们要看露脸 我敢打赌 就凭主播朋友的气质和声音 绝对是个小鲜肉 天啊 我在流口水了 要知道 老娘可是吃素的 帅哥 求加微信啊 妹妹精通各种姿势 随时恭候啊 一大波弹幕刷起 看得张文和他的一众朋友们 目瞪口呆 要知道 张文的口才还算好的 靠着讲笑话和一系列尬舞 算是吸引了一波粉丝 但就算直播间里人气最高的时候 也没有此刻牛P 几分钟时间里 弹幕就刷了几百条 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 耶 张文激动地挥舞拳头 他就知道 老三一出场 肯定能行 张文 你这个摄友 是之前那个 其他人则是惊呆了 他们都认识牧尘 可此刻 牧尘的变化也太大了 谁知道他居然有隐藏帅哥属性啊 这是要逆天啊 哈哈 张文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为自己 有个这样的帅哥摄友感到自豪 随后配合牧尘 开始秀气 直播间里 牧尘虽然是第一次直播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本色表演 特别是博学的知识 更让他谈吐幽默 出口成章 没一会 就逗乐了一群观众 露脸 帅哥求露脸 不一会 一群观众闹腾了 纷纷要求牧尘揭开口罩 让他们一睹真言 这本来就是牧尘的策略 先戴着口罩撩动一波 眼看此时房间里的人气长得迅猛 也到了时候 当即微微一笑 帮老大猪微道 各位 小晨晨我呢 不是专业的主播 所以以后 大家想看我呢 记得点击这个房间的主播 也就是率文关注一波了 然后呢 既然大伙这么想让我露脸 那小晨晨我是个挑战游戏了 只要直播间的粉丝量涨到五千 我立马就揭开口罩露脸 哇哇 一时间 弹幕再次沸腾了 一群迷妹们纷纷尖叫 我们要看露脸 说到做到 很快 一群粉丝们 纷纷在各自的朋友圈 社交圈打起了广告 不一会 许多询问赶来的观众 纷纷眼前一亮 他们本来被各自的朋友来了 一波自来水 说牧尘是少有的当代颜值扛靶子 本来还带着好奇 谁知道一进入房间 光看到戴着口罩的牧尘 就感觉心弦被撩动一般 彻底没法淡定了 妖孽啊 这他们还是戴着口罩 那气质 那味道 就这么撩动人心了 那要是揭开口罩 岂不是要帅爆天井 很快 直播间粉丝数量 涨到了五千 五千啊 张文喘着粗气 一脸的激动皂红 狠狠蹦跳起来 宣泄着心中的狂喜 其他人也是感慨无比 这人比人气死人啊 他们吆喝了一上午 才赚来几百个粉丝 结果呢 牧尘刚一出场 还是戴着口罩 就增加了几千个粉丝 哈哈 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 既然挑战游戏完成了 那我只好自爆一波了 牧尘哈哈大笑 在现实里看了叶飘鹰一眼 叶飘鹰饶饶有兴趣地 坐在沙发角 突然心里一阵酸意 看着牧尘在直播间里秀起 仿佛心爱的玩具 被人给抢走了一般 哼 牧尘是我的 心里嘟噜一声 叶飘鹰眨眨着乌黑大眼睛 心里盘算了什么 下一秒 直播间里 所有人感觉呼吸窒息了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全神贯注 看着视频里 那道惊艳的身影 缓缓摘下了口罩 哇 神啊 瞬间 直播间里一阵鬼哭狼嚎 还是不少的雌性母狼 帅 当代颜值扛靶子 看见小晨晨 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鸡皮帅哥了 就见视频里 那暖如东阳的脸孔 是如此的棱角分明 深邃的眼眸 高挑的鼻梁 还有嘴角隐隐带着从容的笑意 透露出莫名的气质 竟是如此的震撼人心 哇哇 惊人的颜值 让人目眩神迷 一群女生幸福的快要晕过去了 男生们也是感慨地摇头 透露着一抹无奈 这年头 说是帅哥 他们看上一样 有男模的气质 出众的颜值 顶多算个鲜肉 谁还不是个鲜肉啊 可他们像牧尘这样的 还让人怎么活啊 想要嫉妒 都没法嫉妒 因为那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的 666 我算是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做盛世美颜了 过了会 直播间里依然热情高涨 越来越多的观众 被吸引进入房间 人气瞬间飙升了好几万 当代颜值扛靶子 张文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咧嘴偷偷乐着 飞快将直播间的房名改了一波 老大 不好了 就在这时 旁边一个同学惊呼出口 拿出手机点开金鱼 TV另外一个直播房间 瞬间神色肃然地拿给张文看 只是一眼 张文便气得直锤胸口 第24章 直播间炸了 时间转移到半小时前 距离金陵大学三公里外的 一栋私人别墅 宋德山正和学校里 几个有钱公子哥聚在一起 如果是往常 他们这些富二代聚会 无非是打排完大波妹 互相炫耀自己 又买了什么名贵跑车 亦或者得到了某个美女的表白之类 而现在 富二代们也开始与时俱进了 玩起了直播 在金鱼 快斗等各大平台秀上一波 互相吹嘘的资本 也变成了某某人 拥有多少个粉丝 人气又长了多少之类的话题 张文这个傻叉 也敢和我打赌 看我不玩死他 宋德山翘着二郎腿 看着自己花了大价钱 请来的美女主播 在摄像头面前卖力表演 一波舞姿秀完后 那自称 小雨降雅 等美女主播 将手机拿到跟前 找了个刁钻角度 只显现出那妖艳的脸蛋后 又开始和粉丝们聊起天来 而宋德山 当着一群狐朋狗友的面 在手机摄像头 看不到的角度 一只肥手伸过去 在那高耸的地方不断揉搓 揉得那个美女满脸通红 声音发点个不停 直播间里的粉丝 看得是那个血脉喷张 还以为是女神 在给自己抛媚眼了 一个个卖力地刷起弹幕来 一群傻叉 瞧把你们看晕的 殊不知你们自认为的女神 在我们有钱人的眼里 就是玩物 老子让他摆什么姿势 就得摆什么姿势 嘴巴不屑地嘟噜了声 宋德山看了眼直播间的人气 又长了不少 顿时满意地黑黑一笑 张文那傻缺 现在肯定疾疯了 宋德山掏出另一部手机 随手打开张文的直播间 看了一眼 瞬间脸色长成了猪肝色 什么 他发出诡异般的声音 吓得摄像头前的美女主播 回头看了一眼 见他脸色阴沉 连忙更加卖力地 讨好直播间里的观众 几个死党惊讶的对视一眼 好像在问发生了什么 随后 宋德山一脸阴霾地 将手机递给众人 不是吧 几人同样惊讶了 揉了揉眼睛 张文这家伙 什么时候 粉丝长到了六千多人了 要知道 宋德山请的这个美女主播 名气不小 唱歌跳舞了一天 给他带来了四千多的粉丝 但转眼不过几十分钟 张文的粉丝数量 就超过了他们 此刻 宋德山已经了解清楚了 事情始末 咬牙切齿 看着画面里那个 颜值惊人的男生 愤愤不平道 张文这家伙 居然请了个大帅哥 光半个小时里 就给他长了五千多粉丝 跟着深深看了眼 视频里的牧尘 不屑低吼 靠 帅个屁 那些女生们都演瞎了吗 他那些富二代朋友们 顿时一脸古怪 别说的 以他们的见识 视频里这个男生 还真是颜值惊人 过了会 看到张文的直播间 人气还在疯狂暴涨 宋德山脸色难看得 像头死猪 咬咬牙 他把目光投到沙发上另一头 一个安静 正在把玩古域的青年身上 学生会副主席 方平 也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老大 家里开了好几家公司 资产总得有好几个一把 方哥 这次你可得帮兄弟我一把了 咬咬牙 宋德山将手机递过去 冷然道 张文纳斯不知道 哪里找来一个大帅哥 帮他宣传人气 就这半小时不到 长了好几千粉丝 大帅哥 方平正悠然把玩着 前几天刚从拍卖会拍来的古域 听到这三个字 顿时神色一正 脑海 自然想到了早上排练时的一幕 可以说 他现在对大帅哥三个字 简直有阴影了 不 这年头 有钱有势才能主宰一切 而他方平 才是站在这个巅峰上的人物 等到瞄了眼手机上那个身影 方平瞬间怒火狂飙 啪一声将古域砸在桌上 一块十来万的古域 瞬间四分五裂 方平神色阴霾 一点都不心疼地瞄上一眼 方哥 怎么了 宋德山吓了一跳 靠 又是他 方平咬牙切齿 看着牧尘微笑在直播间里 和粉丝们互动 心里极度地恨不得把他撕了 跟着平静下来 冷然一声 这小子叫牧尘 是咱们学校的大二学生 早上留导的戏 就是这小子 把紫阳的角色给抢了 要不是方平一身暖男胃 和这部戏男主角 皮皮的形象不符 那岂不是连带着他方平的男主角 也要一并给撸了 卧槽 难怪紫阳都不出来完了 感情是生闷气去了 宋德山瞪大了眼睛 赵紫阳也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一员 那这么算 岂不是心仇旧恨一起来了 靠 宋德山骂骂咧咧了几句 你不用激我 方平淡然瞄了眼他 撇嘴一声 刚好 前阵子我砸了好几十万 认识了一个大主播 我让他带人给你查房去 谁啊 萌宝呗 方平很随意地答道 宋德山登时脸色涨红 激动嗷嗷道 就是金鱼 TV那个号称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萌宝啊 金鱼四小花旦之一 平常一开播 直播间最少保持50万以上的人数在线率 最近刚和周天王拍了部MV 也是各大媒体报道的常客 哈哈 方哥就是牛批啊 我们也就就玩玩小主播了 也就方哥您的身份牛批 一出手 那些大主播还不得立马过来 啊 宋德山在一边跪舔道 哼 还行吧 这么多平台玩下去 我也就金鱼一解 那个飘飘女神没见过 方平嘟噜了声 突然神色顿了下 好像 哪里不对 算了 先叫人过去给小弟捧场才是 回忆了会 方平神色纠结 也没想到是哪里不对 嘟噜了声 开始联系自己认识的那个大主播 十分钟后 学校操场 看到宋德山直播间里 瞬间飙升了一大段人气 弹幕上 那威武霸气的茶房标语 张文一脸的死灰 萌宝女神驾到 天啊 是萌宝哎 他居然来给一个小主播撑场面 还打赏了个伯爵 哇 萌宝女神好可爱啊 一时间 宋德山的直播间 人气暴涨 直接上了首页推荐 咕噜 张文苦涩地吞了口口水 他做梦都没想到 宋德山那斯 居然能请来金鱼TV的四小花蛋 有着新生代宅男天后之称的萌宝女神 那可是粉丝数量超百万的大主播呀 没见吗 光这一小会 萌宝给宋德山的直播房间 打了一波广告 带着百万粉丝降临 先是和宋德山调侃几句 还很给面子的连迈互动 唱了一首他最新出炉的火歌 就这一小会 宋德山的粉丝量 涨到了九千 叹息了声 张文看了眼直播间里 还在卖力帮自己推广人气的牧尘 张文心底一阵酸酸的 编写了条微信 他收到这条短信 看出老大的失落 抽空发了个问号过去 很快 他收到信息 看了一眼 顿时紧锁眉头 暂时退出房间 打开另外一个直播间 牧尘看到画面里 宋德山那撕了开花了 正在和一个无敌可爱的美女连迈互动 弹幕上 不时刷起各种赞美 萌宝来袭 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哇哇 萌宝太可爱了 好像和他谈恋爱啊 萌宝 我爱你 难怪了 见此 牧尘也苦笑起来 他对金鱼TV也有一定了解 知道萌宝这个人 是个大主播 怎么了 旁边 叶飘因端了杯果汁走过来 看见牧尘转瞬变化了的表情 跟着余光瞄到了手机里的直播画面 哎 是萌宝 他惊讶了声 跟着想到了什么 直勾勾盯着牧尘 牧尘 你是不是很想帮你同学 他调皮一笑 嗯 牧尘苦笑了下 说道 我是名省人 老大张文是本地的 刚上大学那会 他帮了我不少大忙 嘻嘻 那不就得了 高音咧嘴一笑 俏皮地凑到牧尘耳边 低语了几声 刹那 牧尘眼前一亮 跟着直勾勾盯着他 你确定 嗯 顿时 牧尘浮现一抹感动 伸手过去 刮了刮他的小鼻子 笑道 那好 我跟老大说一声 随后 他联系上张文 说自己请了个朋友 来给他撑场面 带人气 老大的电话 很快就拨打了过来 苦涩道 老三 辛苦你了 不过不用了吧 输就输了 我张文又不是输不起的人 就是输给宋德山纳斯 我心底不爽罢了 言下之意 宋德山纳斯 请了个百万级别 粉丝的大主播 老三又不是混这行的 又不是土豪 他能认识什么人 行了 你信我 待会等着连麦就行了 挂断电话后 张文看了眼 一众瞄着自己的同学 不由摇头道 牧尘说了 帮我请了一个朋友 过来带人气 不是吧 众人惊讶喊起 跟着摇摇头 无奈道 恐怕不行 那可是猛宝 金鱼 TV现在最火的美女主播呀 算了 反正也是老三的一番心意 张文苦笑连连 看了眼此刻的直播间人气 瞬间下降了不少 全都跑到了宋德山纳斯的房间 去看萌宝去了 丁 你有新的连麦邀请 这时 画面传来一个连麦请求 张文随手点开 老三 你 张文刚瞄了一眼 突然待在了原地 看着老三身边 坐着一个轻轻秀秀 整咧嘴微笑的女生 不 不是轻秀 是美 美到任何言语 都无法形容的一个大美女啊 张文心里一喜 老三够给力啊 哪里找来这么一个极品大美女啊 这要平分的话 得有十分啊 跟着又多瞧了几眼 越看 她的脸色就越古怪 揉了揉眼睛 张文失声道 这个美女 怎么感觉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不仅是她 此刻 张文整个直播间 一共一千三百多人在线 原本牧尘带来了好几千的在线人数 不过她一退出连麦 再加上萌宝开播 这些人全都跑了 现在剩下的 也算是张文的粉丝 此刻 看到画面里陡然出现的一个女生 所有人都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那个女生就那么坐着 却有一种莫名的气质 仿佛国色天香的牡丹 又好像夜空中那一道弯月 是如此的撩动人心 好美 几百条弹幕刷起 跟着 一条不起眼的弹幕 引发了整个直播间的轰动 哇哇哇 是飘飘啊 天啊 是飘飘女神啊 这是一个眼尖的粉丝 此刻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似的 在电脑另一头 兴奋的满脸涨红 飘飘女神 哪个飘飘 一群观众还有点猛逼 跟着顿了下 齐齐看向直播画面里 那个面带微笑的女生 嗨 大家好 我是飘飘 好久没跟大伙见了 哼 飘飘 真的是飘飘女神 几秒后 整个直播间彻底炸了 第25章 惊天大绯闻 瞬间 张文眼睛直了 屏幕上 上千条弹幕同时刷起 哇 飘飘 真的是飘飘女神啊 神啊 我看到了什么 我竟然看到飘飘开播了 她好像 有快两个月没开播了吧 666 飘飘女神 我爱你 随着飘飘的出境 整个直播间彻底火了 不仅如此 这些观众们 还第一时间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推送消息 官方的反应也很快 刚开始看到张文的直播间 出现数据异常 还以为是黑客入侵 技术部立马调取视频 等到镜头展开 技术部里 一片鸦雀无声 飘飘 是她 她开播了 技术部主管身躯一阵 跟着尖叫起来 激动道 快快 马上禀告上道 头 那这个直播间 还傻愣着干嘛 立马安排到首页推荐 加大宣传力度 哈哈 这可是飘飘啊 她一上线 就算只是待个几分钟 也能给咱们平台 带来上百万的日活月亮 技术部主管激动的 哈哈大笑 没一会 张文的直播间 就涌进来上万观众 哎呀呀 真的是飘飘 群情激动 粉丝们一个个嗷嗷直叫 看到她的影响力这么大 牧尘微微一笑 感慨万分地拿起口罩戴上 随后退到了边上 直播间里 叶飘英大方挥手 用最甜美的声音说道 各位粉丝们 好久不见啊 因为一些身体上的原因 飘飘已经好久没开播了 不过今天正好朋友开播 就顺便上来看谈大家了 对了 这个朋友 就是这个直播间的房主了 帅文是个风趣幽默的小伙 要是大家喜欢的话 就顺便点一波关注呗 叶飘英没忘了帮张文 打一波广告 话语刚落 那些刚刚进入房间的观众们 都不约而同的点击房主的头像 来了一波关注 甚至 都不用叶飘英多说什么 一群粉丝立刻在房间里 刷起了礼物 有个土豪大手笔一挥 一架超级火箭飞过 飘飘 只要你答应后面多开播 我立马在你朋友直播间里 续一个皇帝 土豪 就是这么任性 希希 多谢这位朋友的支持了 不过飘飘最近要养身体 只能答应大家 有空多上来看看 叶飘英调皮一笑 那位土豪自然是满脸遗憾 不过后面 还是任性地 在张文的直播间里 续了一个公爵 其他人也有样学样 纷纷用打赏 刷礼物 来表示对飘飘的支持 不一会 直播间人气涨到了30万 在线人数也突破到了5万 而这个数字 还在增长 到了这时 张文已经激动得浑身颤抖 他那些朋友更是震撼 一个个狂吞口水 羡慕极度恨道 张文 你这朋友也太给力了 居然能请来飘飘 那可是飘飘女神啊 金鱼TV一剪 给力 老三太给力了 张文兴奋地嗷嗷大叫 一边嘀咕着 那家伙怎么会认识飘飘呢 但很快 他没空去管这些了 同样是飘飘粉丝的他 这回彻底把注意力 投到了直播间里 今天呢 飘飘很高兴见到大家 正好 飘飘今天 得到了一首经典钢琴曲 作为感谢各位 对飘飘的厚爱 那么在此 飘飘为大伙献上一曲 希望诸位喜欢 不愧是金鱼TV的一姐 和粉丝互动了会后 叶飘音便自然地展开表演 他能歌善舞 在直播间里 能和粉丝们 很好地打成一片 特别是多才多艺的飘飘 精通各种乐器 在直播间欣赏他的演出 不比看上一场那些 天王巨星的豪华演唱会 来得差 一听到飘飘要弹琴 粉丝们幸福地快要晕过去了 五万 十万 三十万 刹那 就一小会的时间 直播间的在线人数 已经疯狂涨到了 三十万再限量 对准叶飘音 他微微一笑 身姿极为优雅地坐在钢琴前 轻松小手搭在琴剑上 无形中 一股迷人的气质散发而出 梦中的婚礼 献给大家 随着叶飘音悠悠一声 优美的琴声 随之回荡在耳边 众人侧目望去 飘飘的身姿美极了 玉手轻落 千千玉指 在琴剑上欢快地弹奏着 琴声悦耳动人 取掉轻柔美妙 一股浪美引你的韵味 浮上每个人的心头 好美 好好听啊 一时间 直播间里的弹幕 宛如熄灭了一般 彻底安静下来 某个土豪刚准备 充值的手指停顿下来 侧耳倾听了会 舒服地闭上了双眼 路上开车的 听到飘飘开播的消息 直接把车停到了一边 后面听到这首曲子时 整个人直接醉了 还有开会的 上课的 上班的 这个时候 纷纷找了各种借口 偷偷打开金鱼TV 而梦中的婚礼 这浪美的曲子一出 所有人彻底沉落了 太好听了 不知不觉 不少粉丝流下了眼泪 好好听呀 飘飘 这首曲子 是叫梦中的婚礼吗 有粉丝提问道 对的 这首曲子 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 叶飘因温柔点头 看了眼书房里 拿着手机 帮自己录播的牧尘 嘴角微微一勾 带着调皮 飘飘 再来一遍 几秒后 整个直播间 想起粉丝们的热情请求 超级火箭 游艇 各种礼物将整个屏幕挤满了 张文哪里见过这阵仗 此刻和女朋友抱在一起 浑身颤抖个不停 看来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曲子呢 直播间里 叶飘因突斥一笑 架不住粉丝们的热情 只好再次弹奏了一遍 这个时候 张文的直播间 人气已经涨到了280万 在线人数 130万 一个恐怖的数字 金鱼TV总部 几个主管已经高兴得快要疯了 跟着就是一阵唉声叹气的 飘飘这一开播 不知道多久才能进行下一次直播了 不过没办法了 他是自由身份 平台根本无权约束他 谁让飘飘人气这么恐怖呢 与此同时 宋德山也得到了最新消息 他原本正舒服地看着高涨的粉丝量 正准备耀武扬威地找张文炫耀一波时 猛然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惊呆在原地 什么 张文那斯请来了金鱼 TV一剪 飘飘 他惊呆了 不可能 旁边 方平神色一阵 飞快夺过手机 只是看了一眼 他突然呆傻顿立在了原地 是他 叶飘音 早上 他还刚跟自己排练了一场音乐剧 几秒后 方平彻底醒悟过来 原来 叶飘音就是飘飘 而牧尘又认识叶飘音 所以 他才会去张文的房间 可是 叶飘音和牧尘 是什么关系 一个无敌人气美女主播 一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他们怎么会搅和在一起 方平极度急了 下一秒 哇哇 飘飘开播了 猛宝在宋德山的直播间里 高兴地蹦跳起来 激动地尖叫 飘飘可是猛宝最喜欢的一个主播 相信大伙也喜欢吧 嗯 那大伙一起去给飘飘捧场吧 说完 猛宝兴奋地带着他的粉丝们 毫不犹豫地 跳到了张文的直播房间 这一下 又给张文涨了好几万的人气 方平当场脸就绿了 啪一声 他一拳砸在了桌上 猛宝是他这个大金主叫过去 给宋德山撑场面的 结果现在到好 飘飘一出现 他直接带着粉丝们 跳槽到对手的直播间 也太不给面子了 宋德山摊坐在沙发上 咬牙切齿 王八蛋 不就是一个八腰子吗 得意什么 张文 还有那个牧尘 咱们走着瞧 他颓然无力地谩骂着 看着张文的粉丝量 疯狂涨到了十三万 此刻内心 满满的羞辱和绝望 张文的直播间 此刻 气氛浓烈极了 所有人全部陶醉在那美妙的钢琴曲里 不少人 甚至已经听哭了 当叶飘音弹奏了第三遍梦中的婚礼后 他和牧尘对视一眼 眼里 好像飘飘刚才一开播的时候 是跟个男的坐在一起的 什么情况 飘飘 你刚才身边好像有个人 还是个男的 有粉丝带着紧张心情提问道 对 是我正在追求的一个男生 叶飘音大放承认 卧槽 牧尘听到这个回答 吓了一跳 站在一边 朝叶飘音投去一道疑惑的眼神 这小妮子 可别乱开玩笑啊 哄 而在直播间里 瞬间整个场面再次安静下来 等一下 飘飘这是 跟一个男的独处一事 他还说 对方是他正在追求的一个男生 天哪 哇哇哇 这可是大新闻啊 这一次 直播间比之前还安静 弹幕整整平静了好几秒 紧跟着 又一次数据爆炸了 上万条弹幕瞬间飞过 天哪 我的女神沦落了 可恶 放开那个男的 有本事述我来 看着粉丝们如此激烈的反应 叶飘音扑斥一笑 跟着大方解释道 开玩笑了 不过呢 他现在就在我身边 还有刚才的曲子也是他教我弹的 希希 现在的我很开心 调皮地说完这句话 叶飘音挥了挥手 朝各位粉丝笑道 各位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伙快快乐乐的 下次咱们再见了 说完挥挥手 叶飘音中断了连脉 牧尘惊呆了 好半天哭笑不得地走过去 刮了刮他那秀奇的小鼻子 引得他俏皮地吐了吐小香蛇 瞧瞧你 给我惹了个多大的麻烦 第二十六章 歌是你得不到的男神 叶飘音不以为意地嘻嘻一笑 他知道 牧尘才不会生气呢 好了 我看看 牧尘掏出手机 看到老大的粉丝量 瞬间涨到了十三万 顿时惊呆了 跟着摸了摸鼻子 似笑非笑地 看向叶飘音道 你这个无敌人气美女主播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 哼 那可不 叶飘音得意一笑 心里感到很骄傲 就好像帮自己的男朋友 仗了脸面 比他当主播 第一次收到打赏时还要开心 啊 突然 叶飘音脸上一白 发出一声痛苦的弥难 牧尘连忙关心地走上前 扶住他 皱眉道 瞧你 累着了吧 快 快去躺下歇会 他温柔地将叶飘音 一个公主抱抱起 走到卧室 将他轻轻放到床上 牧尘 我 痛 叶飘音脸色苍白地拉住牧尘 微微低头 要不 我帮你揉揉 叶飘音眼前一亮 想到昨晚那一幕 跟着田田一笑 好 牧尘连忙帮他推拿起来 没一会 房间就发出一些令人羞羞的声音来 牧尘 你太坏了 好一会 缓解了病痛的叶飘音 把头从枕头上抬了起来 跟着脸蛋红得像个圆苹果一样 姿势很奇怪地加了加双腿 我哪里坏了 牧尘一脸莫名其妙 给他做个推拿的 自己都老老实实地 不敢上下乱MO 又哪里使坏了 反正你就是坏人 叶飘音白了他一眼 美艳不可方物 而这会 两人还不知道 因为叶飘音的事 网上已经炸了 就在短短一个小时 有关金鱼 TV一解 人气大主播 飘飘优惠神秘男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网络 甚至都杀入了微博热搜排行榜 一张不是很清楚的视频截图 女神飘飘坐在一个男生身边 笑得是那么开心 同时 还有一篇微博内容 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攀上热门话题 作曲借宗师和新人的较量 在这篇微博里 一段视频 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 视频里 是一个打了个马赛克的男生 正在弹琴的画面 悠扬的琴声 令任何初次闻之的听众 都不由心弦一动 梦中的婚礼 许多人第一眼 就记下了这首曲子的名称 再往下看 微博内容讲述 有关著名导演刘云主持的音乐剧 原本采用作曲界宗师 林国成教授偶新编曲的 青春欧歌 却因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 替换为这一首梦中的婚礼 刘云不是普通人 他是国内导演界的一股清流 拿过无数大奖 林国成教授更是咖位十足 堪称音乐界的一棵长青树 而现在 刘云教授因为一个新人 却替换掉了林老的作品 这岂不是对林老的不尊重 说明林老的作品 还不如一个新人 顿时 林老的粉丝们 愤怒了无数人 开始展开声讨 在微博下方发表评论 抨击视频里弹琴的那个男生 而另一方 则是一群在第一眼 瞬间就爱上了这首曲子的粉丝 梦中的婚礼 这是一首伟大的钢琴作品 经典之作 谁说老一辈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 不不不 梦中的婚礼 足以撼动一切 两方粉丝 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后彻底收不住场 愈演愈烈 瞬间 梦中的婚礼 这样一首昔日毫无名气的钢琴曲 也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学校操场 牧尘和叶飘音走后 张文也第一时间关闭了直播 他实在不敢看了 短短二十分钟 叶飘音的连迈互动 给他带来了起码十三万的粉丝数量 还有无法估量的礼物金额 他粗略一算 就这短短一小会 他的直播间 起码多出了三位国王 上百位伯爵公爵 超级火箭 游艇等等贵重礼物 更是数不胜数 恐怖 太恐怖了 张文战战兢兢地和女友说道 甚至 这回还有无数条信息 飞到了张文的私信里 询问叶飘音 是不是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老三 这码蜂窝筒的 要炸天了 张文回过神来 双眸失神道 但他的朋友 哪里理会这些 这时候 一个个两眼放光地激动道 张文 你小子要发了呀 他们可是看得清楚 就刚才叶飘音直播的这一小会 粉丝们在张文的直播间里 起码刷了几十万的礼物 几十万 就算平台抽成一部分 落到张文手里 起码也有个十几万 不行 我不能要这钱 摇摇头 张文感慨万分 然后 又想到牧尘和飘飘女神待在一起 张文算是回过境了 跟着咬咬牙 羡慕得不行 不行 既然老三认识飘飘女神 那怎么说 也得让他把人带出来 给大伙瞅瞅啊 对啊 其他同学也跟着激动起来 嗷嗷大叫 飘飘女神啊 他们有机要会见到真人的呀 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张文给牧尘发了好几条微信 约他晚上在学生街的酒吧见面 当然 特地嘱咐 让牧尘邀请飘飘女神同行 要是没把人带到 302寝室的家法伺候 他的表情太精彩了 以至于叶飘英都好奇地凑上来 两眼咕噜转着问道 怎么了 没啥 就是设有那几个牲口 叫我邀请你晚上去酒吧玩呢 出于对叶飘英身体健康着想 牧尘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拒绝 其料 叶飘英本人却是眼前一亮 兴奋道 好啊 我没问题啊 我想想 我已经好久没去过酒吧了 牧尘 你就让我去吗 叶飘英挥动小拳头道 你真的想去 牧尘顿了下 见他像只小猫咪一样 乖巧盯着自己 不由心里一软反正都是同学 也不会闹得太嗨 道不乐自己到时候帮他挡酒就行了 行吧 牧尘点点头 心底想着 就带着寝室一群摄友健健就行了 太多人可不行了 不然以飘英的人气 指不定引起多大轰动吗 那你记住 到了酒吧 要听我的话 牧尘向一家支主似的 发好命令 叶 牧尘 我一定听话 话刚落 叶飘英高兴地扑到了牧尘身上 跟着抱住他 两人就是一阵肯来肯去的 傍晚到来 牧尘按照之前列明的药膳菜单 精心为叶飘英 烹制了一桌可口饭菜 叶飘英自然是吃得满意极了 饭后 休息了会 看了眼时间 两人便决定前往酒吧 也算是调剂下生活吧 牧尘 等我下 我洗个澡 叶飘英突然满脸通红地嘟噜了声 拿上换洗的贴身衣物 跑进卫生间 呀 你不是早上才当洗吗 牧尘嘀咕了声 感觉这些女生特麻烦 卫生间里 叶飘英关上大门后 对着牧尘的方向 轻轻挥舞了下小拳头 满脸的羞涩 难道要他说 因为牧尘一下午的调戏 他的小内NEI里 早就黏糊糊一片了 女生就是麻烦 等了一个多小时 牧尘总算等到叶飘英洗好澡 化上淡妆 这才揽着他的胳膊 走出家门 别忘了这个 牧尘第一时间 给自己和叶飘英戴上了口罩 要不然 整条街道都要炸了 夜空下 霓虹闪耀 正好是八点多 夜生活开始的时候 牧尘带着叶飘英 来到学生街 走进和摄友们 约定的蝴蝶酒吧 牧尘 我去上个厕所 刚进酒吧 叶飘英就朝牧尘说了声 转身去 牧尘挥了挥手 表示知道了 反正叶飘英戴着口罩 就这一小会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进了酒吧大厅 灯红酒绿 老远的 就看到老大张文 和摄友几个人坐在一起 神色兴奋的 似乎在讨论什么 嗨 牧尘走了过去 把口罩摘下 老三 你牛批啊 张文第一个兴奋地扑过来 揽住他的肩膀 激动道 快说 你小子是怎么和 飘飘女神勾搭上的 嘿嘿 秘密 牧尘哪里会告诉他这些 哈哈一笑糊弄过去 后面看见寝室老四 也就是叶成松这小子 脸色闷闷不乐地 顿时好奇道 老四 你咋了 跟淹了的茄子了似的 不合你夜店小王子的身份啊 哈哈 张文在旁边喝了口啤酒 笑哈哈道 拉上了的美女 结果被人给打击回来了 哎 就是这回走过来的那个美女 那个身材火辣啊 张文眼前一亮 就见这回 一个穿着黑色皮裙的美女 美眸一彩地走到他们这一桌 用火辣辣的眼神盯着牧尘事实上 牧尘一走进酒吧时 整个酒吧里 所有雌性动物全部激动了 靠 奇品啊 许多女人心底痒痒的 死死盯着牧尘 这个美女 算是今天酒吧里最漂亮的一个 也挺大胆的 这回走过来 那双明媚的眼眸 直勾勾盯着牧尘 雅气十足地朝牧尘道 嗨 帅哥 有空过来坐坐吗 一边说着 他换来服务员 取了一瓶五万多的洋酒 这个妞 就是之前老四搭讪的那位 张文偷偷在牧尘耳边说道 老四夜承送一脸尴尬 但下一秒 牧尘的话 让他瞬间崩红了脸色 只感觉脊椎骨一股热气上涌 浑身爽爆了 只见牧尘将那瓶明酒退了回去 跟着悠悠 笑着看向皮裙美女 难道我还不能拒绝他了 他也不照照镜子 救他 那你听好了 牧尘咧嘴一笑 我也可以拒绝你 因为 哥是你得不到的男神 第27章 他呀 跟我睡 混蛋 皮裙美女听到牧尘的回答 惊呆了 他自认为魅力勾人 主动来和这个男生搭讪 已经是给了他添大面子 没想到牧尘这么冷酷 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咬咬牙 皮裙美女感觉到被羞辱了 一生气 就要拿起桌上的酒杯 倒在牧尘脸上 玉璧伸了过来 将他拦下 叶飘音不知何时 走到了牧尘这一桌 戴着口罩 双眸明亮 却又戴着一丝冷意 傲然道 就你那点姿色 这是炫耀给谁看呢 你又算什么东西 皮裙美女气急了 怒视着他 叶飘音缓缓摘下口罩 露出一张名谋好齿的绝美容颜 那女子冷了下 有种惊艳的错觉 内心更是无地自容 随后满脸羞怒 一句话都不说的 扭头离开酒吧 嘻嘻 叶飘音这才扭头看向牧尘 眨了眨眼睛 好似再说 我没有给你惹麻烦吧 天哪 旁边 张文等人已经看待了 张文第一个反应过来 惊喜道 飘飘女神 嗨 是我 大家好 叶飘音朝众人笑了笑 挥挥手算是打了个招呼 随后坐到了牧尘身边 女神就是女神 那女人算她有几分自知之明 不然就等着被啪啪打脸吧 众人哄堂大笑 随后 老大张文 设有刘浩远 老四叶成松等人的家属也过来了 大伙看到叶飘音的第一眼 都是异常激动 都快说不出话了 好了 大家别紧张了 你们都是牧尘的朋友 那也就是我的朋友 叶飘音很平易近人 看出众人的紧张 随后几个客套下来 平白拉近了距离 化解了陌生感 一时间 笑声不停抽空 牧尘朝叶飘音低声询问 没事吧 毕竟这个女人名气太大了 要是有人在酒吧里把她认出来 那指不定引发一场怎样的轰动了 不吃 叶飘音当时没憋住 红彤彤的脸蛋 滚烫滚烫的 小巴掌往脸上扇风 一边笑嘻嘻嘻道 你想说看多了吧 难道你期待着 有流氓或者富二代来骚扰我 好让你英雄救美不成 呀 你别说 真要有 我一个打三 牧尘嘿嘿一笑 这下叶飘音笑得更加明媚动人了 正所谓逃之夭夭 灼灼其华 说的就是她这样的美人 那个 飘飘女神 今天实在太感谢了 张文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然 让这两人继续眼眸 寒情地嗅下去 大伙的心里都太酸了 老三 你是不知道啊 傍晚我见着宋德山那丝 那脸色都快变成煤球了 哈哈 贼他们爽 一边说着 张文给众人倒酒 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你喝点果汁吧 眼神制止了老大 想要给叶飘音倒酒的意思 牧尘端过来一杯果汁 递到叶飘音身前 牧尘 我想喝酒 叶飘音撅着嘴嘟噜了声 刚发声 就被牧尘一个眼神 给瞪得缩了缩脖子 不行 牧尘皱眉道 叶飘音顿时善善一笑道 我逗你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根本不能碰酒 牛批呀 却不知 老大几人已经看呆了 老三真的猛啊 女神居然那么听他的话 这要是说 两人没什么 谁信啊 刘浩远更是一副 苦大仇深的表情 先是笑花贝小薇 跟着是人气主播叶飘音 全部都是 一副赖定他的模样 老三这是不让他们消停的节奏啊 哼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 言之真的是能够碾压一切啊 这一刻 众人恨不得去整容 也好把自己变成刷脸吃饭的那一波 对了 老三 你和飘飘女神 是怎么认识的 聊了一会天 众人的话题不知不觉 就带到这个问题上 顿时 众人都竖起耳朵 就等着牧尘回答呢 牧尘当然不会透露自己 有系统这种事 于是大大方方一笑 跟着做神秘状 是一大活把耳朵凑过来 想要认识女神呢 首先呢 你得有我这么帅 切 下一秒 众人哄堂大笑 叶飘英则亲眼着嘴唇 女神的风范 一览无遗 酒吧里 四周的宾客 都被牧尘这一桌给吸引了 时不时的扭头 偷偷打亮了几眼 实在是男的太帅 女的太美 这还是酒吧里 灯光较暗的缘故 不然让人认出叶飘英的身份 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事来呢 就这样 愉快的时间 在众人的交谈中 缓缓失去 最后买单的时候 老大张文抢先付了账 不过让众人羡慕极度的是 服务台那个原本走冷枯风的八台妹 此刻正满脸通红 直勾勾盯着牧尘 最后弱弱地来了一句 那个 我们老板娘说了 你们这桌 五折 那包含深意的目光 看得牧尘摇头苦笑 老三 牛啊 众人再次羡慕极度恨 走出酒吧 叶飘英显然有点兴奋 不停开心嬉笑着 众人围在他身边 都是使劲力气说着笑话逗他 毕竟嘛 难得能和女神在现实中接触 自然要多卖点力气 牧尘也乐于看到叶飘英开心的模样 因为他太清楚这一段时间 叶飘英的苦和悲伤了 希望他 能再快了点 心底默默念了一句 牧尘扭过头 看出老大张文一副结结巴巴 想要说点啥又没说的表情 于是将他拉到了一边 咋了 牧尘刚问 张文总算是松了口气 一股脑地说道 老三 你是不知道啊 今天我这心啊 就没放下来过 随后 老大一通解释 牧尘也惊呆了 你是不知道啊 下午飘飘在我那直播间 总共就那半小时不到 那些土豪啊 硬生生刷了几十万的礼物 全在我那账户上了 我算过了 扣除和平台的分成 到手是四十八万六千多点 这么大一笔钱 你说 我今晚怎么睡得着觉 张文搓着手苦笑道 毕竟这笔钱实在是太庞大了 多到他一个学生拿在手上 都会瑟瑟发抖个不停 牧尘皱了皱眉 不禁暗字无语 他口袋里 生活费就剩两千不到 结果倒好 那女人一开播 随便就赚个百八十万的 这人比人啊 真是气死人 我帮你问问他的意思 牧尘闷闷一声 走到叶飘音身边 低声询问了几句 我猜不要呢 你们自个解决 叶飘音也干脆 一句话把牧尘给打发回去 看着他的眼神 牧尘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苦笑一声 走了回去 他不要 那怎么行 张文急了 脸色都涨红了 四十几万 又不是我自己赚的 这钱要是不还给人家 我心里慌啊 张文连忙说道 一付你不拿钱 我也不敢要的表情 这就是老大呀 牧尘内心一笑 暖洋洋的 想了想 突然灵机一动 那要不这样 等钱到手 你把灵头抹掉 其他的给我 我还给他就是了 心里 牧尘却是想着 好像 有个药膳方子 似乎对叶飘音的病情功效挺大的 但需要的药材太贵重了 又是三十年老山生 又是鹿绒灵芝的 现在嘛 倒是可以考虑下了 看来明天 得抽空去趟中药材店了 牧尘在心里嘀咕着 而张文 听到牧尘这么一说 也松了口气 脸色缓和了不小 搓手笑道 纳成 就这么说定了 不然 我心里发毛 行了 一点小事 都是兄弟吗 牧尘笑了笑 和老大勾肩搭背地走了回来 马路边 刘浩远叫了几辆低视 安排一群牲口的女朋友回寝室 他家的是师范的 老大的女人倒是同校的 不过在新校区 哎 不对 突然 他愣了下 抬起头 直勾勾盯着牧尘 牧尘 你晚上不回寝室 那睡呢 他呀 跟我睡呗 夜飘音不知何时 将一头秀丽长发散开 晚风吹来 长发飘扬 长裙优雅 那一刻 脸色更是灿若桃花 奄然一笑道 第二十八章 突发事件 晚风轻抚 星空迷人 牧尘牵着夜飘音的小手 缓缓走在夜深人静的小道上 你可真能说 那群牲口 都快被吓死了 牧尘嘴角一勾 回想先前摄有几人 那目瞪口呆的表情 再看一眼夜飘音 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不由暗道 现在这些女孩子 还真是恶魔天使 自己这个男神 都快对付不住了 嘻嘻 我们的确是睡在一起啊 同一个屋檐下 夜飘音吐了吐舌头 调皮一笑 身子欢快地跑到前头 就像一只蝴蝶 翩翩起舞 牧尘追了上去 两人闹腾了一阵 都快走到小区楼下了 这个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了 对了 明天有什么计划 牧尘随口问道 毕竟他雇佣了自己 肯定得配合着 夜飘音那边的活动 来安排时间 夜飘音一下沉默了 跟着低头 轻轻一声 明天 我要去医院检查 我陪你 牧尘顿了下 随即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 夜飘音神色一暗 他不想牧尘 看到自己做完检查后 苍白脸色难看的一面 也不想他看到 自己打针的模样 于是摇摇头 我不许你去 再说了 明天我约了我表妹 他会陪着我的 看着他那坚定的眼色 牧尘心中一叹 好 随后两人不再说话 他挽着他的胳膊 缓缓朝公寓走去 进了屋 牧尘看了夜飘音一眼 温柔道 要吃药了吧 嗯 牧尘将他抱到了沙发上坐下 夜飘音也乖乖的 向着小孩子 随后牧尘给他倒了杯开水 跟着将他的小药箱打开 将一粒粒要挑了出来 这个有点苦 吃完后可以喝这个冲剂 有点甘甜 还有这个 我给你掰成一粒粒小的 你一口含下就可以了 看着牧尘那细腻的动作和言语 夜飘音做痴痴状 片刻后 他身子轻轻如动 扑进了牧尘的怀里 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牧尘 我不想死 这是夜飘音 第一次在外人面前 哭着表露心惊 牧尘身躯一颤 拿着药丸的手差点一抖 随后被他很好地控制住 跟着轻轻拍打着他的肩膀 安抚道 傻瓜 你不会死 对的 有他在 他不许他死 牧尘眼中 泛射出一抹金芒 如果是之前 他无法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面对生离死别 他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但现在不同 他有系统 系统是如此强大 也许 他能带给自己 治愈飘音的希望 其实 我不怕死 只是我舍不得你 夜飘音含着泪水说道 如果是之前 对于这个世界 他并不是那么留恋 可现在 他有了牵挂 这个牵挂就是牧尘 他是那么的优秀 是那么的体贴 那么的帅气 如果没有这一场病 夜飘音宁愿舍弃一切 也要和他在一起 但没有如果 老天就是这么残酷 乖 把药吃了 牧尘不再说什么 而是微微一笑 将药丸给飘音喂服下去 他闭着眼睛 像吞苦水一样 跟着轻轻 依偎在牧尘的怀里 时间仿佛停止了 抱着夜飘音那温热的动体 牧尘心底也是一片难受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有了系统后 向诸多美女客户出租自己 会遇到这种生死离别的情景 他也更没想到 夜飘音会这么快地依赖上自己 是啊 谁没有感情呢 尽管两人才认识两天不到 但不否认 面对优秀的夜飘音 牧尘的心弦 同样在不经意间 被拨动了一下 牧尘在心底苦笑 低头看了眼飘音 见他眼眸微闭 却是以悄然入眠 好似抱在最亲近的人 让他有了最大的安全感和幸福 轻轻擦去他眼角的泪痕 牧尘动作轻柔地将他抱起 送到了卧室里 好吗 站在门口 牧尘回头看了眼他 嘴角微笑 他眼神坚决 一定要救他 回到客房 牧尘第一时间沟通系统 随着系统给出的一件 商城物品信息 牧尘惊呆了 神农惊丹 他给出的说明也很简单 可解一切人间疾苦 而他的价值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以现实货币充值 那就是一百个亿 靠 牧尘不有苦笑 捏紧拳头 罢了 我还是另外想办法吧 牧尘沉思了阵 决定还是从自己掌握的 大师及药膳技能入手 毕竟中华医术博大精深 药膳更是另辟蹊径 其中有几个方子 或许对抗癌 还真能有奇效 也说不定 第二天清晨 牧尘在房间里 待到了八点 才走出房门 客厅里很安静 牧尘知道 就在前一刻 叶飘英离开了家门 而他之所以选择不叫他 也许是因为不想 自己跟着承受他的心情 毕竟是绝症 叶飘英再洒脱 也无法在心爱之人 面前淡然 早饭也顾不得吃 立刻往中药市场赶去 通过系统赋予的 大师及药膳技能 他掌握了各种药膳方子 其中一位方子 在古时被称为奇方 据说对肿瘤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功能 但是这位方子 所需的药材也极为罕见 其中几位主要 更是价值连城 很快 牧尘上了公交车 思绪飘扬 牧尘感觉心里一阵乱乱的 干脆闭上眼睛 思考着如何针对飘英的病情 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啊 突然 公交车猛的一个急刹车 停了下来 随着车内几声惊慌的尖叫 车厢里的乘客们沸腾了 小冬 醒醒 你醒醒 别吓妈妈 啊 救命啊 有没有谁能帮帮我 然后 就是一阵惊慌失措的哭声 发生什么事了 牧尘睁开眼 往车厢通道看去 就见人群里 自动让出一个空地 一位母亲抱着一个 一岁多左右的孩子 正哀嚎哭泣着 他怀里那个小孩 则双眼紧闭 面色成朱青 伴随着一口口吐白沫 和身体颤抖 四周乘客也慌了 这个小孩子昏过去了 快叫120啊 有没有谁是医生 快来看看呀 哎呦 玩糟醉呀 前面还堵车呢 一时间 人群喧哗 但却没有一个人 能拿得出有效的办法 那个年轻的母亲 急得脸色苍白 只是不断地呼喊着孩子的姓名 一边泪流满面 都让开 突然 一声沉稳的赤河响起 就见拥挤的公交车厢尾部 挤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穿着深色中山装 鼻梁上架着一副大黑矿眼镜 身上还跨着一个麻布袋 看起来像是上世纪下乡的知识分子一样 文质冰冰的 老人走到那位母亲身边 朝他点头 我是个中医师 那位母亲顿时浮现希望的亮光 把孩子放平 掐他人中 老人二话不说地 往小孩身上看去 一双布满老简的手臂 在小孩身上检查起来 是高烧 引起的小儿昏厥 情况很危机 120肯定赶不上 必须马上救治 几秒后 老人神色严峻的 紧跟着 从自己那麻布袋里 取出一盒针匣 取点热水 我用针酒刺学 你们都让开 把窗户打开 让空气流通 老人一声指挥 车上的乘客连忙行动起来 还有人将自己的衣服脱下 扑在地上 那位母亲将孩子放平 老人取出一根金针 用随身携带的酒精灯烤了一会 正准备下针石 不用这么麻烦 我来 一声轻贺 牧尘皱眉起身 走了过去 第29章 赤血路荣 牧尘的话 不亚于一道惊雷 让正准备失真的老人 神色一顿 小伙子 你说什么 他皱起眉头 老人家 您失真的话 只怕需要十来分钟吧 孩子这么小 又得得急症 不及时医治 恐怕会有大患 牧尘说道 静止走到那位年轻妇人身边 朝他微微一笑 能把孩子给我看看吗 那年轻母亲 只觉如沐春风 原本因为担心孩子的紧张 焦急心理 在看到牧尘那阳光十足的微笑时 竟好像一下松开了 不自禁就点了点头 还好 来得及 牧尘当然不懂了医术 但系统赋予他的博学知识 让他一眼就认出 这个一岁多的孩子 的确是因为高烧引起的昏厥 这位老人家 还是有点水平呢 不过要求这孩子 针灸太慢 实则生变 牧尘看了一眼白发苍苍的老者 沉生道 老人家 孩子是因为高烧引起的昏厥 半有抽搐 接下去就会窒息 那后果 您应该知道 我不否认 中医的针灸之术 具有疗效 但时间来不及了 一席话 牧尘悠悠出口 停在老者耳边 内心却是再次波动起来 老者莫然 他有实诚信心 针灸不会伤到孩子 但家属会怎么认为 毕竟孩子这么小 那些金针一根比一根长 看着都让人害怕 他们又会怎么想 更主要的是 这小伙子说的没错 针灸的确可以救孩子一命 但时间太长 万一就好了 却因为昏厥时间过长 给孩子的大脑 带来不可逆性的脑损伤 那又如何是好 一时间 老者竟是有些惆怅 牧尘却不再理会了 神色一紧 将孩子抱起 年轻人 你要干什么 老者猛地惊动 锐利的眼眸直视牧尘 下一秒 他那准备阻拦的动作一致 紧跟着 神色变幻 最终震惊的尸声道 小儿 推拿 赫然 此刻牧尘将那孩子抱起 一只手点在奇人中学 约某三秒后 见孩子似有所动 呼吸一蹴 紧跟着将孩子 塞回其母亲怀里 把孩子抱稳 牧尘沉声说道 神色极为认真 那位年轻母亲 下意识地照做了 就见这时 牧尘一只手握住孩子的左手 使其掌心向上 露出手臂 跟着自己的右手伸过去 先运内劳工 也就是在孩子的掌心处 来回揉搓 跟着从掌心的一条经络 开始轻轻坦打 一路坦打至红尺穴 坦打的动作 由轻到重 由慢到快 到后面 还一边弹打 一边吹气 这家伙 在干嘛呢 这小子嘴巴上连毛都没有 这是在捣乱吧 四周乘客 看到牧尘这一系列动作 都吓住了 有人生怕他弄坏了孩子 尖叫着 想要过来阻拦 却被白发老者拦下来 不要打扰他 这是小儿推拿的一种手法 名叫打马过天河 老者深吸一口气 漠然双眸爆射神光 他在救孩子的性命 此时此刻 牧尘整个人好像会发光一样 看得老者极为震撼 好小子 这手艺 没个二三十年 绝对练不出来 这小子 难道在娘胎里 就在练着吗 这绝对是妖孽啊 老者深吸口气 心中极为惊骇 只见牧尘的动作极为灵巧 力度均匀 拿捏在小孩身上 就好像几十年的老中医 在推拿一样 技术太娴熟 太到位了 通经落 推大热 眼前这个孩子 本就是因为高烧引起的昏厥 全身热得像木炭一样 但此刻 经过牧尘的推拿手法 体温迅速下降 热汗排出 抽搐也渐渐减少下来 哇 一声小儿哭啼 瞬间就仿佛一轮朝阳 唤起了全车人的生机 这一刻 全车人激动得瞪大双眼 兴奋地议论个不停 行了 孩子就醒了 厉害 这个小年轻 好厉害 这玩儿算是躲过一劫了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在全车人赞誉的言语中 木炭双手抽回 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第一次给小儿推拿 他心情也紧张极了 不过幸好 孩子总算就回来了 看着孩子发出哇哇哭啼声 木炭欣慰地笑了笑 同时安抚了下那位年轻母亲 孩子没事了 谢谢 太谢谢了 安人啊 年轻母亲激动得不之所以 流着眼泪 不停地朝木炭指点头致谢 很快 救护车到来 年轻母亲带着孩子登上急救车 缓缓驶离 木炭坐回原位 公交车上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紧跟着 轰一声 全车人鼓起掌来 一个个朝木炭投来赞誉有加的目光 木炭笑了笑 那帅气的颜值 还有温暖如春风的气质 更是让车内不少年轻女性 方心跳动 偷偷拿出手机 对着木炭就是一阵偷拍 木炭一愣 后面苦笑了下 他忘记戴口罩了 没办法 只能任由对方偷拍下自己一张张美照了 公交车始达站台 中药才市场 下车前 木炭给叶飘音发了条短信 安抚他 让他放宽心态 告诉他 自己会好好地陪着他 希望今天能有所获吧 木炭走下车 准备前往精灵市中药才市场 小伙子 后面一声笑眯眯的声音传来 木炭扭头一看 不由笑了笑 大爷 是您啊 哼哼 小伙子 叫我老李 或者李大爷就行 说话的人 正是先前车上那位准备已针灸是针的老者 对方一身气度不凡 木炭也不敢小瞧 当即态度摆正了 礼貌地问候一声 李大爷 您好 随后顿了下 自我介绍道 我叫木炭 木炭 李大爷惊芒一闪 念叨了两句这个名字 也没想起来 精灵姓灵里 有哪个一道宗师 或者姓灵世家 有培养出这么一个精英人才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木炭的好感 随即笑了笑 见木炭目光 描向中药材市场 问道 小木啊 你这是要去药材市场 对的 木炭点点头 要买点什么 给家里人用的 还是自己用的 一个朋友用的 木炭微微一笑 我要买山参 三十年年份以上的 还有南海的海马 新安岭的陆荣等 李大爷 可有什么好介绍啊 木炭笑了笑 一眼就认出 这位老者 绝对就是在中药材市场 经营行当之类的人物 哈哈 果然 李大爷哈哈一笑 看向木炭点点头 算你问对人了 跟我来吧 随后 他带着木炭 往中药材市场走去 姓灵堂 两人走到一间 古色古香的药铺里 木炭抬头看了一眼 药铺店名 顿时大吃一惊 姓灵堂 不正是精灵出了名的 中药药店 李大爷似乎就是这里的负责人 朝要贵边上一名工作人员点点头 将我件宝物取出来 那工作人员愣了下 见老爷子神色肃穆 顿时心里一领 二话不说 转身走进内堂 几秒后 对方双手紧张地捧着一个黑盒子 走了出来 李老爷子静止打开 手指往里一指 似乎带着考笑的韵味 嘿嘿一笑 小木 认得这屋是吗 牧尘顿时一笑 系统赋予他博学的能力 又岂会在意老爷子的考量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通小古今 博览横语 只是一眼 牧尘便惊喜地失声教导 赤血路荣 第三十章 天下第一 四五汤 老爷子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他没想到 牧尘竟然能一眼识破这件中药材 小伙子 好见识啊 他感慨万分 一一声辉地看着牧尘 说道 我这件宝物到手有一年了 能看出它是路荣的多 但能准确说出 这是赤血路荣之人 则只有寥寥数人 随后微微一笑 老爷子将牧尘 迎到那堂茶几沙发上坐下 请 亲手烧了壶开水 老爷子开水泡茶 在其一番深有意境的动作下 一杯色泽红润的茶水 递到了牧尘跟前 牧尘只是喝了一口 不由眼前一亮 不愧是彩字贵系一代的棋红 好茶 哈哈 老爷子顿生之急感 开心地大笑 小伙子 我越来越对你感兴趣了 可别 老爷子 我只对美女感兴趣 牧尘幽默一声 哈哈 老爷子笑得更欢了 摇头晃脑一阵 两人平民交谈 到后面 老爷子才悠然问道 小牧 你是如何知晓 赤血路荣的 那份珍贵的路荣 已经被他收起来了 先前能请牧尘看上一眼 还是看在这小伙子 一手绝妙小儿推拿树的份上 若是旁人 就算是金陵城那几家的大富豪 大权贵 也别想 让他把那宝药拿出来一关 路荣 名贵药材 乃是鹿的出生右脚 古时 它被视作灵丹妙药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滋补强身 提高身体机能 补肾壮阳 生经易血 补遂剑骨等等功效 而李老的赤血路荣 更为珍贵 顿了下 牧尘双眸炯炯有神道 传闻 在我国长白山一带 有一种十分珍稀的动物 名曰赤血梅舍 它是梅花鹿与舍香鹿的结合体 贵为鹿网 传闻其身躯 一身赤红 散发一香 古往今来 极为少见 而赤血路荣 便是取自其右路的路脚 赤血梅舍已极为西手 更何况右路 李老能得到这件保药 一定费了极大的心力 牧尘两眼逐渐发亮 似有打算 不错呀 李老感慨一声 暗自点头 不得不说 这小子说到起来 竟将赤血路荣的来历 说了得一清二楚 现在这世道 能有这般见识的年轻人 也不多了 可牧尘下一秒的话 让他是瞬间身子一紧 老脸仗了个通红 李老 这赤血路荣卖吗 牧尘眨了眨眼睛 施展自己那 男女老少通吃的温暖笑容 啥 李老一下跳了起来 急得脖子都红了 大眼一瞪 你小子 居然敢惦记我的宝贝 说话声都颤抖了 指着牧尘瞪个不停 要不是这小子有点妖孽 这回李老 都能抡起扫把赶人了 滚滚滚 再多钱 我也不慢 李老虽然是勃然大怒 骂骂咧咧的 但也没真的将牧尘给赶了出去 但后面无论牧尘好说歹说 老爷子始终咬牙道 不慢 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啊 跟着 就是后悔 乖乖的 早知道 就不该拿出来炫耀的 一个月前 金陵城华峰集团的陆总 出价五百万 我都不舍得卖 李老接了一声 顿时 牧尘眼睛一按 三百万 果然是天价 他当然拿不出来 但是 牧尘给叶飘英准备的那一方药膳 里面需要用到的一味药材 正是陆荣 若是平常 也就算了 但如今既然让他撞见赤血陆荣 那牧尘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拿到手 毕竟若换成赤血陆荣 那药膳的功效 起码能翻个一倍 老爷子 陆荣又保存不了多久 我真的有急用 您就行行好 告诉我 怎样才能把这件保药让给我 牧尘苦苦哀求道 不让 说啥也不让 李老爷子吹鼻子瞪眼 冷哼道 真要过期了 老夫自个把他吃了 那可是保药啊 服了后 说不定能多活上几年 好吧 见此 牧尘只能遗憾一生 满脸的不甘 行了 你小子别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了 今天我与你也算有缘 我要店里外面摆着的 随便什么陆荣 只要你要 我搬卖伴送给你 老爷子吆喝一声 挥挥手道 那一脸的不耐烦 和小心戒备 生怕一个不注意 牧尘把自己的保药给偷了似的 牧尘哪还看得上那些普通陆荣了 顿时无奈地起身 走到外堂 不过也借此机会 在性灵堂里逛荡了一圈 这一圈下来 他对自己心底准备的药膳方子 也有了个底 三十年年份的山身不好弄 李老爷子 这家大业大的 也只有二十年年份的 看来得另寻他法 海马 藏红等药材 倒是常见 好弄 关键是这赤血路容啊 一定要捣到手 咬咬牙 牧尘寻思着 用什么办法 可以让李老爷子回心转意呢 另外 那么多钱 自己也拿不出来 或许可以用自己脑海里的药膳方子 和老爷子一换 这么一嘀咕 牧尘倒是眼前一亮 正准备找老爷子商量下 偶然听到李老接了通电话 喂 闺女啊 李老拿出手机 见来电显示 是自己最小的闺女 顿时神色一笑 露出几分宠溺之意 也是 在精灵城姓灵圈子 谁不知道 大中医李老爷子最宠溺的 就是那个老来 才生出来的小女儿 什么 你说 我给你包的那一碗四五汤没用 还痛惊着 怎么可能 你等着 我马上给你另外包上一份 挂断电话 李老爷子眉头深锁 露出一抹着急 小女儿这几日来的天魁 深受痛惊折磨 她本身就是中医 自然看不得爱女受罪 于是亲自出手 包了一碗四五汤 还拍着胸脯跟爱女爆炸 汤药入口 绝对要到病出 没想到 这回爱女一个电话 让李老爷子感受到了深深的烦躁 不应该啊 李老爷子苦思起来 确定自己的汤药 没有一丝不对啊 另一头 牧尘听到四五汤这三个字 却是眼前一亮 四五汤是中医补血 养血的经典药膳 最早出现在唐朝令导人边著的 先受理伤续断秘方 最初用于治疗外伤瘀血疼痛 但后来 经过宋代各方名医的钻研 更多的被用作女性补血条件的功能 在后世 四五汤被誉为妇科第一方 如今大部分的四五汤 多是用当归 川琼 勺药和熟帝皇四位药组成 李老师姓林圣首 包治这一锅药膳食 绝不会出错 那么是他闺女体质的原因 牧尘思索一阵 突然笑了出来 有了 他微微一笑 也没打扰到李老在一旁苦思暗语的病情 而是找到药店工作人员 买了几位药材 随后 他也没有告辞一声 静止走了出去 在林队门一家药店 牧尘不动声色地 又买了一位极为普通的中药材 嘿嘿 然后 他一边笑着 一边提着一袋药材 屁颠屁颠地往回赶 哎 那小子呢 走了 几分钟 李老醒悟过来 扫了眼四周 没见到牧尘的身影 也不以为意 随意嘟噜了声 朝手下挥了挥手 把药材给我备好 李老亲自走进杏林堂的包药室 准备给爱女 再做上一份四物汤 而牧尘 则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中途他给夜飘音发了条短信 没回 估计还在做着检查 牧尘也不急 回家后 第一时间将买好的中药拿了出来 洗锅 开始做起药扇 哼哼 我就不信了 老爷子见了这碗四物汤 能受得了 那一份赤血路容 我一定要拿到手 牧尘露出脚侠的笑容 将锅里的汤药 打包装进汤盒 跟着又急急忙忙地 往李老的信林堂赶去 到了信林堂 李老爷子正好在药店巡视 一边等待自己包的 那一锅四物汤出炉 李老爷子 牧尘笑了笑 凑了上去 你小子怎么又来了 李老爷子第一时间戒备十足 嘀咕道 别又是打着我 那宝药的歪竹一把 哪里能啊 牧尘咧嘴一笑 那一刻真成急了 这不是刚才听到您说 你的女儿得了痛经 你包了四物汤给她服用 可惜 好像没有效果 小家伙 管你啥事 李老爷子老脸一红 便解道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吸收能力也不同 所以 行了 老爷子 不是我说 可能就是您的药扇没用对 牧尘微微一笑 像是故意激起老爷子的怒火 嘴角还带着一抹调侃 不过呢 您的药扇方子不管用 但我的 管用 李老一听 牧尘抨击他的药扇方子 顿时跳起来 就是一阵张牙舞爪 嗷嗷咆哮道 气死我了 臭小子 你凭什么说 我的药扇不管用 牧尘悠然一笑 因为我这四物汤 才是真正天下第一的四物汤 说着 他指了指自己随身带过来的汤盒 自信道 我敢说 天下没人比我更能包这药扇了 放你的屁 下一秒 李老爷子一个姓林大家 国一圣首 一个氧气多年的文化人 硬生生被牧尘给憋出一句破口大骂来 狂妄 这小子 怎么没瞧出来 竟是如此狂妄 他气得直摇头 眼里还有一抹失望 本以为这小子 一手精妙的小儿推拿 又对中医了解甚深 是个人才 没想到 竟是如此无礼 不知谦逊 反正老爷子 您是姓林大家 世上一世就知道 我这方要善如何了 牧尘也不解释 丢下这句话 黑黑笑着 把汤盒王老爷子双手一塞 跟着就一溜烟小跑出去 没一会就不见人影了